第一集 穿得花枝招展的李二娘 飞嘟嘟的脸上涂满了颜值 活向那猴屁股 扭着水桶腰 走起路来一颤颤的 来到如春酒楼跟前 一头一皱 却又笑了 李二娘捏着帕子 走着进去 这酒楼很奇怪 正在晌午时分 也不见什么时刻 怪清静的 他进去一看 果然里头门可罗雀 只有一个少年 撑着脑袋在柜上发呆 一看这少年 李二娘的眼睛就亮了 于是水桶腰一扭 便到了少年的跟前 他那独特的嗓音响了起来 哟 秦公子 在墨书呢 这左邻右舍 哪个不晓得你爱读书 真真是好性子 人长得又英俊 这样的好模样 不知道多少闺女 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呢 秦公子叫秦少游 父母去世不久 还在守校之中 继承了家业 便是这家如春酒楼 秦父在的时候 对这小子寄予了很深的希望 专门请了人 叫他读书 这四书五经 在这秦少游的手里 可谓无一不敬 不过暗地里 却有人喊他书呆子 指手画脚地说他癞蛤蟆 想着天鹅肉 只是不知李二娘的一番巧声如华 对他是褒奖 还是讥讽 秦少游回过神来 先是一阵茫然地看着李二娘 随即一股记忆 便立即涌上了心头 其实秦少游刚刚在发呆 倒不是在莫书 而是在神游 秦少游在前世是个美食家 行走各地 在厨一届享受圣誉 却不知为何 突然附身在一个书呆子的身上 这才一两天时间 他还没回过神呢 这李二娘就寻上门来了 这李二娘 是父亲出了名的媒婆 巧舌如簧 如今他就在自己对面站着 笑面如烟地打量自己 让秦少游情不自禁地冒出一丝寒意 秦少游指得学的这个时代的样子 朝李二娘行礼 啊 李二娘好 不知有何见叫 读了书的就是读了书的 李二娘显得喜滋滋的 身子一扭 便趴在桂岩与秦少游宁望 就是不一样 难怪周小姐巧上了你啊 周小姐 你是晓得的吧 生得貌美如画 倾果倾成 我实话和你说了吧 谁都没有巧上 就是觉得情歌最是对眼 这不 他爹拖了老身来 便是想要撮合撮合 成就一段好姻缘啊 好端端的 居然是来提亲的 秦少游先是幸福地想要晕过去 只听说过男追女 没听说过女追男呢 哥们儿魅力这么大吗 哎 不对 不对呀 等秦少游仔细回忆 顿时皱眉了 莫非是五马街的周小姐 李二娘一脸喜气地说 哎 是了 是了 就是她 秦少游脸色一拉 根据身子主人的记忆 已经知道是谁了 她正色双 可是学生听说 她取了脚 是个脖子 相貌也是平平 我去 好险 好险啊 秦少游心里庆幸 穿越本来就已经让人不可接受了 若是再被这个媒婆 骗去取了个没感情的丑妇来 这还要不要活 没天理呀 当面被戳穿 李二娘也不恼 眼眸里便露出假意的心上 笑嘻嘻地说 大家都说秦哥聪明伶俐 看来果真是名副其实 不过吧 这位周小姐不但模样 还过得去 还难得她贤良淑德 性子是最好不过 秦少游摇头晃脑 可她终究还是个脖子 李二娘的脸色有些难看了 哎 她家做得买卖大 有银子 恰装丰厚啊 秦少游顿时觉得受到了侮辱 有钱了不起 我也有钱 你看 她往袖子里一扒了 抖出许多铜板在柜上 一个 两个 三个 七个 八个 哎 只有八个 秦少游的脸红了 这两天浑浑噩噩的 她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现在一检视 竟发现自己是穷光蛋 李二娘的耐心 显然已经耗光了 把脸捧了起来 双手往水桶腰上一插 哼 方才叫你秦公子 是给你三番颜面 你还看了染方不成 别人不晓得你的底细 老娘会不晓得吗 你这酒楼自从你爹死后 你这书呆子经营不善 早已欠下一屁股的债 这酒楼迟早上官的 追你读的这书 不是老娘编排 你们信秦的 祖宗八代 都靠着这酒楼迎上 有过读书出世的吗 这龙生龙凤生凤 就你能清云直上啊 我看哪 很快你就要卖了家业底绽 从此风餐露宿 这个时候 你还嘚瑟什么 实话告诉你 周家瞧得上你 这才给你一条生路 过来这个村 可就没这个店 秦少游的脸都涨红了 原来这李二娘 压根就是来落井下石的 晓得自己要成为破落户 周家的女儿又嫁不出去 这才寻到自己头上 原本这两天 秦少游一直在纠结 穿越这等不科学的问题 现在困境摆在了眼前 他猛地从从前 那个书呆子记忆里 搜寻到自己的处境 李二娘说的没错 这个酒楼 乃是秦家祖传的家业 祖宗八代开始 便赖以为生 谁晓得到了秦少游这一带 却是不成了 从前的秦少游 只知道读书 什么四书五经 背得滚瓜烂书 就偏偏对着酒楼的经营 却是一窍不通 结果酒楼越来越难以维持 不得已 只得举债度过危机 如今已经奢欠了七十多两银子 倒闭还债就在眼前 也难怪这时候 李二娘受了周家之托 跑了临门一脚 周家好像做的 也是酒楼的买卖 看来他们这临门一脚 不但是要抢夺他的祖业 还有连他的童真一兵夺了 哎呀 虎落平阳 北犬七呀 秦少游大感悲愤 他的性子一向不服输的 便瞪着李二娘 不服输的说 谁说酒楼就要倒闭了 谁说我就不能告状 气我死李 李二娘顿时冷笑 那眼眸子像刀子一样 恨不得把秦少游刮了 哼 你这酒楼不倒闭 就没有天理了 也不看看 你们给食客们吃的是什么 干水都比你们 给食客吃得好 你们秦家翻不了身了 老老实实娶了周小姐 混吃等死 也比琉璃失所要强 你不听劝 总要后悔 正在这时候 连接厅堂的帘子拉开了 却见一个胖乎乎的家伙 端着一盆菜来 这胖小子叫秦寿 是秦少游的远方堂兄 没有生计便招募了他做厨子 秦福在的时候 不肯让秦少游学厨 是叫他好好读书 一直都是让秦寿打下手 别看秦寿样子汗厚 其实也是玲珑心思 一看酒楼撑不下去 这几个月都没有工钱 便滋生了许多不满 对秦少游这个堂弟又不免轻视 觉得他什么不学好 偏偏学人读书 简直是犹如秦家家门 这个时间点没有顾客上门 秦寿倒也炒了两个菜 端了一对兄弟将就了吃 一看到秦寿端菜来 秦少游的肚子就饿了 这几日浑浑噩噩的 都是随便吃点白面蒸饼打发 现在终于拉回了现实 肚子变咕咕地笑 于是他笑呵呵地对李二娘说 那周小姐既然是国色天香 又家中殷实 贤良淑德 学生是高攀不上的 倒是叫二娘费心了 你看正好赶着饭点了 二娘若是不闲 不如吃个便饭再走 李二娘不免沮丧 对秦少游万般地看不过眼 而且酒闻如春酒楼的饭菜难吃 有些不肯 正要拒绝 秦少游已从柜台后走出来 到了桌前 便见秦寿一副泱泱不乐的样子 狠狠地将手里碗蝶 重重摔在桌上 秦少游见秦寿这副德行 不免埋怨 诶诶 成什么剔头 好像我欠你钱似的 秦少一听 非但没有怯懦 反而来着劲 抖了抖肚南上的肥肉 扯子嗓子说 诶 东 东家 你就是欠我钱啊 我来给你算算啊 从润月开始 我的工钱就一直没给 一个月两百钱 我算算啊 现在已过了 秦少游头要大了 这什么是呢 这是圣堂啊 诶不 据说大唐已经完了 现在是大洲的天下 当今皇帝是谁来着 噓 是 哦 武则天 总之是妄恶的旧社会 就没有错了 我做东家的 不是活该欺压你吗 你居然还敢算工钱 心里随着这样付费 秦少游 却是不敢惹怒这位大厨 秦少游 其实一下子弱了一些 秦少啊 你不要生气嘛 我不会是随口一说 你瞧瞧 我们还是堂兄弟呢 你要讲道理嘛 秦少 鼻孔朝天 啊 谁 谁和你讲道理啊 秦兄弟 还明算上 要我说 赶紧把这酒楼盘 盘出去 算了我工钱 大家各谋生路 那李二娘本来要走 现在看着 唐兄姐二人起了争执 反而不肯走了 只是已在柜台上 冷眼瞧热闹 一副唯恐天下不乱的模样 秦少游听到秦少 又把自己店铺盘出去 心里勃然大怒 自己一个穿越来的 好不容易有个家业 还指望着他做富二代呢 要他把老本都卖了 你做什么 唐兄 不是来拆台的吗 面对秦寿的咄咄逼人 秦少游脑海里又涌现出许多的起义 在自己小的时候 每次遇到这个唐兄都要被他按在地上揍 难怪兄弟不睦 原来还有历史渊源 也难怪这个秦寿作为厨子 一点不怕自己这个东奖 试想一下 若是有个人隔三差五总是胖揍你一顿 他还会对你有敬意吗 秦少游不能忍了 豁然站起来 一副恶狠狠的样子 用眼神在这刹那之间 已瞬间杀死了秦寿数百次 他力声大喝 秦少游多年挨揍的经验 这家伙似乎想要抱走 得 秦才遇上兵 于是他只得搭了着脑袋 捡起筷子 好了好了 先吃饭 先吃饭 我饿了 他夹起菜来 这菜黑乎乎的 竟是难以辨认 秦少游前世尝尽天下美食 对这个时代的烹饪特色也不甚懂 于是小尽异异地将菜放进了口里 秦寿见堂弟罢兵 也如得胜的将决 正要坐下 可是吃了第一口菜的秦少游怒了 他猛地放下筷子 拍案而起 呸呸 什么鬼东西 这样的东西也能给人吃吗 难怪酒楼精英不善 原来如此 在秦寿看来 自己这堂弟就是个书呆子 每日歪着脖子知乎者也 柔柔弱弱不堪一击 况且 他还奢欠了工钱 本就是不占着礼 虽然算自己的雇主 可是见了自己 却都像老鼠见了猫一样 今儿个却不知怎么了 竟是大发雷霆 于是秦寿果然大怒 我做的菜 怎么就不是人吃的了 你自己 经营不善 现在没有客人 把人将所有的 则是 推到我身上 这是什么逻辑 秦寿游的目光清澈 此时却是压住了火气 作为一个美食家 他尝尽天下美食 是饮食业的翘楚人物 嘴巴本来就刁得很 吃了这食物 顿时叫他怒不可饿 秦寿游笑了 带着轻蔑的笑 他撇了撇嘴 慢悠悠地说 怎么 你还要狡辩 好 那咱们就辩个清楚 秦寿差点失笑 堂弟就是个书呆子呀 书呆子就是书呆子 这炒菜的事 也能拿来变吗 你当这是考学问呢 结果 秦寿游加起一块菜 一脸嫌弃地说 你这个 可是茄子 哼 你这茄子煮的时候 水多了 放了一些麻油 可惜这是茄子 油还是放少了一些 你放了半钱的盐 本来按理来说 算是不多不少 可是你却将这茄子的水煮干了 因而味道反而重了一些 茄子里放了一把葱 葱的味道 被煮烂的茄子皮掩盖 秦少游侃侃而谈 说得秦寿目瞪口呆 若说一边看戏的李二娘 或许还是云里雾里 不知道这秦少游说得是真是假 可是秦少游却是知道自己做这盘茄子的手法 竟是和秦少游所说的一模一样 盐放得没少 确实是半钱 放着水给煮干了 一直有些糊 味道也重了一些 也的确放了些麻油 秦少舍不得放多 所以只点了几滴 只见秦少游继续说 还有这火候 你岂先用猛火去烧 结果却不知这锅 先用猛火热一热 方能入食材 然后再加大火量 方能使食材平均受热 不至于有些地方半生不熟 有些地方却是有些交互 你连火候都掌握不了 也敢做厨子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畅读书城 这里有你的故事 第二集 秦少很震惊 进步着后退一步 他有些受不了 堂弟的咄咄逼人 这个瘦弱的身体 绝不知何故 想到了烹饪之道 竟是如此霸气外露 自然 最重要的是 秦少有些理亏 因为 自己方才做菜的手法 甚至是火候的用法 竟是被秦少有说得 丰毫不差 这也让秦少一下子 没了底气 说到这里 秦少有很干脆地说 更可恨的不是这个 你糟蹋了食材 不晓得烹饪之道 倒也罢了 这是水平问题 最令我痛心疾首的是 你连烹饪的态度 都有问题 你昨天用那口锅 做得是愉快吧 你昨夜做了菜 竟是连锅都没有刷 结果 昨夜的隔夜菜 粘在锅底 如今这茄子 虽然掩盖了鱼味 可是那腥味 却还弥留在茄子里 你自己说说看 你这菜能吃吗 这一声贺问 让秦少一下子 软了下来 昨夜他确实做了愉快 也确实是揽着刷锅 反正酒楼就要倒了 他觉得这里没有出路 便想结了工钱 远走高飞 可是 秦少忍不住 捏了一块糊了的茄子 塞入口里 细细品尝 哪里还有愉快的味道 这个家伙是怎么尝出来的 见秦少惊疑不定 秦少又立声说 像你这样做茄子 也难怪没有过客上门 到了现在还死不悔改 到后处去 给我生火 我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做茄子 他的气势很盛 口吻不容置疑 哪里还有半分从前 唯唯诺诺的样子 秦少鬼使神差的 竟对这个堂弟 有了几分敬畏 不过他却还是不服输 一面动身去后处 一面说 我倒要看看 你还能做出花来不成 李二娘看得稀罕 书呆子开窍了 他搭桥牵线不成 对秦少又颇为恼怒 可是作为辅导人家 见到方才还糊里糊涂的小书上 一下子变得盛气凌人 此刻看秦少又 竟连眼眸都闪闪生辉 浑身上下有一股 势不可挡的锐气 李二娘竟也鬼使神差地跟了上去 酒楼的后厨 暂地不小 不过却满是油屋 肮脏不堪 显然是许酒没有清理了 油字到处都是 秦少游忍不住皱眉 厨艺对他来说 已经不再是做菜的手段 而是某种艺术 因而在他看来 施展厨艺的地方 理应干净整洁才是 秦少这个家伙如此邋遢 实在是不成才 不过眼下顾不了许多 查看了锅碗瓢盆 造是砖石搭起来的 和后石差不多 不过这个锅 却和后石的锅不同 这时候是出堂时分 武则天登基 还做不出轻薄的铁锅 这也就意味着 在这个时代不能炒菜 只能用水来煮 至于佐料 不需凑上去辨认 秦少游心里便有数了 油盐酱醋之外 还有葱姜之类 善罚可陈 洗茄子 要洗干净 秦少游心里有了数 直接了当地指使秦寿 秦少游有些不愤 还是乖乖地洗了 而此时 秦少游已提起了菜刀 菜刀很重 这一句身体万力不够 不过无妨 只是一些刀工 不能施展而已 接过了茄子 秦少游的手 就像灵蛇一样 顿时砧板上 便响起了 有节奏的啪啪啪的声音 秦少游切菜的样子很认真 全神贯注 却是不知道 此时秦少和李二娘眼珠子 都要掉下来了 这个树袋子 切菜的时候手腕翻飞 快如闪电 只看到有黑的菜刀的影子 听到急促 还有节奏的啪啪声 便看到那茄子 迅速被切成一个个薄片 更令人惊奇的是 每个薄片 竟都是一般无二 轻薄如纸 哎 这个呆子 什么时候有了这样的本事 只见片刻功夫 一条茄子切完了 而这时候 锅也热了起来 被烧了痛红 秦少游看都不看 直接拿起桌上的半壶油倒进去 呼啦啦的一声 几辆油遇到滚烫的铁锅 顿时炸开 哎呀 放这么多油 秦少忍不住有些心疼 可是接下来 秦少游的手 却是飞快地拿起菜刀 抄起茄子 直接倒入锅中 锅子里立即沸腾 而这茄子恰好围成了一个圆圈 稳当又整齐地泡入油中 一股股香气出来 拿了铁盖将锅闷上 秦少游说 肉 一声令下 很像是神器活现的大将军 秦少飞快地取了肉 秦少游接过之后 直接趴地一下 摔在砧板上 拿着菜刀飞快剁碎 他的刀工 在前世浸淫十年 最善用巧劲 虽然手里的菜刀 有些不成熟 不过只要一掂量 就掌握了他的特性 在力道上 根据刀的特点进行修正 因而也不过短短刹那功夫 便将那小块肉剁为了肉酱 他揭开锅 锅里的香味顿时弥漫开来 无论是李二娘还是秦少 此时都感觉到鸡肠碌碌了 香 太香了 他们竟不知道寻常的油加上茄子 竟然能散发如此的香气 那肉酱直接被刀抄起 便直接摔进茄子的正中 肉与炸开的油一接触 顿时像炸开一样 立即又弥漫出一股肉香 秦少游的手却没有闲着 就好像很随手一样 粘起一小撮盐吧 直接均匀撒进去 他甚至连眼皮子都没有抬一下 专注地看着火候 最后猛地端起一旁的盘子 直接拿铲子一抄 这个过程中 没有滴落一滴油渍 秦少和李二娘的眼睛一花 就看到一盘茄子 稳稳当当地落入盘子里 那白花花的肉末 与一圈绿油的茄子相应成去 那香油几乎将中间的肉末浸泡 散发了一股浓重的肉香 让人不禁垂涎三尺 秦少游将碟子放在灶台 双手一抱 自己满满地说 吃吧 秦寿面带狐疑 李二娘也带着疑惑 二人面面相去 他们有些不认识秦少游了 不过盘中的肉末茄子 还是勾起了他们的食欲 秦少小秦义地将肥手伸过去 捏起一点肉末 小秦义地放入口里舔了舔 细细取绝 然后就不动了 李二娘见他如此 更加忽疑 便也有样学样 捏起一小点茄子 置入口中 接下来 李二娘的眼睛猛得一亮 那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红润光泽 居然连胭脂都没有遮住 他嘴唇哆嗦 发出了几乎是深淫的声音 太好吃了 这茄子肥而不腻 入口带着一股肉香 味道由内而外散发出来 香滑而爽口到了极致 让李二娘忍不住发出赞叹 他吃过的茄子 没有一百也有八十 可是今日吃的这肉末茄子 却让他有种飘飘欲鲜的感觉 只是在他赞叹的功夫 秦寿却已埋了头 竟是伸出猪手 呼啦啦的巴啦的大块朵鱼 这死不但没有吃相 竟还生怕李二娘抢了他的吃食 故意落下无数口水 呼噜噜几声 便将这肉末茄子一扫而光 李二娘趁怒痛骂着 你这家伙好不小事 活该你一辈子哀求 在这儿给人做伙计 你生生世世娶不着媳妇 断子绝孙 秦寿却舔了舔盘子 理直气壮地说 我娶不娶媳妇与你何干 我有堂弟 方才还盛起凌人 现在这一声堂弟 却是叫得让人都酥了 他的肥手要伸去握住 秦少游的袖子 秦少游嫌得脏 忙退后一步 有话好好说 现在知道错了没有 我错了 秦少可一点都不傻 这个堂弟突然开了窍 不管他到底什么缘故 突然有如此的烹饪手艺 可是至少复兴酒楼是有望了 秦少没什么手艺 好吃懒做 就因为秦少游是他亲戚 才敢收留他 真要出了酒楼 只怕唯有回乡物浓了 于是他露出一个很有秦氏风格的招牌笑容 唐 不不 东家 往后我一定好好长出 你叫我做菜吧 秦少游抱着手 鼻孔朝天 就这么轻易原谅他 那可就真是书呆子了 对付这种人 秦少游有的是办法 一旁的李二娘眼珠一转 也晓得这秦少游突然不知什么东西附提 猛地开了窍 也晓得人家不会稀罕周家的小姐了 便嘻嘻哈哈地说 秦哥 我真是有眼无助 不承想 你还有绝技帮身呢 看来你们秦家 又能继续守着就业了 你年岁不小 是该娶媳妇了 改名的 我给你寻赐一个 保准你满意 秦少游霸气地说 我的媳妇我做主 不劳您插手 李二娘气得牙痒痒的 恨透了这对堂兄弟 便埋怨说 你们哥俩没一个好东西 一个不知自己姓什么 一个 想到秦少抢了自己的肉末茄子 李二娘怒气更少 一个是丧尽天良的吃货 说完 跺了跺脚 走了 厨房里冷清下来 秦少游眼巴巴地看着秦少游 可怜兮兮地说 东家 我错了 你原来我 好不好 不好 秦少游很干脆 从前 从前你打我怎么算 那 那是小 小 小时候不懂事 秦少游冷笑着 哼 不懂事还揍我 懂事了 还不把我打死 走走走 我不要你了 秦少顿时 是涕泪之流 恨不得要抱住秦少游的大腿 刚嚎着 不能啊 我要当 当牛做马 伤是九 九楼的人 死 死是九楼的鬼 唐 唐 我吃了猪油 忙了心 秦少游心里乐了 这个家伙 倒是有点自己的风格 很是厚颜无耻 不过同行是冤家 你脸皮这么厚 岂不是抢我的风头 不过啊 秦少游倒也不是真的要赶秦寿走 因为他没钱了 没钱就招募不了伙计 没有帮手和伙计 这个九楼就打理不来 于是 他慢悠悠地说 哎 算了 毕竟是自家的哥们 打虎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 我教你做菜 啊 秦少愣了 声音颤抖 你 你 你教我做菜 秦少很是兴奋 堂弟这样的手艺 自己若是学到一半 走到哪里 那也是一个大厨啊 秦少游点点头 对啊 我们是兄弟 堂哥 我一直很重视这份心情的 我在这世上 留下的亲人并不多 若是真把你赶走了 我决然一身 会孤独 会寂寞 就好像人在一乡一样 举头望明月 低头四骨香 我一低头 就会想到你 然后心中酸楚 肝肠寸断 一股暖暖的温情 顿时弥漫秦首全身 秦少忽去一阵 眼中拼命要闪烁出泪花 唐 唐 唐弟 秦少游深情地看着他 唐哥 好兄弟 秦少把手搭在秦少游的肩上 秦少游身躯微微一阵 显然秦少的掌力不小 好兄弟 眼眸交错之间 仿佛有火花碰撞 连厨房里冉冉的烛火 都散发着一股温情 此时此刻 亲情的力量 宛若熊熊烈火 无坚不摧 秦少的眼泪 终于不争气地要流出来 这是悔恨的泪水 唐 唐弟 你累不累 走 我们到厅里去坐一坐 回到厅中 秦少游坐下 他终究年轻 带着一股书卷气 这一坐 哪里像个东家 虽然身着朴素 却很像翩翩如玉的贵公子 秦少则是飞快地去侦查过来 唐弟 你吃 秦少游接过小米一口 茶里竟有姜味 他猛地醒悟 自己现在和五妹娘在一个时代 这个时代的茶是煮的 不但要放盐 可能还放葱 姜 枣 橘皮 猪鲁鱼 薄药等 秦少游差着呛了一口 见秦少要来给自己拍背 他连忙伸手说 别忙 我们谈一谈卖身为奴的事 秦少忍不住说 卖 卖身为奴 谁卖给谁 咱是你卖给我 啊 他 他 他 唐弟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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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秦少游 很怜悯地看着他 唉 你看 诚如我方才所言 我是个很重视亲情的人 一想到你可能会离开 我就肝肠寸断 唐哥 我舍不得你 往后 我教你学厨 你若是跑了 我会素页难眠 茶饭不思 可是你把自己卖给了我就不一样了 这样 我睡着踏实 就不怕你跑了 就算你跑了 我告诉官府 嗯 让我想想 我好像 看我唐绿 官府 对陶奴的惩罚 可是很严的 不过你放心 我们毕竟是亲戚 你暂时卖身给我 我教你手艺 将来 自然善待你 让你跟着我一起吃香和辣 若是不肯 那就只好打发你走了 你回去之后 只能务农 又没有土地 只好租众别下的田地 一年到头 辛苦劳作 也未必能混个半宝 开玩笑 秦少游是什么人 这个堂哥好吃难做 舌尖嘴滑 教了他手艺 他若是跑了 自己找谁哭去 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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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少 马上就要哭了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唱读书成 这里有你的故事 第三集 一份卖身器 签字画押之后 秦少显得郁郁不愣 显然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 自己竟会被这个人畜无害的书呆子堂弟给坑了 不过秉着公平自愿的原则 当他签下这份卖身器开始 从此之后 他对秦少游就再无反抗的权力了 秦少游收了卖身器 心情大好 在见秦少一副如丧烤笔的样子 心里暗想 这个时候 理应给他打打气 要振作精神 好好干活 于是秦少游神采飞扬的说 我现在突然开了窍 这是祖宗保佑 所以 我们一定要光耀门眉 哦 光耀门眉 我们要重振家业 吃香喝辣 吃香喝辣 好的 等着吧 准备好几口箱子 等着装钱 我们要赚很多很多的钱 唐爹 我有一句话 憋着难受 你此钱欠我的工钱 是不是赚了钱之后 会给我补上 我得制一身衣衫 还有 嗯 秦少游微愣 然后意味深长地看着他 唐哥 要有信仰 大唐 啊不 现在李英叫大周 这里的民风 秦少游 虽只来两天 可就已经见识到了 一个落井下石 给自己塞个丑媳妇的李二娘 还有个从小奏自己的唐哥 秦少游对周人的印象很不好 民风淳朴 那是扯淡 所以越是坏人当道的使道 秦少游就必须叠比他们更坏 这叫以毒攻毒 而至于面后心黑这一点上 秦少游还是很有心得的 现在 他要做的 与其说是重振门楣光宗耀族 还不如说是保住自己这唯一的产业 然后不至于让自己流离失所 酒楼的生意一定要做下去 谁要是敢拦着自己发财 秦少游完全不介意把它做成肉末茄子 眼下第一个难题 却不是打开门做生意 而是补货 没错 楼里的食材已经不多了 鸡鸭鱼肉 还有各种生鲜都已告清 油盐酱醋倒是油 后院里还有一缸子腌的白菜 可惜这里是洛阳 不是高梨 大家没有顿顿吃腌白菜的爱好 所以他必须得尽些食材来 可是麻烦来了 秦少游没钱 不但身无分文 还背了一屁股的外债 不过啊 这难不到秦少游 因为他打算继续设账 设账嘛 这有什么难的 脸皮只要够厚就好了 而且根据记忆 酒楼已经对外 奢欠了许多食材 所以债多不愁 更何况 欠钱的不是大爷吗 这种事 本来是秦寿去办的 从前的秦少游 每日只小着读书 或者很有格调的 在繁星如知的夜空下看星星 偶尔诗性大发 因几手打油诗 又或在冬日里 看着雪花飘落 应是后院的蜡霉 煽燃了一下 春雷一响 这丝便关机如山 摇着扇子 出城踏青去了 而现在 秦少游悲剧地发现 原来的那个家伙 把所有的一切都挥霍了个干净 一切的重担 都压在自己身上 若是不亲力亲为 繁星辣梅倒还是有的 可是 还有西北风 清早 秦少游洗漱干净之后 便换上了体面的衣衫 他生得本就俊秀 又一番精心打扮 有了几分倜傥 于是他心情大好 祝福秦少在楼里清洁 尤其是那灶台和锅碗瓢盆 都要擦拭三遍 便寻着记忆 往东市去了 东市距离酒楼并不远 这一路上 秦少游细心观察 竟发现自己这酒楼地处 东市和西市之间 位置实属上乘 附近人流极多 秦少游不禁感叹 老祖宗创业艰难 总算打下了这么个好底子 结果啊 这个书呆子 竟是把生意做到了这个地步 这也算是餐饮界的奇葩了 到了东市 他直接寻到了刘土夫 刘土夫 算是酒楼的主要供货商之一 以往酒楼的鸡鸭鱼肉 大多都在他这里备货 这是近来买卖急转之下 如今已欠刘土夫十七两银子 用秦少的话来说 每次去奢欠 这刘土夫就握着杀猪刀 手上青筋爆出 眼睛瞪得如铜铃般大 就恨不得将秦少千刀万剐了 于是当看到个子矮胖的刘土夫 秦少游还是不禁打了个哆嗦 他是个很自信的人 可是老天爷没给他钢筋铁骨 若真是在这里被人剁碎了 丢人呐 刘土夫已经看到了 瞅瞅不前的秦少游 他脸上的横如一抽 竟是笑了 把手中的屠刀放下 拿起油油的布擦了脸上的汗 朝秦少游招手 秦少游真是贵人 许多日子不曾瞧见你了 这么热情 秦少游下意识地感觉有阴谋 不过他还是胆大 连个突兀都怕 还怎么在未来的厚黑圈里立足 于是走上前去 正待要闻走走地行个礼 再说明来意 刘土夫却是一拍他肩膀 诶 秦哥 书读的咋样 诶 我第一眼瞧你 便晓得你是贵人 将来迟早要出将入相 入灵烟阁的 这个啊 秦少游盯着放在一边的杀猪刀 警惕着刘土夫会不会抱起 一边敷衍说 让刘大哥见笑了 刘土夫没有拿刀的意思 却更显气腻 就仿佛秦少游是他失散多年的兄弟 当然 瞧他的脉象 就算是兄弟 也应当是同父异母的那种 嘿 谁敢笑秦哥 那就是和我过不去 你爹在的时候 我们就是老相识 这是千金不换的交情 怎么 你是来蛇肉的 好说好说 你要什么 直说就是了 待会儿叫伙计送到酒楼去 秦少游不又目瞪口呆 突然觉得刘土夫这张寒碜的脸 竟和金城武又几分苦思 一下子可爱起来 那个 平时多靠刘大哥帮衬 实在过意不去 刘土夫沉怒了 这是什么话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来来来来 要什么尽管说 待会儿写个欠条就是了 见刘土夫痛快 秦少游倒也不客气 连忙赵丹选了各色肉脯 刘土夫吩咐了伙计 直接挑选了 先送去酒楼 这让秦少游松了口气 不过他总觉得事情不太对劲 在写欠条的时候 尤为谨慎 生怕刘有什么陷阱 落了口识 那刘土夫爽快地拿了欠条 秦少游还是不放心 忍不住问 刘大哥 我在你这里已经欠了不少银子 你不会见怪吧 刘土夫倒是爽快得很 不见怪 不见怪 其实还不还安都无妨 反正这账是要赚给周老爷的 周老爷 秦少游这一下是明白事情是真的不对劲了 他旁敲侧击 才知道那个周小姐的爹 已在这里许诺过许多人 但凡如春酒楼来赦欠 一概立了欠条 都可转账给他 从而兑换真金白银 秦少游心里想着事 心不在焉地跟刘土户告辞离开 刘土户看着秦少游的背影 脸上的堆笑不见了 横肉摆起来 脆了一口满是鼻子爽 呸 吃软饭的东西 秦家出了这么个呆子 丢人现眼 周家请了人去给秦少游做煤 此后周老爷又帮秦少游摆平账务 这左邻右舍便是猪爷小的 必定是秦少游打算要迎娶那周小姐了 多半还是入追 自然让人鄙视 刘土户的声音不大不小 却是传入了秦少游的耳里 他身躯微微一顿 然后又重新折扮回来 刘土户指他重新笑脸相迎 秦公子 不知还有什么事 是这样的 秦少游很是真诚地看着他说 我方才想了想 突然觉得酒楼里的食材还是不够用 秦少游顿了顿 继续说 那就添一头猪 三只鸡 对了 你们这里有没有鹅 也来几只 明日给我送到酒楼来 刘土户奇怪地看着这个底气十足的家伙 有些愣了 这家伙还真是不客气 虽然要了许多食材 可是秦少游依旧很忧伤 他心事重重地回到了酒楼 脑袋里还想着刘土夫的话 先是将自己的女儿半卖半送给自己 一击不成 又生一击 这里头若是没有阴谋 那才见鬼了 秦少游从来不觉得 自己已经可爱到会让那个周老爷 非要塞给自己一个女儿 死气白咧地默默为自己付出 只能自己回心转意 做他的便宜女婿 虽然他自觉的 自己确实挺不错 可也不至于如此惊天动地 即便自己是潘 那周老爷终究还是个大男人不是吗 那么 可能就只有一个了 莫非 是想谋夺自己这个酒楼 嗯 有可能 可为何他要谋夺这个酒楼呢 周家也是开酒楼的 同行是冤家没错 可是现在如春酒楼生意一落千丈 按理来说 不可能对周家有什么威胁 周家若是想扩大经营 洛阳城这么大 总有铺子能盘起来 居然敢把主意 打到本少爷的头上 秦少游生气了 他压着心里的愤怒 回到了酒楼 秦少正在仔细地擦着桌仪 瞧他的样子倒是颇为认真 秦少游尝试习惯唐人所喝的煮茶 喝了一口 忍受着那干涩的味道 将秦少喊来 先别忙着打理 来 我问你 咱们这酒楼 可有什么特别之处 特别 秦少面在疑惑 老半天才说 整个洛阳城 大大小小的酒楼 有数百上千 只有我们酒楼生意最少 算不算特别 秦少游顿时感觉像是被挣扎了一下 金柱说 我是说好的 不是坏的 秦少挠头骚耳 好不容易才惨笑着说 最特别的就是有一个满腹青轮 英俊潇洒 又擅带伙计会按时发工钱的小东家了 这算不算 秦少游老脸一红 你若是再提工钱 我便和你翻脸 秦少便哭散的脸说 哎 唐帝 我夸你呢 你怎么能这样不是好人些 哦 我想起来了 秦少突然精神一震 接着说 二叔在的时候 经常跟我说一件事 就是先帝爷还在的时候 有个皇子恰好途经此殿 吃了二叔亲手做的一道如意羹 连声叫好 他还亲自提了字 试给二叔叫 除 除以无双 二叔心怀怒放 连忙叫人装表 制成了匾额 悬挂在咱们酒楼外头 那时候 堂弟还小来着 只晓得埋头读书进学 所以不 不想着此事 秦少游不由眯起了眼睛 似乎有点眉目了 敬州的又是嫁女 又是把酒楼所有的账 算到她的名下 必定是打酒楼的主意 而她打酒楼的主意 或许就和这皇子提的自由观 秦少游来了精神 想不到四家酒楼 还有这样的光辉历史 那么匾额呢 在后院杂房呢 秦少游二话不说 连忙扑向杂房 杂房里 果然躺着这么个东西 这幅字 很是考究的贴在一方匾额上 匾额的制作也很精良 上书除以无双四字 下面还有提拔 是小字 显庆元年 围猎盲山 杏林春楼 尝此佳肴 这意思无非是说 在显庆元年的时候 这位皇子前去盲山游猎 回到洛阳 途经如春酒楼 在此品尝了秦少游 他爹的佳肴后 很是高兴 因而再次提词 秦少游的眼睛顿时亮了 他看到了最后那 代王红的落鼻 忍不住感叹 代王李红是吗 他真是慧眼识珠 果然是天皇贵胄 皇帝老子儿子 就是不一样 我一看他的字 变得一小剑大 稳重窥豹 小的他既是石祸之人 又一副好心肠 这样的人 我虽不曾见过 可是心神向往 要发财了 要发财了 汤哥 汤哥 哎呀 你愣着做什么 还不愧把他挂起来 咱们吃香喝辣 还有多回这位代王殿下 说着说着 秦少游突然生出许多移动 某种程度 因为殿下的蹄子 确实比酒楼还珍贵 难怪周家纯贤 可是爹当初将 此次挂得好好的 为何又突然 把他撤下来呢 这不合常理呀 汤哥 爹为何要把匾哥撤下 汤弟 莫非不知这代王红后来 还做了皇太子 皇太子 秦少游激动了 皇子虽然珍贵 可是在这皇子 堕如狗的时代 终究还是差了 那么一点点 可是皇太子 毕竟只有一个 这样的提示 岂不是更加水涨船高了 这一下 便是躺着吃一辈子 也不成问题了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畅读书成 这里有你的故事 第四集 秦少游激动的 心都快蹦出来了 声音略显颤道 啊 这是理所当然 这位代王殿下 一看就是很闲朗 从他的字里行间 我看到了他的稳重 看到了他的举重若轻 他定是个 怀锦卧鱼的皇子 这样的人做了太子 真是我们的福气 可是 后来他随帝后出行洛阳 猝死于 河壁宫 起云殿了 什么 死了 真是可惜 秦少游几乎要捶胸顿足 为这位可怜的太子殿下恶蛮 可是心里 却是大喜 死得好啊 死了就太妙了 若是还活着 他隔三差五给人提个词 怎么显出这幅字的珍贵 你看那梵高 若是活一百岁 每天作画一幅 他流传在世上的作品 还能值几个钱 黄太子殿下死得其所 必定名垂千古 秦少又难以启齿地继续说 太子殿下死后 坊间多有传闻说 说他是为当今皇上所杀的 啊 你说什么 当今皇上 就 就是当今 圣神皇帝天子 圣神天子 就是武则天 一下子 以秦少游的玲珑心思 全明白了 李红是太子 他若是不死 他若是不死 武则天怎么能做女皇呢 而现如今 这个圣神皇帝已经等级 改为了武洲朝 这就相当于 在李世民的时候 自己家里有一幅隋阳的阳广的墨宝 自己若是挂出去 这是作死啊 秦少游的脸都黑了 更何况 这位皇子 居然可能是死在当今女皇手里 秦少游感觉自己的眼睛都要湿润了 他不得不把脸扬起四十五度角 不让眼里要多况而出的泪水落下 看着堂弟要哭了 秦少游禁不住说 莫非堂弟在追思太子殿下 说起来 他确实挺可怜的 喂 或是什么 我们秦家乃是奉公守法的两米 几位追思什么乱七八糟的伪太子 我们是打开门来做买卖 谁有心思追思那些权贵 那 那这匾哥还挂不挂 空花喜一场 秦少游感觉自己心里空落落的 只是他心里 还有一个疑问 既然只是一个前朝太子的题字 那周家为何想要谋夺 难道他们的目的不是这幅字画 不过啊 做生意靠自己 岂能仰仗别人 秦家祖宗八代 都是靠安分守己持家行业 从没想过攀龙赋凤 你看 我像那种拿着人家的金字招牌 四处招摇的人吗 我是功名利禄如浮云一样 勤劳致富 才是我的品质 秦寿深深地看了秦少游一眼 很认真地说 以前不像 现在 说不清 秦少游索性当作没有听见 背着手走了出去 心里装着周家的事 秦少游总是觉得自己这个酒楼 像是被什么东西窥测一样 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 在这种危机感之下 秦少游打算赶紧 把生意做起来 挣了钱 把所有的账全部还清 以免留下什么祸患 现在 他只有和这个酒楼相依为命 至于秦寿 这个堂哥不靠谱 锦上添花可以 就不指望他雪中送炭了 倒是在自己卧房里 有许多香书 翻开那些书籍 秦少游看到 一行行的迎头小字 在书香的气息环绕之下 秦少游想到从前那个呆子 在此写下一篇篇读书心得的场景 冉冉油灯 从前那个面带苍白 受入不堪的少年 总是将自己避在这里 每日读书不倦 所谓的 大敌就是光耀门楣吧 秦少游 秦少游心里摇头 或许或许 或许自己真有机会 借此谋个义官半职 至少比从前那个书哉子多了一条血境 越想 越是难眠 秦少游敢去白爪挠心 他想做官 他想飞黄腾达 什么淡波名利 都是狗屁 距离飞黄腾达 就差一步之遥 结果 硬生生的没了 哎哟 我的心肝哪 为什么总是一抽一抽的 有点疼 好吧 回到现实 经营酒楼才是道理 如春酒楼照常开业 只是 情况有点糟糕 整整一天 秦少游都懒洋洋地站在柜台后头 秦少则是有一搭 没搭地在擦着 已经一尘不染的桌椅 因为 没有客人 没有错 洛阳人途经酒楼 就好像建了苍一样 脚步都忍不住夹急一些 偶尔也有一群外来的客商 不明就离 可是往里一看 跑了 大中午的一个时刻都没有 那些外地人怎么敢来吃 即便秦少游摆出人畜无害的样子 就差横一个剪刀 手在自己脸上 装萌卖傻 可是人家依旧 避之不及 唉 这样下去 不是办法 秦少游秦少游眯着眼睛 两室为人 他不信自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倒是到了傍晚时分 却是有人来了 来人铁青着脸 秦少游根据记忆 依稀记得 此人乃是周家的主师 其实从前父亲在的时候 因为是同行 周家和父亲关系还是不错的 只是父亲一死 对方立即翻了脸 这主师进来 斜了一眼秦少游 一副公事公办的口吻 冷冷说 秦少东家 秦少游看得来者不善 不过面子上的功夫 却做得很足 左翼说 啊 原来是刘鼠 刘鼠 本名刘洋 据说是个落地书生 后来给周家管账 慢慢地 随着周家的买卖做大 成了周老爷的心腹 他态度依旧冷漠 只是说 老夫来 只是带传一句话 你在外奢欠了许多银子 足有九十多两文银 如今这账 都移到了我家老爷身上 你既不善经营 还是将铺子 盘给我家老爷吧 我家老爷和你父亲是旧时 总会给你安置一个容身之处 又好 果然来了 雄徒笔现 秦少游说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倒是挣了银子 自会奉还 刘洋捋着山洋胡子 清灭一下 你们如春酒楼的生意 早已一落千丈 你自己看看 这里可有时刻吗 你不是做买卖的命 也撑不起这个家业 何必要一条道走到黑 周老爷让你明日就还 还不起 就少不得收铺了 秦少游心里想 他们果然好算计 现在拿着白纸黑色账单 转眼就来讨要 多半他们已经迫不及待了 见刘洋咄咄逼人 秦少游却是故作傻里傻气的样子 有意无意地说 你们想摸我家业 不就是为了那个匾额吗 什么 你胡说 刘洋忍不住怒斥 其实 方才那几句话 只是秦少游的试探 而刘洋过激的反应 立即让秦少游明白 自己猜测没有错 所有的手段 都是为了那块匾额 黄太子 猝死 提字 周家 这一连串的东西 让秦少游感觉 抓到了一点眉目 可是具体是什么 他一时还没有理清 秦少游正色说 是不是胡说 你们自己心里清楚 你们要讨账 我拿久了卖了还账也可以 不过这个匾额 却是我们秦家之物 若是明日你们去见官 大不了 我带着匾额走就是 最后 你们什么都得不到 若是你不信 那么就不妨来试试看 明日我们衙门里见 这个家伙底气十足 倒是让刘洋顿时 有些招架不住了 本来以为这个呆子好期 谁晓得此人也颇有算计 奇差一招 让对方看清了底牌 反而有些被动了 周家打的 确实是那匾额的主意 所谓的收购酒楼 酒楼不过是副家之物而已 真正的目标 却还是那块匾额 现在秦少游当面说出来 明言大不了带着匾额拍屁股走人 那么周家的一切算计 岂不是都成了竹篮子打水 刘洋的脸色惊疑不定 只是用冷笑来掩饰内心的慌张 谁知这时候 秦少游笑了 不过嘛 既然你们看上了那块匾额 而我呢 却还想再试一试 若是你们宽限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之后 若是我挣了银子还了账 那只怪你们周了也倒霉 可若是我运气不好 依旧还不起 不但这酒楼卖给你们 那匾额也全当是利息 如何 刘洋的脸色阴沉 他不曾想到这个书呆子 竟然这样厉害 反而使他处处被动 而秦少游提出的条件 倒也说得过去 他忍不住点点头 嗯 好 我回去向东翁说一说 你可莫要反悔 刘洋没心思在这里待了 拂袖而去 目送刘洋离开 一个问题 在秦少游的脑里浮现 既然周家的目标 确实是那块饼 那么 饼到底有什么用 想到这里 秦少游 却心一探究竟 不过眼下 似乎最大的问题 依旧还是赚钱还账 生意做不起来 匾额就没了 还奢谈什么用处 现在九楼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他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越是没有客人 就更没有人敢在这里用餐 而没有人在这里用餐 其他人更不敢来 于是 秦少游决心 用点特别的手段 哇 这里的饭菜 实在太好吃了 这一辈子从未吃过 这样的美味佳肴 哇 一大清早 一个嘹亮的声音 几乎像酒楼的乌瓦 都要震下来 这歇斯底里的声浪 直冲云霄之外 坐在这里吃饭的是一个汉子 二十岁上下 虎背熊腰 一边坐在这里大块朵仪 时不时发出几声怒吼 这个人叫邓健 是秦少游 让秦寿请来的一个伙计 虽然没有花钱雇佣 不过却承诺 免费提供三餐 没错 这是一个托 对于这个家伙 秦少游显得极不满意 他的耳膜已饱受折磨 快步上前 痛心疾首地说 邓兄 你太浮夸了 你这到底是懒客还是感客 我请你来 我请你来 不是叫你这样流于表面的 演员的自我修养 来自于由内而外的 邓健 呼噜噜地吃着饭 抬起眸来 斜着眼睛 流里流气地说 哎 这是什么话 本来就很好吃嘛 秦少叫我来 就是让我这样喊的 大爷我嗓子都冒烟了 你还要怎样 秦少游无名活气 却还本着治病救人态度 语重心长地说 哎呀 要含蓄嘛 还有 你不要动不动 就哇哇地叫 不小的人 还以为这里是黑店 也表现出素养 有素养 才能吸引客人 邓兄 你试几遍 不要急 慢慢地来 邓健口里满是饭菜 含糊不轻地说 老子就是这样 你能如何 秦少游火了 把手一伸 接着 吃了我这么多饭 给钱 邓健却是冷笑 慢条丝里地说 好歹我也是纵横洛阳的好汉 到哪吃饭也不给钱的 好汉 秦少游瞪大眼睛 这是黑社会呀 他连忙到一边拉住秦少 笛声贺闻 喂 这兴登的什么来了 莫不是施井破皮 秦少苦笑着 嗨 堂弟 你说要找那什么托 这洛阳城里 除了这等下 下酒流的人 谁敢来做这勾当 我去 真是被你害死了 秦少游欲哭嘞 流年不利呀 他只得回去 对邓健说 邓兄 邓健生怕秦少游 还想得要钱 立即怒目而视 大鹤 你要怎样 大爷我吃了你的饭就吃了 大爷吃得高兴 以后还要经常来 你要钱 钱没有 命有一条 秦少游恨不得冲上去 抓他的耳朵 咬他的脖子 没办法 自己战斗力显然不足 而且 看此人腰间骨囊囊的 莫非是凶器不成 见秦少游目瞪口呆 邓健良心发现 架起脚来 抠着自己的脚趾头 宽慰秦少游 秦公子啊 我晓得你 你是读书人 邓某 最敬重的就是读书人 你看平时 我欺负你没有 今日你既是请我吃饭 而你这饭菜实在是美味 我尽你的恩情 你方才那般翻脸不是人 若是换了别人 大爷早就给他一刀子了 可是你不同 以后 我还又来你这里吃 你们读书人不是有句话叫 节子而鱼 把你伤了 我到哪儿混饭去 结尾的茶坡姓王的 不晓得你认不认得 我只吃了他几个饼 几壶茶 他竟背后说我坏话 我二话不说 直接打着他七棍八宋 喏 你看 后来他就学乖了 见了我就笑脸相迎 后来怎么着 我和他做朋友了 我越是打了他 就越是要和他亲近 这样别人看了 就晓得 哦 原来邓大爷并不是坏脾气 也是很正义的 这姓邓大 里里外外都是危险 秦少游一开始脸色有些苍白 可是后来 他眼珠子却是闪略过了一丝亮光 你放肆说什么 我说邓大爷并不是坏脾气 不不不 前头一去 我越是打他 就越是和他亲近 秦少游身躯颤抖 一下子愣住了 他像是疯了一样 一个机灵 猛得明白了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畅读书成 这里有你的故事 第五集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秦少游手舞足蹈 我终于明白了 那块匾额 就是一个宝藏 只是可惜 自己的老妇 没有认清这一点 而周家 却是看出了他的价值 牌匾是代王所书 代王 就是后来的皇太子 皇太子 极为喜爱这里的饭菜口味 于是留下墨宝 而后他不明不白地死了 此人 乃是女皇的亲儿子 现在坊间留言 都说皇太子 为女皇所害 那么可能性 有两个 一个是 女皇害死了 自己的亲儿子 这世上 没有不透风的墙 因而引发了 各种流言 另外一种可能 就是皇太子 当真是猝死 等到女皇登基 一些人既不敢当面 出来反对 可是又心有不甘 于是 就炮制了这些流言 借此来抨击女皇 旁敲侧击 动摇 女皇的合法性 可是女皇呢 女皇会怎样反制 既然邓剑这种下酒流 都知道 你越是打了人 就越是要和被打者 表示亲你 那么作为历史上 那个心狠手辣 却又拥有 无穷政治智慧的 武则天来说 他要粉碎流言 唯一的办法 就是让天下人知道 他很疼爱这个儿子 疼爱得无以复加 女皇既然疼爱太子 又怎么可能加害于他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那么 这个匾额就大有用了 假如这个时候 秦少游将匾额挂出去 原本这流言四季的洛阳城 还有猝死了太子 只怕又会引起 新轮的讨论 女皇若是得知了这个消息 会怎么样呢 第一种可能 就是赏赐如春酒楼 因为太子喜爱 吃这里的美食 爱屋即屋之下 作为一个慈母 又挂念自己的儿子 自然会给予丰厚的赏赐 其他人见了 哦 太子喜欢吃的酒楼 陛下都如此看重 可见陛下是爱太子的 另一种可能 那便是为了彻底粉碎流言蜚语 甚至女皇会亲自抵达这里 追思顽固着太子 他只需要坐在这里 像当年的太子一样 看着太子亲笔手术的文字 吃着当年太子所吃的美食 这就足以证明 女皇对骨肉的慈爱之心 那么如春酒楼 亲少游泪流满面 要发达了 那可是武则天啊 只要他来到这里 吃上一口自己的菜肴 若是自己的饭菜 可口讨他的欢心 那么 飞黄腾他就在眼前 说白了 牌匾只是抛砖引玉的工具 把牌匾挂出去 那么 就是一场为了粉碎 兼党流言的政治秀 主角是武则天 如春酒楼便是舞台 而自己虽然只是路人甲 不过没有关系 这样大的一幕好戏 即便只是领饭盒 金少游也很满足 他是个试快的人 哦不 他只是这个帝国 最底层的一个小龙蚁 崇高理想 玄弧济世 实在离他过于遥远 他所能做的 就是从这些贵人的手指缝里剪点漏 就能保证自己荣华富贵 衣食无忧 做一个可耻的顽固公子哥 不过 即便很可耻 秦少游却很喜欢 而且 要抓住一个女人的心 就要抓住这个女人的胃 以自己的厨艺 若是花费一些心思 让武则天吃上这如春酒楼的美味佳肴 或许 秦少游的眼睛已经开始冒星星了 他才懒得理会邓剑这个东西 破皮很拽吗 等大姨我升官发财 再给你一点颜色看看 秦少 秦少 快快快 把匾羹找出来 好生擦拭一下 挂出去 立即挂到门脸上去 龙华富贵就在眼前 一方匾额 已经悬挂在了如春酒楼的门脸上 秦少游站在门下 心里感慨万千 仿佛一下子 有了这位皇子的墨宝 整个如春酒楼 都蓬壁生辉起来 这是邓剑那个家伙 仍不肯走 依旧还在舔着盘子 大煞风景 秦少游摇摇头 忍住这家伙恶心地吃香 这几日 生意依旧不见好转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冰冻三尺 费一日之汗 秦少游倒也不急 至于外图的牌匾 秦少游也不担心 宫中蒙在鼓里 他是读过书的人 当然小的 历史上武则天登基 在洛阳广布尔木 为的就是巩固统治 想必用不了几天 就有探子将消息 密报到宫中去 周家的人 气急败坏地来了 这次来的 还是那个主使刘扬 他怒火三丈 本来周家得到这块牌匾 就是希望借此 挤女皇钱来 而后周家的老爷亲自下厨 拿出独门绝技 只要能得到女皇垂青 若是有机会 奉赵植入玉厨房 能做个厨官 周家便能从中 谋取极大的好处 现在秦少游将牌匾挂出来 自然引起刘扬的注意 他怒气冲天而来 劈头盖脸地就怒斥 姓秦的 你既挂出了牌匾 这个牌匾就对我们无用 你奢欠我们的银子 立刻奉还 否则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我们这就去见官 秦少游风轻云淡地 看了他一眼 匾额是我的 我想挂就挂 与你可干 你你你你 刘扬气急了 他是带着两个汉子来的 于是杀气腾腾 准备动勺 倒是这时 有人啪的一声 拍阿尔气 却是邓剑这吃白食的家伙 邓剑闲着眼睛 大鹤 谁敢在这里闹事 我腻了吗 是大爷吃白食的地方 伤了秦公子 我吃谁的饭 你去滚出去 否则不死不休 刘扬见着邓剑气势如虹 倒是吓住了 禁不住说 你是何人 姓邓明剑 身后一个汉子连忙上前 低声附在刘扬耳畔 说了什么 刘扬脸色青一块 红一块 最后不甘地瞪了秦少游一眼 哼 我们等着瞧 等着瞧就等着瞧 秦少游没把他当一回事 却是目光落在邓剑身上 发现这个家伙 似乎也有一丝闪光点 于是眼睛眯起来 心里开始打着算盘 邓剑回答他 看什么看 我又饿了 吃饭 饭没有 有粥 秦少游撑着脑袋 讨价还价 那有五碗 秦少游虎去一阵 喜俩嘛 你个人渣 河壁宫 含殿 秦殿内云顶檀木坐凉 水晶玉壁上的灯火燃燃 秦殿中央 统肃宫 统肴 帐上 便秀洒珠银线海藤花 殿外 清风 消动 于是 为曼 分扬 在这子曼之后 则是一尊隐约的身影 他浮在京岸之后 借着岸上的燃燃灯火提笔月来了什么 头上隐约可见金凤玉关 每一次在岸上书写时 双肩微动 那浴关上的流苏便随之微颤 他坐在这里很久了 足有一个时辰 可是依旧保持这样的坐姿 而在维曼之外 则视了一个俏丽的身影 他便是女帝身侧的上官碗 他穿着大红的女官官服 触力不动 俏丽的脸上 看不到丝毫表情 便如一尊冰雕 时刻等候女皇的吩咐 上官碗如往常一样 等候着陛下批阅奏书 近来陛下心情不好 上官碗是素来知道陛下心思的 如今女皇陛下登基不久 百废待聚 虽百官称颂 可是在这称颂背后 却潜藏着巨大危机 其 陛下姓吴 吴姓礼 其二 陛下是女人 圣堂之始 女子地位并不低贱 可是自尧顺以来 从未有女子为天子 女皇固然是开了仙河 可也饱受之意 前几日 太府寺要求调查前太子 李洪死因 再往前一远 正义大夫上搜 鼠中有母鸡雄鸣 于是周献惊动 流言四起 有人非议 认为这是阴阳失调 乾坤颠倒之故 这些看似很是平常的消息 却似乎宛如梦魇一样 缠绕在女皇的心头 上官晚看到那围满之后 略带疲惫的身影 思绪已经飘远 金博主在揣测 按播之后的人 到底是何人在操纵 围满后 传出一阵轻壳 上官晚收回思绪 面着朱唇 微微一笑 屈身行了礼 陛下有何吩咐 魏满之后的人 凝坐不动 良久 他似乎用手指 磕了磕桌子 发出轻微的响动 而后 慵懒地说 横舟刺史裴针 可拿问了吗 上官晚说 有思议精神了 已证实诬告 魏满之后 陷入了沉默 他似乎提起了 朱笔写些什么 可是过了半炷香的时间 他突然说 可是朕 已经下指拿问了呀 短短的一句话 生如细丝 却带着彻骨的寒意 虽然是拿错了人 所查不实 可是既然已经严刑拷打 让他官府原职 谁能保证 他不会心怀怨恨呢 于是 魏满之后的人 慢条丝里地说 你来制告 这件事情 让所原理来办 不要留有后患 上官晚 他心里轻叹 翘容却依旧 没有显露出表情 只是屈身说 微臣遵旨 还有一件事情 洛阳城里 有一个儒春酒楼 红二曾在那里用过饭 对那里的酒食 甚是喜爱 还留下了莫宝 这件事情 打听一下 上官晚如木偶一般 没有表情 依旧去身 微臣遵旨 上官晚连部 移到了河壁宫 他叫了个宫人 愤不说 去打听一下 那个儒春酒楼 尤其是那个匾额的来历 要确认清楚 上官晚说到这里 冷漠的俏脸上 却多了几分明媚 即使出了宫 叫人带一碗豆花来 宫里的御厨 大鱼大肉的 真是腻了 一个时辰之后 有个太监 跪在了制告房里 而上官晚 则坐在暗后 胡床胡凳 虽已普遍 不过在宫里 却依旧还是跪坐 上官晚只穿着一件 淡绿的衣裙 他毕竟年纪不大 伺候陛下的时候 面如冰山 可是现在在这里 却是露出几次憨态 他正在上下起手的 对付一碗豆腐花 吃了几口 他皱眉 咸的 为何不是甜的 这些放眼的豆腐狼 真比蜜贼还要该死 他皱着鼻子 横无断地下了结论 咸腻 该死 虽是如此 他还是很有兴致地 将这碗豆腐花 吃了个干净 这才心满意足的抬眸 看着跪在房里的太监 你说 大听了 上官晚又震惊起来 他眯着眼睛 似在打盹 实则那被眼帘 遮了一半的毛子 却闪烁着光芒 那如春酒楼的牌匾 确实是太子当年亲书 此后便装表了上去 上头写的是 除以无双四字 上官晚儿似乎想到了什么 醋眉深思起来 你继续说 店里有个掌柜 是个书呆子 书呆子 上官晚儿又皱眉 她是女才子 乃是宰相上官仪的孙女 因聪慧善文 得女皇重用 掌管宫中至高多年 有经国宰相之名 可谓才华绝大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 她喜欢一个书呆子 才子和书呆子不同 前者这倜傥风流 后者惹人讨厌 为何是书呆子 听说她自幼读书 每日都躲在房里 背诵四书五经 读书写字 不过却无经济之才 她爹死后 她依旧不思进去 每日只晓得 摇头晃脑地捧书作乐 以至于卢春酒楼的生意 一落千丈 门可罗雀 据说这酒楼经营不善 已经维持不下去了 上官丸急不住恼火 这等人尚不能成家业 下不能安生立命 实在可笑 蠢虫而已 哪是什么读书人 还有什么 还有 太监迟疑了 老半天不敢说话 上官丸已经对那如春酒楼 没了半分兴致 不过现在见着太监迟疑 便忍不住追问 有话 一旦说无法 还有 那儿的饭菜好难吃 奴婢 奴婢四处打听了那儿的左邻友社 还有附近的食客 他们都说饿死是小 吃了性情的饭菜 才叫作孽 猪食都不如 上个月 有个人冒险去吃 葱里都吃 吃出了 要说了 上官丸不必听 也晓得这太监要说的是什么 他禁不住放恶心 低吃一句 真是不小事 不该说的你也说 这太监一脸委屈 方才是姐姐叫奴婢说的 上官丸不由气闷 他叹口气 这一次真是苦言 陛下过问了如春酒楼 那酒楼 真是讨厌 他不耐烦地 对跟前的太监挥了挥手 下去 旋即 猝着眉 用御友般的小臂 撑住自己的下巴 满是苦恼之色 他是陛下肚子里的蛔虫 陛下肩问起了如春酒楼 实则问的却是皇太子李红 那么这件事 可就不简单了 无论如何 他也要去如春酒楼 走一趟不可 明日就去 去之前 先填饱肚子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畅读书城 这里有你的故事 或许是此前的名声太坏 重新开始数日 依旧还是没有客人来 唯一一个客人 还是个吃白食的 邓健这家伙 对秦少游的生意很关心 他自诩 自己一搏云天 也为秦少游出了不少主意 例如 他有数十个狐朋狗友 倒是很想跟着一起来打秋风 秦少游吓得干颤 老半天 老半天发现自己 虽然读了许多书 可他娘的居然找不到一个词来形容这个不要脸的家伙 最后 他摇头晃脑地说了一句 我从未见过 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秦少则是每日跟着秦少游学做菜 反正没有客人 一道道菜 反复联系 也慢慢地有了些模样 尤其是那肉末茄子 除了火候上 还不太能掌握 还有茄子切得厚了一些之外 倒也勉强过着去 只是这番练习 浪费了不少食材 秦少游也不在乎 他不可能每日都亲自下厨 好刀要用在刀刃上 所以秦少还要培养起来 今日风和日丽 太阳暖和和的 据说 阳春三月时节 伊和那儿的文庙有庙会 很是热闹 如此一来 酒楼的生意更是冷清 秦少游便引着柜台打着瞌睡 这样的腐败生活 实在叫人讨厌 不过 先睡一觉再说 到了日上三竿 迷迷糊糊的秦少游耳间 听到了脚步声 秦少游激动了 虽然昨天 他曾拉了一个客商进来 还声明给他八折优惠 边上瞪见一两横肉 把一根棒子藏在袖子里 偏偏又露出点尖角来 吓得那客商不轻 战战兢兢地进了店门 点了两样小菜 菜还没上 趁着秦少游到了后厨 大展身上的时候 溜了 这让秦少游很是懊恼了一阵 现在的脚步声 便是如春酒楼的第二个客人 不 听着脚步声 客人不是一个 而是很多很多 秦少游忍不住热泪盈眶 祖宗保佑啊 昨晚烧得高香显灵了 终于这儿霸惊地来客人了 不过 他心里告诉自己 不能慌 不能激动 不能表现出一色 别把人吓跑了才好 要淡定 要从容 要举重若轻 如春酒楼生意这样好 稀罕你一个客人吗 对 就要有这样的底气 于是 他立刻抽出一本账册 账册 不知是哪年哪月的 已经泛黄了 不过他一边撵着账布 一边拿着算盘 噼里啪啦的滑动 而后摇头轻叹 自爱自愿 哎 昨日的流水 才堪堪四千千 七十多个时刻 才是这一些 不过据说 近来有庙会 不过也好 趁着这几日生意清淡 好好歇一歇 等到庙会结束 高棚满座 那可有的忙了 哎 生意这样好 真是叫人好生着急啊 明日再去顾个伙计才好 他一副凝眉 稠稠之质 风轻云淡 然后 他不经意地抬眸 微微微有些愕然 站在柜台对面的 是一个艳丽到极点的女子 二八方铃 穿着一件 直领的绸缎裙子 很是好看 这是一个很美丽的女子 可是从她的眼眸中 又难以学命到 寻常这样年龄女子 相配的神韵 嗯 怎么说呢 眼眸里 没有天真 也没有清澈 而是深不见敌 幽碎的背后 绑布藏着许多的故事 站在女子身后的 是四五个 护卫打扮的人 哥哥跨着刀 虎背胸腰 看似漫不经心 却似乎随时戒备 只要稍有风吹草动 可以立即爆起 秦少游笑了 为了这个笑容 他曾对着同镜练习了很久 顾客就是上帝 春天般的笑容 是必须要有的 客观 吃饭 说话的时候 秦少游的猴节 紧不住在颤抖 一颗心要跳出来 天可怜见 若是这个女子的回答 是奴家看上了你 秦少游很难保证 自己不会在愤怒之下 他掐死他 上官晚感觉到了一丝异样 这个人就是那个书呆子 还算彬彬有礼 只是看自己的眼神 似乎过于炙热 不 是无礼 可是他既然来了 便点点头 嗯 吃饭 秦少游松了口气 这短短的吃饭二字 宛若天籁之夜 秦少游连忙说 啊 客观 请 他激动了 于是亲自绕过了柜台 选了最靠窗的窗户 拿着鸡毛胆子拍了拍 恭恭敬敬地 请上官晚坐下 上官晚是何等人 秦少游的阴险 显得有些过分 他心里冷笑 哼 或许 这个书呆子 是将我当成颜如玉了 他的憨态 倒是有些意思 可惜是个呆子 上官晚在胡凳上坐下 几个侍卫 各自侧了一边 秦少游兴聪聪地 拿了一个单子来 客观 要吃些什么 你看 这是菜单 菜单 上官晚而胡疑 结果菜单 便看到琳琅满目的一个单子 写着 荣华富贵 五彩缤纷之类的菜名 上官晚不由轻笑 似乎对这些别致的菜名 有了些许的兴趣 而且上头的字 似乎也很别致 书法不错 这是上官晚而对字的评价 于是他抬头 浅笑着说 你的书法欠缺了些 可是字体却是别具一格 秦家练习 意识或许有大家风范 秦少游很忧伤 美女啊 我是厨子好吗 夸一个厨子是个好书法家 你认为这样合适 秦少游笑呵呵的 哈哈 扯门夸家 实不敢当 小姐 该点菜了 上官晚顿时想到了 太监打探到的消息 心里一阵恶寒 活有几分被人逼着上刑场的意味 于是他浅笑着说 不知掌柜的高兴大名 秦少游 秦少游已经不耐烦了 上官晚上便笑着说 这名好 啊 先点了菜 看你这儿颇为素雅 名儿亦有深意 字又写得好 你是哪里人士 深沉什么 家里有几口人 想必你是读过书的 读的是什么书 秦少游已经怀疑 唐朝的女人说话 都这么直接的吗 眼前的这位大龄女青年 莫非是真的看上了自己 可是 能先吃了饭 再来查家底吗 秦少游咬咬牙 坚决抵制诱惑 小姐 先点菜好吗 上官晚无奈 他指的有一搭 没意大地说 荣华富贵 这是什么 炒白菜 好名 不过 你们这里有没有 那种 不需要做的菜 啊 什么叫做 不需要做的菜 譬如葡萄 秦少游恶然 你要吃葡萄 你跑这里来做什么 没有 梨呢 也没有 那你叫一个人 去街上买一些来 我吃这个 秦少游感觉自己受伤了 至于吗 好不容易来一个客人 结果竟是让自己 上街去买水果洗干净给他吃 这个人是来砸场子的 秦少游的眉头皱了起来 小姐 这是什么意思 上官玩浅笑 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说 没什么 就是想吃鲤 不对 阴谋 这一定是阴谋 一定是周家派来消遣他的 秦少游愤怒了 他从未有过这样的愤怒 你可以侮辱我的人格 但是不能侮辱我的专业 你们可以谋夺我的家产 但是不能这样落井下石 欺人太甚 秦少游压住怒火 瞪着上官玩 莫非吃我的菜 比挨刀还可怕 转眼之间 这个如木春风的书呆子 就变成了怒木金刚 上官玩亚然 他从未见过这样情绪变化不定的书呆子 身边的几个侍卫想要动手 他美眸一转 是以他们步的造词 转机笑音音地说 我素了爱结界 还有呢 我挑食 秦少游气得发抖 这是挑食 这绝对是挑食 欺我擒压无人 爱洁 就是污蔑如春酒楼的饭菜有问题 说挑食 无非是说做得不好吃 你吃都没吃 就下如此论断 不是寻衅滋事是什么 姓周的 可你没完 秦少游二话不说 便抓住了上官玩的手腕 他下手很重 直接在腕上抓出了一道弹痕 谁也不曾想到 秦少游竟敢行凶 他一下子抓住了上官玩的脉门 几个侍卫纷纷要拔刀 却又顾虑上官玩的性命 反而有些失措 上官玩吃痛 哎呦一声 正待要反击 秦少游却拖着他 怒气冲冲地说 我和你们有什么仇 有什么怨 如春酒楼的声誉 何至于被你们这样诋毁 你们嫌饭菜脏是吗 好 那就让你们亲眼看看后厨 哪里脏了 不能下咽 你就瞧瞧什么叫做美丸佳肴 他拖着上官玩 直接往后厨去了 上官玩打了个猎气 又羞又怒 小腿上一崴 他顿时疼得眼泪都出来了 咬着猪唇 我脚崴了 秦少游放声大笑 师妹王良 你们的阴谋诡计 我会看不穿吗 不要啰嗦 既然坏我久了声誉 便是如我明节 坏我节操 即使不让你们开开眼 我亲自倒来些 秦少游直接拉上上官碗 到了后厨 几个侍卫也连忙 抢上前去 后厨里的秦少听到冻结 见状大惊失色 啊 他 汤 汤弟 秦少游起了性子 天王老子也管不了 他又恢复了狂态 永不容置疑的口吻说 打下手 热锅 秦少择蛇 连忙天柴去了 后厨狭小 聋不了许多人 几个侍卫进不来 秦少游却还抓着上官碗 几乎是用一种 居高临下的口吻说 客官 你要吃什么 上官碗 惊魂未定 俏脸微红 大口喘着粗气 以至于发出了鼻印 他自幼 生在宰相府里 锦衣玉食 后来父亲祸罪 自己被冲入宫中 可是有武则天比喻 也素来是高人一等 何时受过这样的对待 可是眼前这个书呆子 既没有将他当作高高在上的上官至高 也没有怜香惜语之心 可恨又可畏 他还是有点被秦少游的气势所射 却勉强着自己冷静 我 我不知道 很好 你不知道 那就是什么都吃了 秦少游不再理他 对秦叔说 倒 秦少游拿了菜刀 直接往秦少游这边飞来 这是秦少游教他的绝技 秦少游的手在头上虚空一伸 这一面菜刀便稳稳当当地握在他的手里 外头几个侍卫 本要抢先进来制服秦少游 可是被秦少游的这一手吓住了 上官晚上离秦少游很近 若是他们冲进来激怒了这个家伙 谁能保证此人不会狗急跳墙 拿着菜刀暴起伤人 所以侍卫们都没有动 句都实话 这时又听秦少游说 松菜 又是新鲜松菜跑来 秦少游在办公用刀面一拍 这松菜便啪啦一声 直接砸在了砧板上 他此时已经陷入浑然忘物的境界 为的只是要争口气 松菜一落案 手上的菜刀立即动了 松菜极厚实的大白菜 不过秦少游直接用刀去了菜根 留了菜叶 而菜叶切成了长条状 啪啪啪啪 声音急促 而且极有节奏 这切菜到了他的手里 纯粹成了艺术的欣赏 以至于方才还愤恨不已的上官碗 也不禁被吸引 御厨们做菜 他是见过的 事实上 宫廷中许多宴会 都是由上官碗负责安排 他当人识货 这宫里最好的名厨 固然也是刀工了得 却未必有秦少游这般 将刀玩成了 挥毫泼墨湾的艺术境界 刀工其实是东方烹饪的 最重要一环 直接影响到菜色的味感和观感 而秦少游的刀工堪称一绝 片刻功夫 松菜便已切好 秦少游紧接着说 豆腐 而这个功夫 几块豆腐 就已落入了秦少游的刀面上 他手中的刀一转 宛若在半空跳舞 紧接着 豆腐便如雕花一般 被转成了一个个 玻璃蛋大小的圆球 净是没有丝毫的细碎破损 令人叹为观止 秦少游并不急于将豆腐下锅 此时锅里已经煮了热腾腾的水 他直接将松菜炒起 倒入锅中 反手拿起一个盆子 将豆腐装入 随即在豆腐上放了油 撒了细盐 将一根小葱切碎撒上去 上官丸见了 禁不住说 哎 豆腐为何不放进锅里啊 秦少游听了上官丸的话 却是侧目看了上官丸一眼 住口 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 好霸道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畅读书城 这里有你的故事 第七集 上官丸愈怒 起得双肩颤抖 而此刻 秦少游手中拿着长勺 只看着火候 仿佛每一刻的火候和时间 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对于上官丸的忧怨 却是浑然不觉 片刻过后 锅中的松菜熟了 秦少游直接将热腾腾的松菜汤 倒入了一盆豆腐之中 这滚烫的松菜汤 与豆腐一接触 立即发出滋滋响声 一股白烟生腾而起 旋即 浓浓的豆腐 与松菜香气 充盈在厨房之内 不只是如此 那如珍珠一般的豆腐 与翠绿的松菜 交杂在一起 单单只是品相 就已让上官丸 禁不住 食指打动 秦少游淡淡说 这是珍珠翡翠羹 小姐觉得如何 上官丸不答 秦少游为不一笑 为你为意 最后吩咐秦寿 拿那个白瓷瓶来 秦寿二话不说 捧着一个白瓷的小瓶子 到了秦少游的跟前 秦少游接过 将瓷瓶的盖子揭开 里头是黑乎乎的粉末 秦少游用小勺 咬出一勺粉末 撒在这珍珠翡翠羹上 一股浓香 骤然扑鼻 这种香味 不再只是原先的菜香 而是一种奇异的香味 让上官丸的食欲 彻底地被勾了起来 秦少游往珍珠翡翠羹里 所放的 则是鸡精 鸡精的利用 在后世很是广泛 可是在这大粥潮 对饮食界却是一片空白 鸡精的制作很简单 秦少游因彩而作 将蘑菇 鸡肉 虾皮 猪肉干烧熟 烤干碾绵维粉末 再加上葱姜粉等物 搅拌均匀 便可大功告成 别看这东西 在现代毫不齐眼 可是放在大粥潮 却无疑是杀手锏中的杀手锏 这个时代的人 调味无外乎就是 油盐酱醋瓦了 和后世相比 天差地别 上官碗 已经异动了 只见秦少游 将这碗珍珠翡翠羹 推到他的面前 那漫天的香气 更是让他垂鲜三尺 秦少游不客气地说 吃吧 上官碗 他很想上前去尝试 因为这色香俱全的他 似乎在勾魂夺破般的诱惑一样 使他有了胃口 只是他有些气恼秦少游的无礼 于是带着几分执拥 正要说你好大的胆子 上官碗此时冷静下来 想来此前种种关于秦少游的留言 心说 这个小子若是厨艺当真好 何至于生意如此冷清 难道 他以为自己会被他的花靶石所欺骗 于是上官碗不禁后退一步 可是秦少游从他的眼中看出了笔 便忍不住冷冷一笑 下一刻 拿起菜刀狠狠朝砧板一甩 啪的一声 刀锋入目 带着磕磕的颤抖 他目露凶光 瞪着上官碗 吃不吃 上官碗顿时惊得下意识说 我吃 这世上 哪里有人被拿着菜刀 逼迫着人喝汤的呀 可是眼见秦少游凶神恶煞 上官碗只得忍下这样的屈辱 眼睛滴溜溜地看着秦少游 生怕这个书崽子暴起伤人 咸咸细手却是不敢怠慢 咬起一口汤来 小心翼翼地吹凉一下 放入口中 香 一股奇特的鲜味 顿时进入了肺腑之间 与浓香一道入腹的 还有豆腐和松菜的浓稠味感 这味道 上官碗身聚一阵 他曾尝尽天下美食 可就算是拿最好的食材 所做出来的汤羹 竟是都不如这珍珠翡翠羹鲜美 尤其是这个鲜 仿佛直透心脾 饶着他对秦少游恨得咬牙切齿 却还是忍不住说 好吃啊 不经意之间 上官碗露出了憨态 眼眸中散发出陶醉 而秦少游则是鼻孔朝天 早料到他会有如此的反应 这碗汤本就是秦少游蓄意为之 秦少游鼻子很灵 方才已从上官碗身上 闻到一丝丝豆花味 便晓得这位小姐对豆制品情有独钟 再看这小姐脸色虽是不错 可是肤色之中 却透着一丝不同的白皙 这是平日里缺少蛋白质的现象 也就是说 死人吃了几肉 却缺少蛋白质 唯一的解释就是 他不爱吃肉 一个不爱吃肉的人 往往口味都比较清淡 所以他才决定做豆腐汤 正对上官碗儿的胃口 当然 最重要的还是那鸡精 这个跨时代的调味品的出现 足以改变这个时代烹饪的格局 或许鸡精这东西 对于后世的人来说 并没有什么出奇之处 可是这几大称的调味品 放在这个时代 却是如同一个从未吃过糖的孩子 让他尝一尝糖的滋味 那种欲罢不能 让人难以想象 上官碗儿出尝一口 香肩已经微颤 便迫不及待地要尝第二口 只是他忘了吹冷 却是烫了舌头 便忍不住择舌 露出鲜嫩的小舌头 寒太更鲜 好吃吗 别噎着了 亲少游得意洋洋地提醒他 这个家伙 嘚瑟起来一副 没心没肺的嘴脸 实在令上官碗儿暗恨不已 可是上官碗儿已经顾不得许多 张开樱桃小口 用勺子咬了一块豆腐放入口中 这如珍珠般的豆腐 入口即化 鲜而不腻 实在是让人欲罢不能 平时的上官碗儿胃口不大 可是今日胃口却是不小 满满的一碗汤 竟吃了个底朝天 连汤底的残渣都不放过 他抬眸 想起自己失态了 顿时又要发窘 可是想到方才 秦少游的无礼 又有几分沉怒 这种情绪 实在是复杂 嗯 不错 秦少游露出几分得意的笑 伸出手 付钱 我这汤羹乃是百年老店的秘质配方 三十文钱 价钱显然是贵了 可秦少游一点都不介意 把这里改成黑店 上官玩对秦少游的印象 顿时又差了几分 他摸了摸腰间的白宝袋 随手丢出一块碎银 傲然说 够了吗 秦少游直接收起来 不必去颠碎银的分量 便小得圆圆够了 他这才脸上带着笑 误会 误会 方才我误以为 你是那周家派来捣乱的 现在看姑娘 对我的厨艺评价 还算公允 看来这大水冲了龙王庙 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 哼 谁和你是一家人 上官玩心里暗骂 可是在这狭小的厨房 他不好发作 只是冷冷地看了眼 秦少游 于是 众人出了厨房 可当秦少游刚刚从厨房中出来 外头的几个护卫 便已按捺不住 只见他们手臂一动 刀光一闪 急柄明晃晃的大刀 便架在了秦少游的脖子上 秦少游顿时身子一僵 动弹不得 这时 便见上官玩 一脸居傲地吵着说 好大的胆子 你可知道我是谁吗 这个人做的饭菜 好吃是一回事 可是方才对自己无礼 却又是另一回事 上官玩是个女人 又倒是 罪毒妇人心 这个书呆子 居然敢对自己无礼 岂可不给一点颜色看看 秦少游吓了一跳 动争格的 古人还真是野蛮呢 动不动就拔刀相像 连女人都这样凶 不过 他却是笑了 面对树柄杠刀 即便是那不争气的堂兄秦寿 一时在一旁下着瑟瑟发抖 秦少游却是护着手 笑音地说 哼 那么 你可知道我是谁吗 本以为这个书呆子 必定要吓得屁管尿流 上官玩 恨着期待这个家伙的丑态 可谁晓得此人居然比自己还嚣张 这让上官玩更加羞怒 你是谁 这你都看不出来 好吧 我告诉你 我是读书人 上官玩 微微一愣 只是秦少游浑身上下 都透出一股酸秀才的沉浮气息 他摇头晃脑 是可杀 不可辱 我堂堂七十男儿 三岁读经 十岁贯通文史 岂会受你们责辱 你们要杀人 好吧 那就来吧 几个护卫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面面相去 秦少游已经闭上眼睛 口里却是默默唧唧地念着 天地有正气 杂然不流行 下则为何月 上则为日星 这是南宋诗人 闻天祥的正气歌 这个时候被他引出来 还真有几分慷慨赴死的样子 上官玩愣了一下 紧不住扑斥一笑 跟你开玩笑罢了 总之 你让我受了心下 总该给我一点补偿 赶紧给我做几颗珍珠翡翠羹 我好带回 带回家里去 几个护卫见上官玩的态度变了 只得兴兴然受了刀 秦少游 心里冷笑 早知道你们不敢动手的 他方才耍了个心眼 一方面 对一方的护卫 虽然拔刀 可是并没有直接伤人 既然只是刀架在脖子上 那么多半只想吓吓自己 大家虽误会 可是毕竟无冤无仇 实在没有杀人的必要 而其次 他把自己读书人的身份 摆出来 再闻搜搜地念几句诗 这个时代的世人地位 虽然远远 集不上后世的宋朝 可是网杀一个读书人 只怕就是王爷驸马来了 也得掂量一下 注意一下影响 秦少游怕死 而且很怕死 可正因为他算定了这一点 所以非但没有跪地求饶 反而摆出一副 很有骨气的样子 逼迫对方让步 至于上官晚 一见这家伙 酸溜溜地开始念诗 似乎也被点醒了什么 他确实不想杀人 而且欺负一个文弱读书人 也确实是有爱观瞻 索性就泼下驴 扑斥一笑 算是有个台阶 可是面对上官晚的索要 很有骨气的秦少游 自然是断然拒绝 很抱歉 我这里的食物数不外卖 方才成了我所言 我是个读书人 你方才横刀相向 我尚且没有和你理论 你反倒得寸进尺 是何道理 上官晚忍不住醋梅 能真不肯 不肯 莫说是杀了我 便是给我十两银子 我也不肯 十五两呢 秦少游顿了一下 认真地看着上官晚 能不能在家里 上官晚拂袖要走的模样 屁文的不能多 秦少游一愤填膺 你这是在无辱啊 我是读书人 上官晚举起帘布 悬过了身 秦少游不由叹息一句 哎 罢罢罢 你喜欢我做的汤羹 那也算是缘分 十五两就十五两 客官 请到厅中上座 上官晚突然想到死前 有人对秦少游的评价 这个家伙 哪里是个书呆子 读书人真有这样厚的脸皮吗 这是方才的汤羹 让他至今回味无穷 实在有些不舍 使得不争气地说 好 那快一点 上官晚带着护卫 到了厅中 秦少游顿时打起了精神 十五两银子啊 虽然还不足以清偿外债 可是在这个时代 足够寻常人家的一年开销了 秦少游很开心 二话不说就冲进了厨房 朝秦少大喊 上火 一对堂兄弟 便开始在厨房里忙活起来 转眼之间 就是一笔巨款落袋 秦少的眼睛都红了 他一边十五年地帮着他下手 一边忍不住说 十 十五两银子 东价 就几碗汤羹 竟能卖出这个价 天哪 咱们秦家的祖坟 要冒清烟了 秦少游笔试地看了他一眼 一面十五年的做菜 一面说 你错了 汤羹不是钱 值钱的是一个读书人的底线和机操 啊 我不明白 秦少游 卖悠悠悠地说 我只问你 这街上流畅 一晚上什么价钱 制度 也不过十文钱吧 可是那飘香馆卖义不卖身的头牌呢 这个 这个不好说 怕 怕不下百惯 这就是了 同样都是那样的勾当 为何 卖身的不值钱 卖意的反而身价百倍 这是因为 卖意的有底线 有节操 他们可不是什么客人都借 什么客人都伺候 如此一来 反而期货可居了 说到这里 秦少游忍不住感慨 可见对于一个人来说 节操是何等重要 汤哥 说到这里 我就忍不住奉劝你 往后为人处事 一定要坚守原则 要多向我学习 秦少 择了择舌 向 向 东西学习 能不能发 发 发工钱 秦少游 顿时对他怒闹事 兄弟之情 顿时被阶级仇恨所取代 就知道 钱钱钱钱钱 我和你谈信仰 你跟我说钱 和你说原则 你也离不开钱 真是无药可医 如此不可交业 反复阻止 我修与你为伍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畅读书城 这里有你的故事 第八集 几碗汤羹做好 小心翼的装在石盒里 秦少游 良心发现 这一次 竟是不打算 收石盒的钱 买卖嘛 讲究这是 有舍有得 该宰的都宰了 再宰一刀 怪不好意思的 左人要有底线 有原则 银钱虽可贵 节操价更高啊 上官宛使了个眼色 身边的侍卫 已经提了石盒 此时的上官宛 已经恢复了冷军 复着手 一副上位者居高临下 去看秦少游的姿态 那眼眸 颇有点俯瞰蝼蚁的傲然 秦少游呢 也不介意 笑呵呵的 客官 走好 上官宛颇有些恼怒 本是不懈地看着呆子 借此找回一点场子 结果这个家伙 照旧如沐春风 油言不尽 实在叫人气馁 他只好汗手点头 带着几分威胁的口吻 你叫秦少游 我记住你了 客官记得 常来照顾生意 你 上官宛一时雨色 最后突然笑了 好 等着看吧 我们还会再见的 就怕到时候 吓破你的胆 秦少游皱皱眉 不禁在心里想 我已经很后悔 没有再踩他一刀了 上官宛已经走了 临走之前 他回头看了这个酒楼门脸上 悬挂的牌匾一眼 那龙飞凤舞的四个金漆大字 在夕阳之下 如此的醒目 上官宛摇摇头 猛的 他微微一愣 天地有正气 杂然复流行 下则为何月 上则是日星 奇怪 为何这首诗 我不曾听说过 回去查一查为何 他是个书虫 紫幼便在做宰相的父亲 督导之下读书 此后入了宫 负责制告 除了随事武则天 更多的时间 则是将自己 关在御书阁里 他有过目不忘的本事 天下的诗词文章 他自认都在自己的胸腹之中 而方才秦少游念的这首诗 从文具上并不出色 可是细细一撕 却有一种 直书凶意 豪雕式 气壮 山河的气魄 他猛地开始留意起来 又想着石河中的珍珠翡翠羹 让他突然又觉得 这一趟出来 除了那个书呆子 有些讨厌之外 似乎收获不少 就在上官晚离开不久 周老爷确实来了 这周老爷 单名一个蚊子 身材臃肿 气度却不像伤骨 获有几分威仪 一顶小轿 落在了儒春酒楼的大门口 主使刘洋 殷勤地 将周文搀扶出来 周文 头发洗漱 戴着一顶长巾 穿着直领华服 很适雍容 他下轿之后 并没有直接进入酒楼 而是背着手 抬着头 看着那悬挂在门前的匾额 眼神炙热地落在那 除衣无双四个字上 好不容易 他那贪婪的眼眸 才收了回去 随即抬腿 进入了酒楼的大门 秦少游根据从前 那书呆子的记忆 却是认出了他 于是没好气地说 客官 是吃饭吗 周文背着手 不作声 刘洋连忙搬了个椅子来 文才脉油油地坐下 他打量了秦少游一眼 突然笑了 就好像拉家常一样 哎 这个匾额 你终于挂了出来 老夫最担心的 也就是这个 你呢 不过是个书呆子 除了掉书呆 一无所成 其实这个匾额对你没有用 可是对周家 就是用处很大 老夫来这里 只是让你最后 做一个选择 秦少游 见他一老卖老 紧不住冷笑一对 嘿嘿 且慢 你费尽心机 要这个匾额 为的只是吸引天子驾临 是吗 周文的眉头 微微皱起 却并不忌讳 直接了当地说 不错 秦少游游说 天子要追思太子殿下 自然会驾临酒楼 所以 你想事先将这里买下 拿出自己的手艺 做出一桌好宴席 若是能够承受陛下赞赏 那么你们周家 就可以飞狂腾达 我看你们要图谋的 想必是宫中御厨 对不对 周文此番来 是来要挟的 在他印象中 秦少游不但是个矛头小子 更只是个书呆子而已 要逼他就犯 不过轻而易举 可是没想到秦少游的表现 让他有些诧异 秦少游笑得更冷 不过 我看你年过古兮 想来 也没有再为自己谋话 在天子面前大方一彩大 只怕是你的儿子是不是 其实你们周家 早就开始谋划这件事 那么若是我继续推论下去 这两年如春酒楼 生意欲弱千丈 固然有我经营不善的缘故 只怕你们周家在背后 也没少出力吧 比如 你们周家 就在临街开了一个新的酒楼 饭菜的价格 却是便宜许多 比如从前 我父亲还曾带了几个学徒 可是父亲一死 他们便辞工而去 比如你暗中纵容如春酒楼欠下债务 最后统统转到你们的命下 是吗 周文 吕絮微笑 淡淡说 你并不是个书呆子 倒是老夫错看了你 不过事到如今 即便你洞悉了真相 那又如何 这个酒楼 迟早是老夫的囊中之物 而现在 老夫一说了 老夫给你选择 要么 你带着一笔银子 无论是拿去挥霍也好 留着安生立命也罢 可是这酒楼 还有那块牌匾 却是必须留下 要么 从明日开始 老夫让你在洛阳 无法立足 不但叫你身败名裂 还有让你吃上官司 法配为奴 何去何从 你自己思量吧 危险 赤裸裸的危险啊 金少游虽然早有怀疑 可是直到这个老东西亲口承认 才真正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如春酒楼的今日何止是因为一个书呆子的愚蠢 还与眼前这个老东西不无关系 秦少游 秦少游笑了 笑得如沐春风 然后他背着手 摇头晃脑说 是书知道 是书知道飘香馆的头牌是什么价吗 周文愣了一下 秦少游自问自答 一副心向网织的口吻说 有价无事 顿了一下 他又继续说 这是为何 因为他们有原则 有底线 有节操 很不幸 他们恰是我学习的榜样 我瞒你说 其实 我也是个很有节操的人 所以 试书慢走 书不远送 周文的眼眸里 已经掠过了一丝杀机 一旁的狗腿的刘洋 恶狠狠地说 放肆 你 住口 这是我的酒楼 可有你放肆的份吗 秦少游故意把我的酒楼四个字 咬得很重 意味深长 周文冷笑一声 长事而起 留下了一句话 不是你的 就不是你的 万事莫抢求 小心误了清清性命 说完 便拂笑而去 刘洋还忍不住回头 脆了一口 呸 走着瞧吧 秦少游不禁摇头 心情 却是准重起来 如春酒楼真正的危机 看来终于要爆发了 秦少游不禁摇头 秦少游两世为人 一直希望自己这一世能够活得快乐简单 可似乎 可似乎连这样的小小要求都变成了奢侈 匹夫无罪 怀避其罪 他想要快乐 可是有人偏生要恶心他 他想要简单 事情的发展 终究还是变得更加复杂了 唉 树欲静 而风不止啊 汤哥 你来 早在礼堂探头探脑的秦少 连忙冒出头来 他有点怕周老爷 方才的话 秦少听得清清楚楚 为此 他很是一分填膺了一番 眼看美好的生活就在眼前 可是周杰却是彻底打破了愉快 强加给了他心灵上的痛苦 汤哥 你看我像老实人吗 秦少 居然沉吟了两久 这种涉嫌侮辱人格的愁愁 让秦少游 很有掐死他的冲动 于是秦少游 只得自问自答 我从前还是太老实了呀 以至于什么阿猫阿狗 都骑到我的身上 我本身性善良 怀着一颗赤子之心 善气迎人 结果 却是落到这样的境地 所以 明日开始 我要做一个坏人 一个很坏的坏人 秦少游 于衷心肠地看了秦少一眼 接着说 往后 再有人欺负我 我一定要十倍 百倍的讨要回来 谁他娘的再有事 没事讨要工钱 我就跟他施不两利 就算他是亲戚 要大一面亲 秦少忍不住 苦着脸 喂 他 他 堂弟 我没找你啊 是吗 秦少游心情平复了 然后捡起 柜上的陈年账布 风轻云淡 哦 我竟是忘了 你已有九个时辰 没讨工钱了 嗯 这样很好 继续保持 四日一大清早 秦少游洗漱过后 便一如既往地 前去柜台闲坐了 客人总是会有的 秦少游 渐渐有了信心 前些十日的清闲 让他有了撑着脑袋 在这跪前睡 回笼觉的习惯 这真不怪的蓝伞 实在是生意 淡出个鸟来 不打瞌睡 叫人平添惆怅 只是半炷香之后 一声理直气壮的吼叫 惊扰了秦少游的美梦 哎哎哎 秦少秦少 来两碗粥 加个吹饼 不用说 声音的主人 还是老熟人邓剑 秦少游顿时火冒散仗 没王法了 这可是天子脚下 受善之都 每天吃我白粥 看我好欺负嘛 他怒气冲冲地抬眸 抄起手里的算盘 算盘能做凶器吗 邓剑坐在了胡凳上 趴在桌子上 朝秦少游打了个招呼 哎 秦哥 起得真早 来来来 千上两碗粥 我有大事要告诉你 秦少游冷冷说 这里没粥 邓剑不又怒了 等他 你要怎样 秦少游脸色复杂 他顿了好一会儿 才说 别忙着吃 我先和你讲道理 哎呀 实在不是秦少游 胆小怕失 他不是什么 扭起轰轰的穿越者 别看在秦寿 还有那来路不明的小姐跟前 心得气势汹汹 那是因为 那些人要么 是有身份的人 要么就是渣渣 可是邓剑不一样 邓剑来路不明 社会关系复杂 脸皮又八十厚 这样的人 还是区别对待为好 讲道理 毕竟没什么危险 不会涉及到 人身安全嘛 邓剑的脸色缓和下来 这个时候 你给我讲什么道理 你这臭书生 好不小事 我特意大清早赶来 真以为是稀罕你的梁万周 小气 秦少游气得鼻子都歪了 什么什么什么 小气 欠了一屁股外债 你来这儿骗吃骗喝 反倒说我小气了 哎呦 天理何在 天理何在 王法何在 邓剑又慢悠悠地说 你要讲道理 待会儿 理应去赤县衙里 与那流露室去说 和我说有什么用 实话告诉你 我有哥们在衙里做差役 说是昨天夜里 周家就有人跑去 寻了流露室 就在半个时辰前 周家的人 已经前去县衙 状告你欠债不还 你等着看 很快就有差役 拿鞠票来拿你 到了公堂上 少不得要理论 说到这里 邓剑压低了声音 接着说 实话告诉你 左堂的流露室 和周家 关系匪浅 周家那边 据说还握有借据 一旦事实确凿 虽说这赖账 不过是小罪 可若是 从重一些 也足以 刁民无法无天 来处置了 即便是流放 也是有的 亲哥啊 太坏了 比我还坏 我欠了人银子 上海小都还 你 呸 你就小的骗吃骗喝 能欠人银子吗 秦少游 经不住反唇响气 不过却也知道 邓剑是好心 他只得抱着脑袋说 这么说来 事情很糟糕了 若是躲不过今世 不但酒楼没了 可能还有牢狱之灾 邓剑笑呵呵的 嘿嘿 这倒是无妨 大不了 关了进去 我里头有几个根 传个消息 总会有人 照看你的 谁叫我一波云天呢 那个 先上两碗粥 再来两个炊饼 秦少游把嘴撇到一边 喂 你既然知道 我欠了一屁股战 还忍心吃我的粥 邓大哥 你寻别处的冤大头吧 我们来讲讲道理 你们这点好汉 理应吃的是百家饭 是不是 可是专挑我一下吃 这是何其残忍的事 劫子而鱼的道理 想了你是懂的 隔壁所转 有家秋水楼 那掌柜看着 不是也很好欺负吗 邓剑生气了 冷着脸 真是小气 我倒别出去 秦少游指的说 慢着慢着 还是吃吧 赶紧吃 我还要打官司 待会儿要关门 他已没兴趣理会邓剑了 忙着去后厨 找来了秦寿 去把牌柄拆下来 咱们准备打官司 果不其然 只是半炷香不到 就赤县的牙翼过来了 所谓赤县 便是京畿县制的称呼 神都治下有二县 一个是河南县 另一个则是洛阳县 秦少游的户籍 属于洛阳县内 因而来的便是洛阳县柴翼 至于那个签发了 居票的推示 在大唐 县里本是不设推示的 只是这洛阳县 乃是天子脚下 这才设推示二人 协助县令县城办公 主管的就是行明 其实 他们的官职并不高 不过区区八品 不过对于寻常百姓来说 却足以断人生死 假如这个推示 当真和周家关系匪浅 那么讲道理可就不容易了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畅读书城 这里有你的故事 第九集 这差一来时 本是鼻孔滔天 正要锁拿了秦少游便走 此时 邓剑凑上来 笑嘻嘻地打招呼 那差一见了他 眉开眼笑地说 哎哟 邓哥也在 从来都是官匪一家 洛阳县的差一 几会不认得邓剑 而且看上去 还颇为数落 邓剑连忙说 不必所拿 不必所拿了 这是读书人 平时对着乐善好诗 都是自家人 难道还跑跑了 差一刀也痛快 只是冷冷地 看了秦少游一眼 公务是公务 私情是私情 既然邓哥说了情 倒是好说 只是到了县里 嘿嘿嘿 却是没有这样的 顺顺人情了 秦少游客客气气地 向差一行了个礼 差人的恩德 秦某铭记于心 到了牙里 无论死活 都是秦某自己的事 好吧 请 这个家伙倒还算逝去 差一和邓剑寒暄几句 便带着秦少游动了身 秦少游的案子审理 只是在偏堂 毕竟只是欠人钱财的纠纷 虽然也足以论罪 但却还劳不动赤县县令 亲自动身来审 一般都是推氏负责罢了 刘推氏所负责的 就是这天子脚下的 诸多林里纷争 他戴着纱帽 穿着一件浅青色的袍子 显示出他的级别低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不过 他虽只是芝麻绿豆的官 尤其在这神都 是怕连蚂蚁都不如 可是 他却显得很是富太 一副养尊处优的样子 别看官儿小 这却是肥产 若是遇到了大案 不然他连审理的资格都没有 可是大案往往要交刑部审核 甚至牵扯到的重要人物 根本就没有回旋的余地 想要从中做手脚 难如登天 莫说是油水 一旦牵扯到什么不该牵扯的事 说不准 弥天大祸就来了 杀人这样的大案子 想要发案很难 在天子脚下 若是不能秉公办理 一个玩忽职手 就可能取了乌纱 反观刘推氏 断的都是民事小案 看上去不重要 实则这里头油水 醉是丰厚 且绝不会有什么后患 事宜 这位刘推氏心宽体盘 腰间虽然记着的 只是个铜腰带 甚至连挂鱼带的资格都没有 却不曾有什么怨言 站在下侧的周文 却是刘推氏的老主顾 平时偶有私交 偶尔刘推氏也愿意为周家 做一些举手之劳的小事 换来的当然是周家逢年过节的捷径 刘推氏眉着眼 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 他一看了撞指 手指头很有气派地敲着暗毒 会坐在蒲团之上 沉吟片刻 一个小小的书呆子 也劳尊驾亲自来状告吗 这只是寻常的钱财纠纷 证据确凿 无必如此大费周章 周文面带笑容 忙是行礼 啊 这个秦少游 最是无礼 赦下了钱财 却是厚颜无耻 白般抵赖 老朽气不过 只求一个公道 刘推氏却没有动容 他在推敲周文的言外之意 于是故作淡然地点点头 嗯 除了时期变卖家产 清偿债务之外 如此刁民 看来是该好好教训 以井效尤 刘推氏顿了顿 似笑非笑地看了周文一眼 只是动行总有轻重啊 周文吕须 眼眸里略过一丝冷冽 重一些总是好的 刘推氏点头 轻描淡写地说 嗯 那就断足吧 只是这一句轻描淡写的话 一个人的命运 也就从此决定 欠债不还 本不必严惩 只多也就是烧事成家而已 只是这牙里自有他的潜规则 只需一个眼色 动行时稍微失些手段 就可惠人一生 周文和和一笑 拱了拱手 谢谢大人 刘推氏淡淡一笑 哎 举手是老 何必言些 秦少游已抵达了县衙 县衙占地不小 距离西水较近 因而人流不少 只是这县衙 却显得有些破败 原因吧 你懂的 神多的衙门 数百上千 随便一个衙门 都比洛阳县衙级别 要高得多 按照某些 不可言传 只可议会的规矩 县衙若是显得很高紧 就不免于理了 压他的衙衙 爱着瞪剑的颜面 对秦少游没有为难 只是到了衙门口 便心平气和地说 我这就去交送鞠牌 依在此等候 若敢逃逸 便是重罪 待会儿 最会儿带你进去 秦少游 人处无害 啊 好 我在这里老是等着 差异免不了 和门口的几个同僚 打了个招呼 让他们看着秦少游 便进去不命了 他人一走 秦少游二话不说 便往衙策的 鸣鸣谷那儿冲去 这鸣鸣谷 鼓已有之 乃是汉高祖刘邦 为方便百姓告状 特下圣旨 命各级官署大门 必须各置一鼓一钟 并规定 忠鼓一响 官必上唐 鸣显是便民得正 秦少游这个动作 当然下了门口的几个 差一跳 须知这鸣鸣远古 往往都是大案 严重影响到天子脚下的和谐 洛阳县治下 若是出了个千古奇缘 这可是严重影响官生的事 几个人来不及多想便追上去 而秦少游呢 却已到了明远古前 他正要拿锤击鼓 心里却咯噔一声 呆在了当场 他娘的 鼓锤竟是没有 想来 这便是要防范有刁民姿势了 而这时候 几个差一已经逼近 这大鼓乃是用牛皮绷紧 单纯用手 是绝技敲不动的 秦少游急了 直接拾起一块石头 有差一以自身后拦腰抱住他 喉里大叫 大胆刁民 秦少游集中生智 直接抡起臂膀 狠狠将手中的石头 朝明远古砸去 咚 大功告成 秦少游的后腰一松 后头抱他的差一松了手 一个个神色冷峻起来 明了鼓 就意味着有一桩 不得不解决的案子 在洛阳县出现 甚至今日这个审判 极有可能要记载入县制中 若是再严重一些 甚至可能会上达天厅 朝中的殿院 台院 茶院 刑部 都要过温 这个家伙 疯了 听到外头的鼓声 本还有闲情的流推士 脸色微微一变 明远古 已经足足几年 没有被敲过了 几年之前敲响的时候 恰逢遭遇的是一桩 牵涉十几条人命的灭门惨 那件事曾轰动一时 当时的赤县县令 就因为这个被监察御师 指责为昏溃无能 从此 试图坎坷 而现在 鼓声又响 正在这时 有虚力急报 大人 有人自称是如春 酒楼秦少游 状告有人谋夺家产 击顾明远 刘推士和周文两人 面面相去 随即 刘推士勃然打怒 他还倒是谁来明远 原来是那个 不知死活的书呆子 跑来反告 这里头 其实牵涉到了 一个程序的问题 周文告秦少游 那是民事纠纷 所以 只是小案 案职责 乃是刘推士来审 可是秦少游 击鼓明远 这就是大案 如此一来 刘推士 就没有审判的资格了 必须得劳动 现尊亲自过审 而且审判的地点 也不可能在偏堂 而应去亲民堂 除此之外 那秦少游 背着的乃是一个 钱财纠纷的小案 他虽是被告 可是眼下 却因为这击鼓明远的大案 瞬间化被动为主动 成了原告 击鼓明远的后果 自不代言 一旦所告不实 便是万劫不复 可是眼下 对于刘推士来说 原本完全在自己掌控中的民事案 突然失去了掌控 实在让他不愿 可即便如此 他还是对周文说 此番几鼓 必定要惊动现尊 你既是被告之人 按规矩 也理当到堂下去候审 不过不必怕 一个书呆子 能翻出什么浪来 本官这就一步去清明堂 陷于县尊交涉 周文点点头 假若这秦少游所告不实 理当如何 刘推士带着冷笑 所告不实 就是死无葬身之地 正好 碎了你的心愿 周文的心里倒是踏实了 为了谋夺那块牌匾 周文密谋 不是一天两天 对秦少游的秉性 摸得很透 这就是个不安事事的书呆子 想必他又犯魂了 敢击鼓鸣冤 给县尊制造麻烦 自己这边又有刘推士暗中帮衬 秦少游这是自寻死路 想到这里 他屡须出了偏堂 到了亲民堂的廊下等候 县衙之内 顿时鸡飞狗跳 这县令乃是姓刘 刘宪令一听外头明冤鼓起 顿时大感头痛 指得正官抵达亲民堂 两班差役各持水果问站班 刘推士则是小心翼翼地走进来 到了暗度一侧 压低声音 刘宫 几股明冤之人有些明堂 刘宪令的脸色很不好看 却还是耐着性子说 哦 这是从何说起 刘推士便引去了自己与周文相熟的情节 偏向着周文将事情的经过 打略地说了一遍 刘宪令压着眉头 面露愿怒之色 嗯 如此说来 倒是刁民反告了 大地如此 刘宪令心里对秦少游更增了恶感 金氏一通鸣冤鼓 给他的官声上蒙上一层污点不说 假如秦少游只是因为被告而反告 那此子便真是可恶了 他猛拍荆堂目 来 待人 在紫环殿 宫中午膳之丰盛 自是不必代言 上官晚随假 偶尔也会陪着陛下用膳 他乃是女皇心腹中的心腹 虽名侍兆女官 地位却与寻常女官大不相同 只是即便再如何受宠 规矩却终究是规矩 女皇陛下登基之后 使人悔育甚多 为了巩固地业 强化女皇的地位 大周朝的礼制都带有某种神圣的色彩 比如 当今女皇便自称为圣神皇帝 而这洛阳则改为神都 即他自诩为神 自然要与凡人有别 便是用膳 也只是身居在那厚重的围蔓之后 独自一桌 独享驾肴 上官婉儿则在维曼跟前 设一场案 与陛下隔着一层杀杖救灿 只是今日 上官婉儿显得有些心神不舒 岸上的佳肴 竟是不曾动用 维曼之内 传出温和的声音 婉儿 可有心事 陛下 我 你又要分辨了什么 既是没有心事 却又为何不饮不食啊 上官婉儿的心里苦笑 昨日吃了秦少游的汤 让他至今回味无穷 如今再吃这些口味过重的佳肴 反而没什么胃口了 只是这些 他却不能说出来 于是 隐隐一笑 哦 陈亲是身子有所不是 哦 既如此 那就去歇了吧 是 上官婉儿起身 行了大礼 便徐徐退了出去 他其实是个极有规律的人 但凡离了天子 总是随不去制告房 或者灵烟阁读书 那灵烟阁 为人熟知的 只是二十四宫臣的画像 却不知 那里乃是宫中藏书所在 无数孤本书册 宛如浩瀚星辰 只是今日 上官婉儿却没有读书的心思 虽然他很想去查一查 那句天地有正气 杂人 富流行 出自哪里 只是饭菜不可口 又让他怀念起了 珍珠飞翠羹的滋味 便索性去制告房了 只是一道制告房 却恰好有个太监 气喘吁吁进来 制告姑姑 洛阳县 有人击鼓明渊 上官马儿不为所动 没好气地说 击鼓明渊 与我何干 那是刑狱之事 击鼓的是秦少游 是他 上官马儿明白了 因为陛下特意嘱咐过 儒春酒楼 所以对于那里的一切 上官马儿不但留心 而且已命人暗中监视 现在 儒春酒楼的秦少游 闹出了一桩击鼓明渊的答案 嘴下都自然第一时间报上来 哦 为的是什么事 这却不知 只是小的有人告着秦少游 欠账不还 上官马儿 冷峻不禁 我明白了 以他不肯吃亏的性责 人家告他 他定要告人 他可不是书呆子 他是一个不肯吃亏 咽过拔毛的奸命小人 很好 不要理会 命完等人 按兵不动 只要不伤了性命就好 让洛阳县给他一点苦头吃吧 打一顿才好 打了一顿 看他敢不敢再放肆 他的心情 突然变得格外愉悦起来 于是随手拿起按照一份未完的告命 心不在焉的观看 下去吧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畅读书城 这里有你的故事 第十集 秦少游此时 移到了亲民堂上 便见正上坊 一名飞袍官员 正经跪坐 左右是两班差役 而暗读下策 又跪坐一人 此人 便是刘推氏 刘推氏此刻 正冷冷地看着他 分明不怀好意 秦少游目不斜视 上前一半 草民秦少游 见过父母大人 柳县令对秦少游的印象 是先入为主 况且 这家伙击骨 使自己的官省 岌岌可危 因而 拍弃荆堂木 只将他 当作犯人来审 来者何人 有何冤情 秦少游 毕恭毕敬 父母老大人 草民姓秦 明少游 乃洛阳人士 草民祖孙树代 适居于洛阳 以经营九四为生 草民自幼 读过一些书 见这个家伙 摇头晃脑 就差把自己祖东十八代的底细 都要翻出来 柳县令 感到很烦躁 他顿时明白 秦少游 为何会击骨鸣冤了 大抵是此等人 不安事事 读书读傻了 将书本中的世界 带入了现实 可是本县 招谁惹谁了 你一步小事 却来坑我不成 柳县令 怒气冲冲地 打断了他的话 好了好了 快说 你所告何人 为何要告 秦少游很较真 他执拗地说 父母大人 若要知道草民 所告何人 为何而告 这话 说起来可就长了 这柳县令 差点没吐血 若不是这秦少游 是原告 案里不该动性 更何况 凡是这样的案子 一般都要送去 刑部查验 不分青红皂白 便打 有碍观生 柳县令 恨不得立即 叫人掌嘴 简短一些说 一旁的刘推使 见了柳县令 不悦之色 心里便忍不住想笑 这个秦少游 还真是个呆子 惹恼了柳县令 待会儿 有的是骨头吃 秦少游依然摇头晃脑 学生想了想 此事事关重大 还是不能说 这被告之人周文 尚未传道 理应先传来对质 柳县令气得脸色发黑 好不容易 他才缓过劲来 只知三言两语 他就知道 这秦少游是个什么人了 这是个较真儿的人 是个拿着书本来较真儿的人 对付这样的人 你还真不能把他怎么样 于是他指的说 所告之人周文 现今在何处 差一回答 就在堂外廊下 传 片刻功夫 周文来了 秦少游一见周文 立即打叫 大人 学生要告的就是他 他要谋奪学生祖业 周文向柳县令行了一礼 而一边的流推士 给他使了个眼色 周文会议 大人 此子颠倒黑白 请大人明察 这样的小纠线 这样的小纠纷 居然闹得这样大 说出去都要笑掉大牙 柳县令冷了脸说 苏静 你们一一到来 秦少游是吗 你先说 秦少游 文质彬彬地行了个礼 大人 草民既成祖业 有一酒楼 名为 如春酒楼 文艺可赖以为生 可这周文 寄予我的家业 先是在如春酒楼的附近 开了一家酒楼 不惜成本 押击韭菜的价格 为的 就是打击如春酒楼的生意 借此吞并 草民的家业 草民无以为一 势单力薄 万不得已 只好请父母大人做主 秦少游话音落下 坐在柳县令身边的流推士 不由师生笑了起来 秦少游状告的事 简直就是玩笑 人家开了酒楼 打击了你的生意 这做买卖的 难道不都是如此的吗 果然 六县令顿时明白了什么 他先是听了流推士的钟言 又见秦少游 胡搅蛮缠 立即就看出了 一些事情了 如果这里不是神都 那些个地方官遇到这么个家伙 早就一声令下 直接打江出去了 神都毕竟有神都的好处 这里多少还是讲一些道理的 柳县令不止可否 而是看向周文 你有什么话说 表面上 似乎没有表露自己的好物 可是柳县令刻意让周文辩解 态度自明 周文好征以侠地说 大人 秦少游这是血口喷人 草民乃是本分的商人 做买卖讲究这是物美价廉 这又何错之有 莫非韭菜价格低廉 也有错吗 这秦少游 无我图谋他的家产 他自己经营不善 却是怪到了草民的头上 这又是什么道理 再有 草民其实与他颇有些旧情 算是世交 对他也颇为欣赏 还曾想过将自家女儿下嫁于他 而特意专程请了没人说何 大人想想 假若老夫对他有成见 何以会遭他自家的女儿 再有他经营不善 债台高筑 便是酒楼的食材都难以备足 又是草民借了钱给他 才使得他渡过难关 可是草民万万想不到 此子狼子野心 非但不敢而重伤草民 大人明鉴 恳请大人为草民做主 他这一番话 是早已想好的复告 每一句都切中要害 做出一副受害者的模样 引人同情 这个老家伙 莫非也看过演员的自我修养不成 秦少游见他这副样子 一张老脸 眼中居然还禽出泪花 心里不由付费 柳县令身去一阵 你说 要将女儿下嫁给秦少游 可有人证 有 媒婆李二娘可以作证 那么你说 曾借的钱财 可有真凭实据 大人 这是有的 草民已经带来了 白纸黑字 绝不敢欺瞒大人 柳县令眼眸一转 怒了 他猛拍青唐木 对秦少游打贺 秦少游 事到如今 你还有何话可说 周温对你有恩 你却反告他 你这等刁民 实实禽兽不如 来人 听到来人二字 刘推氏和周温变小的 县令大人 要准备动行了 他们二人对视眼 露出了 灰心的笑容 此时 秦少游连忙说 亲们 刘先令手里 已经拿起 暗读上的 朱七令箭 见秦少游 敢打断自己 更是怒不可遏 你还有什么话说 秦少游说 大人 其实 周温此前 种种作为 要谋夺的 不是草民的酒楼 而是一幅字 柳先令又好气 又好笑 冷笑了一声 哼 一幅字 会比酒楼 还要金贵 你这刁民 好大的胆子 来人 几个差役 摩拳擦掌 眼看柳先令 正在气头上 要狠狠教训 秦少游 便都鼓足了精神 与此同时 周文和刘推氏 对视眼 他们知道 接下来 就该进入 殴打刁民的程序 有好戏看了 秦少游 却还在辩解 确实是为了那幅字 草民绝不敢欺瞒大人 柳先令气势汹汹 眼前这个家伙 敲鸣冤骨 差点毁了自己的观声 自己怎肯放过 于是将令签一丢 狠狠地打 气势汹汹的差役 撸着袖子上前了 秦少游大喊 大人 小人冤枉 心里却在默念 十 九 二 一 我去 秦兽你个王八蛋 没有实际观念哪 秦少游突然发现 自己的安排 有那么一点点纰漏 因为在来之前 他置诸在握 却是叫那秦兽扛着那匾鹅来 不过 他似乎忘了 这个世上 有一种队友 他姓 朱 差役们 已经搬来个长条胡凳 又拉起秦少游 又扒下他的裤子 秦少游心头活起 我去 你以为你是隔壁老王 动不动 半人哭头 而就在这时 一声大吼 唐弟 唐弟 来了 来了 此时便见那虎背熊摇的秦兽 扛着匾鹅 往一门外斗冲来 几个差要拦 跟在秦兽后头的瞪剑 气喘吁吁地陪着笑 喂喂 王哥 这是我兄弟 自家人 秦兽似乎意识到 这里是官崖 不该如此莽撞 于是身子一转 正待要赔罪 结果扛在肩头上的匾鹅 一个甩尾 啪的一下 直接将身后一个拆一击飞了 瞪剑的脸色 顿时变了 他脸盲说 这是我朋友 姓子鲁玛 我不认识他 和他一点干净都没有 说完 灰溜溜地飘袍 柳县令这个怒啊 刁民他见得多了 这样嚣张地 从未见过 他猛拍荆堂木 何人喧哗 带上来 秦兽已经来了 他扛着扁鹅 啪哒一下 落在地上 柳县令正要叫人动手 秦少游来了精神 大人 周家要谋夺的 就是牌匾上这幅寺 柳县令定睛一看 只见上头 写着厨艺无双 这本没什么稀奇 可是他继续往下看 整个身躯 不由自主的一阵 嘴皮子开始哆嗦了 显庆元年 围猎盲山 杏林春楼 长此佳肴 带王 李红 柳县令脑袋 就好像要炸开一样 他手还举着荆堂木 可是这荆堂木 就在半空 啪哒一声 荆堂木无力落下 柳县令整个人 像是被抽空了一样 带王 就是先太子 先太子 猝死 当今陛下的亲生骨肉 却又疑似 为母所害 不知不觉 柳县令大汗淋漓 这时候 秦少游说 这幅字 还要从先父说起 当年先太子殿下 突经如春酒楼 对先父的菜肴赞不绝口 因而亲书下 除以无双四字 先父死后 那周文对这幅字 垂涎不已 是以先是嫁女说梅 又是开办酒楼 与草民的酒楼竞争 此后又暗中所有人放债 大人明鉴 这些话 刘县令已经没什么兴趣听了 他满脸怒容地 看向刘推氏 刘推氏则吃惊地看着周文 好一个周文啊 牵涉到了先太子 你居然没说 周文低着头 冷汗直流 心里只是想着 秦少游这个家伙 连这个都搬到了公堂上 这分明是要鱼死网破了 这家伙真是疯了 莫不知 拿先太子来消遣 固然可以杀敌一千 却也要自损八百吗 太子李洪 可是个极为敏感的人物啊 这个人虽然在暗地里 已经引起了轩然大波 可是在这台面上 却一直是个忌讳 这里头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 李洪死得太微妙 牵涉很大 因为谁也不知道 李洪是如何死的 是当真被当今陛下杀死 还是传闻所说的错死 众说纷纭 私底下有许多的争议 正因为如此 柳县令感觉 压力很大呀 他猛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这个案子 根本就没得判 无论最后判定的是什么结果 都要承送刑部 而假如 如果有人借着这个案子 把李洪的陈年旧事翻出来 会怎么样 柳县令几乎不可想象 他虽是县令 乃是五品大员 可是在这神都 却是蚂一样的存在 一旦先太子李洪之事 闹得沸沸扬扬 这个后果 是自己能够承担得起的吗 柳县令立即打定主意 李洪这个名字 绝不能出现在判决之中 必须压下去 于是 这位县令大人 一味深长地 看了秦少游一眼 秦少游是吗 那符字 怕是你屋中生有吧 秦少游客客气气 大人 草民敢拿这样的事开玩笑吗 草民自知 周家财大势大 可是为了保住家业 为请父母大人为草民做主 草民不胜感激 这个人不过是个书呆子 看来周家谋夺那符字 极有可能是真的 至于周家如何利用那符字 与本县无关了 只是有人要拿这符字来做文章 那是他们的事 只要不牵扯到本县 倒也无妨 既是个书呆子 本县略施手段 让他不闹即可 事情压下去 比本县无关了 刘县令心里想着 脸色变得高深莫测起来 他侧目看了一旁的刘推视野 又看看周文 于是慢悠悠地说 周文 他说你谋夺这幅字画 所告如实吗 周文摇了摇头 断无此事 刘县令便如沐春风般地笑了 现在看来倒是一场误会 刘推视 你看这周文和秦少游本事事交 他将秦少游视若子直 却差点因为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 差点反目成仇 这不是什么化解不开的矛盾 依本县看 秦少游 你看周文也说了 并没有企图你祖业的意思 而你呢 可曾欠他的银钱吗 这是周文 故意谋夺我家祖业 和那幅字的手段 秦少游 故意把那幅字三个字 咬得很重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畅读树成 这里有你的故事 第十一集 柳县令 捋着胡须微吟下 年轻人不小事 尽说糊涂话 什么手段 什么谋夺 这只是你的妄测而已 周文 你说是吗 周文此时指的说 大人所言甚是 刘县令又说 既然周文 无意谋夺秦少游的家业 那此事 不妨如此 此前秦少游 欠周文的钱 就此看在本县的面上 就此作罢 你们两家呢 化干戈为玉帛 如何 周文愣住了 他万万想不到 刘县令二话不说 直接就把自己卖了 欠条就此作罢 这可是九十多关钱 不是小数 即便以周文这样的身价 也足以肉痛 更何况 平时为了喂饱刘推氏这些人 逢年过节 不知米费多少 结果到了现在 他们不但不为自己出头 反而一转手就卖了自己 这还有天理吗 周文心如刀割地看向刘推氏 刘推氏立即揣摩到了刘县令的意思 这个案子 审到现在是不能再审了 自己若是在旁火上添油 极有可能惹来上官的不快 于是他暗暗朝周文点了点头 瞬间 周文一下子却明白了 这个匾额 若是直接当众拿出来 昭告天下 必定引发无数非议 所以周文本来预料 秦少游没有这样大的胆子 因为谁也不知宫中对这件事 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一旦宫中生出了恶念 可能秦少游就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可是他万万想不到的变数是 秦少游把这匾额拿出来 可能会死 可在场的许多人 难道就不怕萤火烧身 就比如柳县令 他也害怕 他害怕 就会把牌匾的盖子捂住 要捂住 就要牺牲自己 而秦少游呢 既然柳县令已经把事情捂住 那么这块牌匾虽是拿了出来 其实和没拿一样 也就是说 秦少游这根本就不是同归于尽 从一开始 这个牌匾这个牌匾拿出来的时候 坑得只有自己 周游只得教员 大人 这 这不是小数 柳县令已经不耐烦了 一方才 自己说代他如此之 怎么 你是欺瞒本官吗 这官微压下来 周游顿时下得魂不附体 他可没秦少游这样的勇气 啊 这 这 这是 柳县令不理他了 勉强露出一些笑容 对秦少游说 啊 秦少游 你看 周文与你的欠账一笔勾销 至于这个案子 就此了结 你怎么说 秦少游说 大人英明 就怕周文不肯 柳县令快刀斩乱麻 冷冷一笑 他岂有不肯之理 若是不肯 本县自然为你做主 本县说了 化干戈为玉帛 周文 你立即将欠条还给秦少游 自此一笔勾销 周文脸色蜡黄 差点没一下子摊下去 九十多贯钱就这么没了 只是这柳县令 他怎么招惹得起 只是形势比人强 他只得将欠条从袖中取出 对着秦少游 对着秦少游勉强 勉强露出笑容 先知 秦少游飞快地接过欠条 却并不领情 把脸别到一旁 鼻孔朝天 周文恨不得从地缝中钻进去 不禁咬牙切齿 柳县令终于松了口气 好了 既然如此 就此退堂 秦少游又是朗声说 大人英明 于是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带着秦少告辞而去 周文还是失魂落魄地 处理原地 老半天没回过神来 倒是那柳县令 常常松了一口气 不愿久留 正带要走 周文不又上前一步 大人 他还希望挽回一点什么 柳县令却是逃得冷哼一声 拂笑而去 这柳县令一走 周文立即走进刘推氏 刘推氏 献尊大人他 刘推氏的脸色更加难看 他冷了说 匾额的事 你为何不早说 如此一来 不但让县尊下不来台 便是本官爷跟着受累 县尊大人怒火难平 这个时候 你还要做什么 平时这个刘推氏 周文可没少给他孝敬 谁晓得转眼之间便翻脸不认人 周文不甘心地说 那秦少游欺人太甚 老夫与他不共戴天 大人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要这个人倒霉 到底需要多少银钱 刘推氏 刘推氏 刘推氏微微一愣 心里便了然了 周文这是要做散财童子 想了想 刘推氏伸出了三根手指头 三百官 周文睁大眼睛 显得有些肉疼 刘推氏淡淡说 这个人不好对付 他手里有什么东西 你确实知道的 以本官之能 怕是轻易动他不得 所以少不得要上下打点 再者说 献尊大人奋恨南平 迁怒于你 你多出一些银钱 也是理所当然 周文脸色青一块 红一块 最后跺跺脚 好 这三百官 我出 他是真正打算 不撞南墙不回头呢 这口气 实在是咽不下去 秦少游出了衙门 便看到这衙外 有无数的人 朝这里涌来 原来大家听到了 有人鸣鼓 都来看热闹 结果知道告状的 是自己这个书呆子 于是兴趣更浓 外头乌鸦鸦的 竟有许多人 都是要来违看的 谁晓得人才刚到 结果案子就无疾而终了 大家 不免有些遗憾 也有些街坊 是认得秦少游的 便有人说 哎呀 秦哥啊 这状 怎的只够了一半呢 秦呆子 不许叫我呆子 秦少游对那群人中的一个泼皮 怒目以示 你本来就是书呆子嘛 难得你击鼓鸣冤 弟兄们特意跑来跟你助阵 谁晓得 你就这般出来了 秦少游 朝这些好事者 抱一笑容 你们真想看热闹 想想想 哼 我偏不遂你们的心愿 秦少游坐是要走 于是 众人纷纷失了白眼 真是呆子 哎呀 见了官差 腿就软了吧 呆了书 就是这样的 此时 秦少游顿时驻足 他背着手 仰望着天空 今日天色不错 生活如此美好 你们这些无风 要掀起三尺浪的家伙 却是如此讨厌 不过 难得诸位亲临都在 我便告诉你们 什么叫做读书人吧 他身子一悬 面向了衙门 对着几个堵路的家伙 大喊着 你们几个 让开 几个人居然被秦少游 这气势所射 自觉地让开了路 秦少游三步 做两步 剑步如流星 高昂着头颅 便朝鸣鸣骨而去 那几个懒洋洋的差椅 本以为秦少游要走 谁知这小子 居然又往鸣鸣骨那凑 顿时吓了一跳 于是又要追赶过来 结果这人头攒动 一时被人群堵住 追之不及 而这一次 到了明渊谷面前 秦少游好人一侠 捡起了此前那块石头 在手上颠了颠 嗯 还是原来那一块 依旧还是熟悉的味道 石头熊啊 咱们果然有缘 紧接着 鼓声响了 秦少游放声大喊 冤枉啊 冤枉啊 这崖外 无数人震撼住了 敲鸣鸣鸢喊冤的人 他们见过 可是这一天来敲两回的 还真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霸气 羊羊大舟 连书呆子 都这样奔放和豪气了 在短暂的沉默之后 人潮之中 顿时爆发出了 无数的贺彩 秦少游并没有因着贺彩 而沾沾自喜 事实上 贺彩之人 就如那吃人血馒头的家伙一样 万人空巷 球车车载着死球 走街过巷 砖后人家叫一句 老子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于是万众贺彩 好平如潮 只等这次人头落地 于是掌声 必定久经不息 壮灾 不过 秦少游的血 若是沾了馒头 是甜的 还是咸的呢 秦少游感觉自己疯了 这个时候 居然研究这样的问题 几个差译 终于寄了上来 这几位人凶 如丧考彼 死了娘一样 真是又无奈 又是憎恨地看了秦少游 其中一个说 你 又有什么冤屈 秦少游凛然正气地背着手 显得格外地狂放不羁 往声说 我要状告 我有冤屈 要请献尊为民做主 一个差译说 一日告两次 不合规矩 秦少游大意凛然 这是什么话 有了冤屈 想要申诉 还规定了一日 只能状告一次不成 莫非差官大人 早上吃了饭 中午就不要吃了吗 好 人群中 又爆发出了喝彩 这个呆子 真是没有让人失望 作死都作得如此彪悍 拆官们不作声了 倒不是他们忌惮秦少游 实事起哄和凑趣的实在太多 若是不满足观众要求 放荡不羁的大洲子民 极有可能撕碎了他们不可 柳县令刚刚在后家坐门 好争以暇的 叫人煮茶 突然听到鼓声 一下子 一下子脸儿都绿了 今儿可不知犯了哪个太岁 人家一年到头不见古想 今儿却是一日两遭 这遭的什么孽呀 他顿时勃然打怒 正在要发脾气 又拆一如一阵风似的过来 拜造在地 大人 大人 那个秦少游 又鸣鼓喊冤了 什么 刚刚站起的柳县令 又一屁股瘫坐在地上 听到秦少游三个字 柳县令觉得肾得慌 随即一股羞愤涌上心头 自己堂堂县令 怎么会惧怕一个刁民 于是他气得发抖 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还有天理 还有王法吗 这是把洛阳县衙当毛坑啊 想上就上 提了裤子就走 他气得握住拳头 生堂 万炷香之后 老县尊满带肃杀之气 跪缩暗后 两班差矣照旧 倒八排开 杀气腾腾 流推士 一头雾水 坐在下侧 最无语的 莫过于周文 就好像西子一样 又重新回到了廊下 乖乖静候 等候过审 不过 秦少游 这次居然还不罢休 本来刘推官和周文 有些莫可奈何 一时也寻不到 整治秦少游的办法 谁知这家伙 不知死活 又撞了上来 第一次 打了先太子的旗号 过了关 第二次 切看得如何 秦少游进了清明堂 感觉颇为亲切 似乎又是熟悉的味道 尾随秦少游而来的 有无数百姓组成的人潮 所有上百之多 都在堂外观看 大家纷纷嘻嘻哈哈 难得遇到这样的书呆子 有这样的勇气 急在前头的 顿时便觉得 自己在西堂里 占了贵宾席 春风得意 落于人后的 不免长嘘转叹 一面拼命向前推及 一面狄声咒骂 洛阳县 已是许久 不曾这样热闹了 柳县令显然对此 很不习惯 偏生准许百姓观神 乃是旧力 柳县令也无可奈何 于是他把所有的火气 都发泄在了秦少游身上 冷着脸瞪着秦少游 嗯 为何又是你 第一次来的时候 秦少游虽然有些呆滞 认死理 可还算知书达理 言语客气 态度谦虚 可是这第二次 就不免沾染了 我泱泱大舟的豪迈了 他傲然说 大人 草民有冤难深 特来请大人为小民做主 他这态度狂妄自大到了极点 柳县令 真恨不得立即下令动手打人 可是天子脚下 就是这点好 县令算什么 芝麻绿豆的馆 若是放在其他地方 是一方土豪 而在这里 屁都不是 所以柳县令 极为注意自己的观声 因为一个不好 烙下了什么画饼 就极有可能被哪个吃饱了撑的玉石 一封弹劾 那是叠雕中深的 柳县令 指的暗耐住火器 这一次 你要告何人 告周文 所告何罪 还是请大人 将周文叫上堂 又是如此 而且这次态度极为校长 外头的人一看 这歹子真真儿的疯了 不知死为何物 柳县令显得很不耐烦 大手一挥 还周文 周文进来 这一次 他是轻车熟路 这被告的多了 也就一切事呢 他看了看秦少游 带了几分冷笑 柳县令说 好了 秦少游 本县再三容忍你 丑话就说在前头 周文竟然来了 你要告得何罪 若是所告不实 本县定要致你 咆哮公堂之罪 秦少游底气十足 朗声说 草民要告周文 诬告之罪 无告 刘县令满脸诧异 刘推氏一头雾水 周文老脸无动于衷 在他看来 这个书呆子 只是不知死活而已 而外头的好事者们 却也没看出什么眉目 不过他们都没有喧哗 想要看秦少游 如何分界 秦少游显得正气凛然 吏声说 在此之前 周文曾递了壮指入牙 状告草民欠账不还 反而抵赖 这壮指就在牙内 大人若是不信 大人若是不信 大可以问刘推氏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畅读书成 这里有你的故事 第十二集 柳县令看了刘推氏一眼 刘推氏 朝他点了点头 按照绿令 所有递入牙内的壮指 都需妥善保存 谁都不可轻易损毁 否则就是重罪 秦少游又说 那么草民要问周文 他看向周文 见周文还在错愕之中 冷笑了一声 我可欠你钱吗 这 周文老半天没回过神来 吓意识地说 欠了 秦少游笑得有点冷 你既无我欠你银钱 那么敢问 何有凭据 周文倒吸一口气 看下柳县令和刘推氏 方才交还你了 二位大人可以做见证 秦少游笑了 笑得很是轻松 他朝柳县令 拱了拱手 大人 这周文说草民欠了他的银钱 他却是将欠条 奉还给了我 真是可笑 这个世上 可有人借了人银子 好去告别欠账不还 却又将欠条 无故奉还的吗 这里有这么多人 若有这样的蠢物 就请站出来 让大家看看 有吗 有没有 无人响应 秦少游的脸上 依然是带着笑 却显得很满意 现场的表现 固然是我泱泱大洲的子民 大多豪放不羁 可是这样的神经病 毕竟和那圣人一样 怕都是三百年 才能出一次 周温猛地冒出了冷汗来 他年纪不小 此时身子不仅有些发虚 可是 二位大人都是亲贱 亲贱 你是说柳县令亲贱 不错 而柳县令 自有一种 不好的预感 周温还欠条 给秦少游 还是他的主意 可是方才那个案子 他已经捂着了 因为牵涉到的 那是先太子李弘 若是柳县令 承认这是自己 要求周温 奉还欠条 那么秦少游 必定要追根问迪 为何自己堂堂县令 却要周温无故还秦少游欠条呢 那该怎么答 眼下是众目睽睽 一旦追根到底 先太子的事情 就要抖落出来 这一抖落 自己此前的功夫 不就白费了吗 更可怕的是 事情败露 那么自己 或悉尼的事 就要大白于天下 堂堂洛阳县令 一个案子都不敢审 却是拼命的捂盖子 竟还要苦主倒贴欠条出去 岂不是笑掉天下人的大牙 到时御史经文 少不得要像苍宁一样 往他这臭蛋上钉几口 他的乌纱帽 还能保住吗 秦少游这时候 仿佛不散的阴魂 他面向柳县令 周温口口声声说 大人亲见他将欠条给草民 大人自然是不会骗人的 那么敢问大人 大人可曾见过吗 柳县令突然发现 自己的老脸没处割了 老半天 他只得冷哼一声 把脸憋到一边去 柳县令虽然态度很不好 不知可否 可是他不曾说是 那么自然也就没有亲见了 秦少游便又朝刘推氏行李 朗声说 那么这位大人呢 刘推氏面露难色 他自然想跳出来知识周文 可柳县令不作声 若是自己贸然出头 那么就等于将自己这上官彻底得罪死了 在这县衙里 他连左二官都算不上 得罪县令会是什么结果 可下而知 眼看着周文 阴阴期盼地看着自己 刘推氏老脸一红 却还是把眼睛落到一边去 哈哈哈哈哈哈 金少游放荡不羁地打笑 猖狂无比 他步步紧逼 目光落在周文的身上 周文 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 你说二位大人亲见 可是他们都没有亲见 你说我欠你银子 又没有欠条 可就是在今早 你状告我赖账不还 这是不是诬告 秦少游冷冷地盯着周文继续说 你可知道 你这一诬告 自此之后 我声明扫地 家中的经营将无人再光顾 损失几何 秦少游说到这里 顿了一下 然后又继续说 你可知道 我尚未娶妻 被你诬告之后 从此再无良家女子 可以我劫为连理 没有媳妇 就没有儿子 没有儿子 就没有孙子 子子孙孙 竟都被你这匹夫斩尽杀绝 你这等老贼 杀我全家 这倒也罢了 我是知书达理之人 不与你计较 可是竟还信口死黄 众母睽睽 无了两位大人 亲见你给我欠条 到了公堂之上 还颠倒黑白 置路为马 我秦少游活了这么多年 从未见过 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周文气得想要吐血 他虽非观身 却也是财大气粗之人 有偌大的家业 数家酒楼 平时谁敢这样 对他这样说话 可是今日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秦少游一痛痛骂 不但是他无地自容 老脸不知往哪搁 更重要的是 他感觉到不妙了 大洲成袭的乃是唐绿 诬告的量刑很重 比如诬告人谋凡 则一律处以斩脚之行 若只是一般的诬告 凡诬告三四人者 账一百图三年 五六人者 账一百留三千里 所无重者 从重论 诬告十人 以七者 零池除四 销售其乡 家属千话外 周文这诬告 虽只是一人 不至于图三年 或者留千里 可是一难量刑 却也不轻 再加上秦少游买一送一 还送了一顶 在宫堂上颠倒黑白的稿帽 这家伙 是要把自己往死里整啊 周文正带分辨 秦少游却是不理他了 转而对柳先令说 大人 事实就在眼前 难道还不清楚吗 草民蒙受不白之冤 久恩大人 素来秉公之断 刚正不恶 如今周文诬告于我 恳请大人公断 柳先令只觉得 后起生发粮 满是错愕 这个书呆子 好厉害 一开始 柳先令 斡旋二人的时候 绝没有想到秦少游会杀一个回马枪 这倒不是柳先令糊涂 而是作为父母亲民官 对于一般的草民 大抵都抱有某种等贤之心 寻常的百姓 哪个见了自己 不是唯唯诺诺 谁晓得 这秦少游不但胆大 而且还心细 也正因为如此 让秦少游这家伙翻云覆雨 瞬间翻盘 柳先令现在是骑虎难下 事实如何 他比谁都清楚 只是这些事实 绝不可透露出去 他还得继续捂着盖子 可一旦不能推翻秦少游的论断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为周文开脱 就极有可能引发自己审判不公的一论 秦少游固然可恨 柳先令确实知道 周文这个诬告是板上钉钉了 周文不是诬告 那么便等同于自己说谎 可是他不甘心 一个小小的草民 却玩弄自己于鼓掌 这口气咽不下 可是在崖外 有这么多的抗坷 如此明显的诬告之罪 都无动于衷 难免有官商勾结之陷 柳先令叹了口气 却还是压低声音 对秦少游说 周文万死莫数 不过他毕竟年纪老迈 秦少游 法外无外乎人情 以当真要告他诬告之罪 他以为自己的一番劝解 能够让秦少游退步 毕竟是民不举 官不究 只要秦少游 稀释宁人 这事儿就还有回旋的余地 大人 草民如果撤告 这便是纵容奸人不法 周文最大恶极 他今日可以诬告草民 明日就可以诬告他人 若是这样的人犯了罪 而没有严惩 草民岂不是纵容不法 所以 我要告 而且要告到底 如果在洛阳县 讨不到公道 我就去府里 去刑部状告 秦少游心里冷笑 哼 事情到了这个份上 还想哄我撤告 我就算撤告 这个周文肯放过我吗 所以 我绝不妥协 秦民堂内外 所有人倒戏凉气 秦少游疯了 可是 很威武 很霸气 柳县令自然是怒不可遏 只是现在 却是无计可施 他于是冷冷说 既然如此 那么 周文诬告秦少游 但念其老迈 暗律 长达三十 来人 都不行 一声令下 如狼似乎的柴县 立即上前 一直无从辩解的周文 此时听到柳县令的话 他竟是一屁股摊坐了下去 脸上苍白无色 他万万想不到 事情演变到了最后 竟是这样的结果 柴县们已经拿住了他 他禁不住打叫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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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民冤枉啊 草民冤枉啊 大人 确实亲眼所见 柳县令的眼眸里 顿时略过一丝怒色 若说开始 他是站在周文这一边 可是这个周文 明知自己为难 居然不肯做出牺牲 以为想把自己 霍西宁的事 抖了出来 借此脱罪 此人的利益 就已和自己 有了冲突了 柳县令 猛地一拍青唐木 断然大喝 打 柴县们已经将周文按倒 狠狠地一棍子 重重拍下 周文发出杀猪的好叫 紧接着 残叫连连 柳县令则是一脸的恐怖 乌动于衷 只是嘴角带着几分冷笑 只是坐在一边的流腿时 却是心里暗暗叫苦 作声不得 外头的看客们 自然开始雷鸣般地叫好 诗人写馒头嘛 管他吃的是谁的 秦少游的血 未必就比周文的甜 有的吃就好了 这差异打人的场面 可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够看到的 周大老爷果然不负众望 只是脊棍下去 他的背脊和屁股立即瘀青肿起 惨叫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 秦少游站在一边 没有同情 只是后怕 因为他知道 不是自己的回马一枪 今天挨打的就是自己 秦少游喜欢吃猪肉 但是不喜欢发出杀猪的嚎叫 到了第二十七棍 周文已是昏厥过去 当柴一提的水 泼在他的身上 周文醒来 这是他醒来的第一件事 则是用着狠毒的目光 向秦少游看去 朝秦少游大吼 秦少游 我和你不拱待天 是吗 那么咱们骑驴看账本 走着瞧吧 秦少游反唇相激 而后 他朝柳县令 行了个礼 大人英明 如今个人伏法 草民心满意足 大人 草民告辞 柳县令巴不得他 立马滚蛋 越远越好 第二次从衙门里出来 秦少游浑身畅快无比 外头的看客乌泱泱地不肯走 七嘴八舍 秦少游大喝一声 让开 于是他们顺从地让开一条路来 而一个个看着秦少游的目光 带了一些敬畏 有着胆气跑去衙门里 巧舌如簧的人 毕竟不多 况且看秦大叔呆子豪放不羁 这家伙 给人一种 焕然一新的感觉 少不得 有人低声嘖嘖称赞几句 也有人压低声音说 秦公司要小心 周家要报复他 报复 我会怕报复 秦少游淡然地看着他们 可是一出衙门 秦少游终于知道 周家的报复是怎么回事了 堵在衙门口的 是一个矮胖的中年汉子 恐无有力 一副杀猪的小貌 身后几个轻衣小貌的家伙 也是鼓背熊腰 根据从前那个秦少游的记忆 秦少游知道 此人乃是周家的长子周五 周五一见到秦少游 立即面目猙獰 煞气腾腾地上前大喝 秦少游 我爹被你打了 咱们势不两立 秦少游吞了吞口水 我去 这个家伙长得好粗壮 他不禁想后退一步 身后却是被人潮 把他又挤了回去 我去 豪放不羁的大舟死民 真不是个东西啊 他心里吐着槽 脸上却是假装镇定自若 打你的不是我 是父母官 冤有头债有主 你找他去 周握紧砂锅大的拳头 恶狠狠地说 找的就是你 你这傻财 秦少游一摊手 尽量做出人畜无害的样子 大家讲讲道理嘛 冤冤相报何事了 这又是何必呢 后头的人 却是起起了哄 秦公子 打他娘的 秦公子好威武啊 脚踩周老爷 捐踏周大少 秦少游恨不得将这些好事者 一个个丢进落河里喂王八 然后再把王八吊上来 来个红烧王八蛋 要冷静 要冷静 我可愤世极俗 绝大多数大洲人还是好的 坏的只是这一小撮 这是为何这一小撮的坏人 都被他遇到了呢 这不科学呀 周五听了那些人的怂恿 果然是暴怒 他上前一步 身后的几个家人 也跟着上前 将秦少游围住 秦少游指的说 周公子 武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可是我就想打你 你能奈何 当真不能讲道理 不讲 好 秦少游很干脆 二话不说 立即将目光落向了明渊谷 都让开 大家条件反射地 让出一条道路 秦少游以超越极限的速度 又一次朝明渊谷狂奔 几个差异本来抱着手在看热闹 可是一看秦少游的去向 顿时妈压一声 已是有一人瘫坐在地上了 他们当然想不到 这家伙居然再次玩这一套 而且人家有了两次经验 轻车熟路 哪里还可能拦得住 本来敲了两次 就已无法交代 如今又来了一次 咚咚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畅读书城 这里有你的故事 第十三集 柳县令本是刚刚松口气 打发走了温神 总算是一件可喜的事 他并不想去看被打得死去 活来的周文 也不理会刘腿势 这么要起身 那鼓声又响了 每一声咚咚鼓响 朕的柳县令 心肝都要跳出来了 啊 我 我 他娘的 纵使柳县令是个斯文人 可是这时候 还是忍不住骂娘了 这不是欺负人吗 还真不把县令当干部啊 他只得重新跪坐 气喘吁吁的牙抑 跑来通报 大 大人 刘县令已经渐渐冷静下来 严格来说 是他已经麻木 他回回手 大顿差意 你不必说了 文献知道是谁 叫进来吧 且看他还想怎样 若是说不出个子武银某 定要乏办 秦少游入堂 在他身后 无数人议论纷纷 今只是好戏恋恋 连续三通骨 小人大开眼界 秦少游行了礼 草民 无必见礼了 本官知道你是何人 你直说了吧 这一次要告何人 秦少游翘起了大拇指 满脸睁挚地说 嘿呀 大人神奇妙算 草民佩服 柳县令的老脸 情不自禁地抽出了一下 恨不得跳江起来 脱下自己官靴 狠狠地砸在秦少游 那张讨厌的脸上 秦少游正色说 草民要告的 那是周文之子 周武 一旁哼哼唧唧的周文 还没有被拖下去 这时候听到秦少游 要告四胆子 脸色顿时阴沉下来 柳县令心想 告完了人家的爹 还来告儿子 你性情的还真是 斩尽杀绝 断子绝孙啊 他阴沉着脸 你要告他什么 周五要打草民 刘县令 又好气 又好笑 心里想 这衙门是你家开的吗 什么鸡毛蒜皮的破事 也来消遣本宪吗 不过那周五要打秦少游 那也是人之常情 刘县令 居然发现自己 很乐见这件事发生 那么 他打了你没有 还没有 不过待会儿 可能就要打了 刘县令 绷着脸 半天才憋出话 那么 就等他打了你 你再来告吧 好了 你休要胡搅蛮缠 退堂 他话音落下 急不可耐地 要起身 秦少游则是义愤填膺 这是什么道理 等人家真动了手 自己还有命来告吗 秦少游并不罢休 且慢 柳县令气得咬牙切齿 你还有什么话说 大人 可孝顺父母吗 突然问出这么一个问题 柳县令 微愣 然后看到他亲民堂外 乌鸦鸦的百姓 却是不敢规避这个问题 父母官肩负的 何止是钱粮行御 对政绩的考察之忠 教化也是重忠之忠 柳县令 板着脸 这是自然 百善孝为先 大周 以孝治天下 本先身为父母 岂有不孝之离 那么草民敢问 若是大人的父母 被人打了 可会无动于衷吗 这 柳县令突然明白了什么 他忙捧着脸 父母有错 若是挨了打 作为儿子的 理应以身戴罪 那么草民要问 周文年纪老迈 虽然他是恶贯满盈 旧游自寻 可即便是大人打他 也是于心不忍 可是这周文之子 却在衙门外 冷眼旁观 身为人子 敢问大人 这是不是诸狗不容 柳县令的小心思 又开始转动起来 周文挨了打 可是他儿子呢 却在袖手旁观 按理来说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过柳县令 却深知 里头 绝没有这样简单 要知道 大周朝 是讲理法的 这个理 首当其冲的 就是笑 一个人若是不笑 难道还指望 他支连尺 有中医吗 作为亲民父母官 堂堂的柳县令 必须要树立 孝子的形象 而作为一个孝子 听到有人不笑 理当如何呢 这是一个看上去 很荒唐的行为 他的荒唐之处 就在于 譬如某人要做正人君子 却遇到一个 急色烂情的家伙 那么作为一个 不肯同流合污的 正人君子 为了体现 自己的道德观念 理所当然要对 这等坏人 棒喝一番 可是某人是官 而那急色的家伙 是民 且某人还掌握了 那家伙的生杀大权呢 柳县令 要划清界限 要体现自己是个孝子 还需要显露出 自己对那些 不孝子的生物痛学 于是 他很快就有了主意 他的嘴角 微微勾起 然后露出了一丝 不易察觉的 尸牙冷笑 最后 他猛拍荆堂目 此等逆子 留之何用 远恶大队 身为不孝不由 本县若不严惩 此等不孝子孙 拿什么教化献民 来人 拿周五 长大五十 代价十日 以警校友 林末聊 柳县令还意犹未尽 正气凛然地说 本官最恨的 就是此等不忠不孝的狗贼 猪狗不如的东西 呸 柳县令的脑后 就差有一轮小太阳 要冉冉生气 秦少游心里想 哇 那敢去 这精神升华的 也未免太夸张了吧 不过柳县令 这正气凛然的一番话 立刻得到了满堂的喝彩 秦少游连忙 翘起大拇指 大人英明 柳县令吕薛 风轻云淡 他深恨秦少游 巧舌如簧 给自己挖坑 不过事到如今 为了显露自己的 嫉恶如仇 也只好委屈 那位周公子了 不过 周家反正该打的也打了 绝不可能有修好的可能 秦少游斩草除根 他作为堂堂县令 也索性坏人做到底 几个差役 一是出去锁拿周五 周五还在崖外一头雾水 便直接被几个差役揪住 而后直接提到了堂上 周文又惊又怒 看着自己儿子 如丧家犬一般地被揪上来 禁不住老泪纵横 垂胸顿足 啊 儿啊 爹 身后有差役 一脚踹着他的小腿 他禁不住向前扑倒 紧接着 数个差役提着水火棍上前 便是一通痛打 我犯了什么罪 我犯了什么罪 好啊 我晓得了 秦少游 你勾结官府 要坏我性命 还有王法吗 秦少游心里想笑 我本来是想和你讲道理的 可你偏偏不讲 勾结官府的是你们周家 如今倒是倒打一盘 刘显灵听到勾结官府四字 煞一更动 恶狠狠地说 重重地打 听到这四个字 身安着言外之意的刘推士 不禁眼皮子跳了跳 心想此事是不能善了了 周文却是一口气没抽上来 晓得自家儿子非死即惨 昏厥过去 太医们加重了手筋 每一棍下去都直接捶在鼓上 周五发出嗷嗷的惨叫 却还是忍不住打骂 你等着 想秦的 我和你施不两立 你以为你的阴谋规计 秦少游的眼皮子都没有抬一下 他淡淡地说了一句 谁教你不读书 秦少游并没有同情和恻隐之心 这一对父子对自己喊打喊杀 为了夺取自己的东西 不惜采取种种措施 他看到周五被打得皮开肉扇 心里只是后怕 假若最后让周家的人得逞 现在的自己 只怕会比他们更惨吧 虽然我只是一介草民 可是我也要活下去 活得好好的 要比任何人活得都好 嗯 我会活得很好 所以 我要有钱 除此之外 还要有钱 可是除了钱之外呢 秦少游炙热地看了柳先令的乌纱帽一眼 周五的惨叫 渐渐地微弱下去 纵使他钢筋铁骨 也吃不消这些差异 蓄力为之地棒打 这场荒唐的闹剧 终究还是曲中人散 不过这对秦少游来说 却还只是个开始 他最后一次 他最后一次告达 刘先令实在是怕了他 竟对他勉强露出了个笑容 你虽然年轻 气却太胜了 本官只是随口一说 听不听在你 别老是垂鼓 要安分做良民 秦少游唱了个肥诺 大人教诲 草民铭记在心 刘先令把脸别到一边 老半天才憋出一句话来 再有下次 本县便是拼着前程不要 也要教人做人 注意影响 刘先令这才意识到 眼下自己的一举一动 都在大家的眼里 于是他道貌黯然地说 去吧 秦少游出了衙门 这一次 却有几个差役 寸步不离地跟着他 明渊谷那里 也派了一队的差役 在那数位 一个个如临大敌 看来 是上了黑名单了 往后告状的权利 都被剥夺了 秦少游感觉有点不舍 其实告状 还是蛮爽的 而这时候 看客们纷纷围上来 纷纷叫好 秦少游没有让大家失望 让每一个有志于八卦的人 得偿所愿 其中的精彩 叫人叹为观止 秦公子 来来来 说两句话 秦公子厉害呀 这些话听在秦少游的耳里 秦少游充耳不闻 呸 什么东西呀 不就是还想所拥我去告状吗 不过眼看大家如鸡似渴 秦少游还是不免说两句 他沉默良久 最后说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谁敢再骂我书呆子 下次 咱们衙门里见 最后一句话 刻意地掩饰了自己 被剥夺了状告权的事实 不过即便如此 却依旧还是很有杀伤力 然后 当昂首阔步 背着手离开 邓剑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 竟是走在前头 神气活现 气势汹汹 朝一个躲避不及的人大喊 哎 秦家公子路也敢挡 不晓得他有个朋友叫邓剑吗 秦少游追上秦少游 低声说 唐唐唐唐 唐提啊 我看这 灯架不像好人 你现在才知道 秦少游很奇怪地看着他 他突然发现 老秦家的基因似乎不太好 否则这个堂哥 怎能如此厚知厚觉 回到久别的客栈 秦少游心情大爽 方残他那一句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当然不是空穴来风 他猛地意识到 以前那个书呆子所读的书 竟是这样的有用 于是他一回到房间 便开始翻箱倒柜 秦少在房外探头探脑 哎 你要找什么 找书 我要读书 要春头地 你没听我的话吗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我想好了 久了要挣钱 可我还是要读书科举 做人要志向远大一些 秦少游找出一打鼠来 眼睛放光 禁不住霜 哎呀 宝贝呀 宝贝 在我眼里 这变成金香玉 是言如玉 秦少奇怪地看着他 唐爹 你 你打算投卷 投卷 什么是投卷 医药 医药科举 单凭考试是不成的 得向达官贵人 投卷 把自己的文章递进去 若是得到他们青睐 得到他们的剑举 才有机会高中 况且 你又不是国子剑 洪门馆的生徒 又不是得到周郡的举荐的相供 就 就算要报考 那也没 没 没资格呀 秦少游愣住了 他禁不住说 国子剑 洪门馆怎么样才能入学 几乎都是 光 光幻子弟 秦少游瞧瞧瞧自己 突然觉得 获为可悲 郡县的举荐呢 这 这个更 更难 秦少游明白了 所谓的随唐科举 并不是想象中的美好 在此之前 实施的 还是九品中政治 几乎所有的人 还有官员的举荐 几乎都垄断在门阀手里 这随唐开了科举 固然是开创了历史先河 不过由于门阀依旧残存 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剥夺掉他们对人才的垄断呢 现在看起来 难怪从前那个秦少游每日读书 却被人取笑 原来他娘那每天都是在做无用功啊 开九楼的子弟 怎么可能有机会科举做官呢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我呸 秦少游把手里的书轻轻一抛 背着手 沉着脸 走出房去 哎 唐 唐弟 不 不读书了 不读了 目光要长远一些 做生意吧 他不禁唏嘘 有一点小小的忧伤 把书都收拾一下 当柴火烧了吧 啊 是 是不是 太可惜了 不可惜 他们是金香玉 我便视金玉如粪土 他们是颜如玉 我就是柳夏慧 坐怀不乱的小厨师 哎呀 沙子见眼睛了 我眼眶眉红吧 诗诗的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畅读书城 这里有你的故事 第十四集 待照房里 上官晚有一搭 没一搭地吃豆花 从前的滋味很好 可是现在吃着 却仿佛少了点滋味 他在暗下的太监 须须叨叨地抢着 洛阳县里发生的事 说到周老爷 被仗打的时候 上官晚而咽了一口 连声咳嗽 然后才说 咳咳嗽 你说什么 到底是谁状告谁 先是周文状告秦少游 此后不知怎的 秦少游把他告上了 上官晚 目瞪口呆 再后来 秦少游还告了周文的儿子周武 是大不孝之罪 洛阳县令 勃然大怒 严惩了父子二人 上官晚一脸古怪 哦 洛阳县令 姓什么 柳 不是秦姐 明日去刑部 抽调案情来给我看看 是 那秦少游 想必很得意吧 上官晚突然对那个书呆子 有些佩服了 这个家伙 从没吃过亏呀 他不禁有些痛恨 为什么坏人总是得知呢 当然 他显然也忘了 作为代照的自己 只怕也好不到哪儿去 这是当然的 他从牙里出来 还说了一句话呢 什么话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上官晚方才还在小心翼翼地 拿着银勺 咬了一勺豆花 还没有送入口 听了这段话 他脸色猛地变得更加古怪起来 他抬起眸 翘脸显得很没凝重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万般皆下品 万般皆下品 他将银勺放下 这些话 有几人知道 当时有许多人 上官晚的眸光 深沉起来 他的手搭在岸上 手指头不禁在岸面上 慢慢地敲击起来 最后 他朱唇清明 似乎有了主意 哼 这个家伙越来越有意思了 他垂下头 抽出一张鲜花大纸 提起笔来 刷刷地写下了这句话 慢悠悠地说 这句话 在半月之内 我要满神都的人都知道 你去办事吧 我该去陪假了 他动了身 起身来到紫薇宫 连部踏入紫薇宫 上官晚 就感觉有些不对了 宫内的宦官女官 各个跪倒在地 不敢抬头 几个胆小的 更是身如筛糠 瑟瑟发抖 地上满是瓷片 一个行窑的白瓷 摔了个粉碎 陛下穿着宽大的面服 他的身子虽是娇小 可是这雍容的华服在身 此时背着手 对着一方铜镜 用身躯背对上官晚 这句背影 似乎隐含了 漫天的沙发之气 上官晚 屈身行礼 臣见过陛下 身子的主人 没有回眸 他的双肩 微微颤抖 最后 带着冷漠的声音 一字一句地说 朕听说 京师的流言 已经越来越放肆了 京师便是长安 武则天登基之后 依旧将长安设为京师 却又将洛阳 改为神都 这样做 自然是想远离 京师的门阀 摆脱门阀的影响 武则天又说 近日 关于红尔的传闻 愈演愈烈 此事 你知道吗 啊 臣知道一些 他们说 朕联手杀死了 自己的儿子 陛下 这只是渔民的流言蜚语 哼 若只是无知渔民 倒已无妨 可是朕知道 传播这些流言的 只怕都是一些 有心人 来俊臣昨日上书 密告同平张氏 任之谷 裴行本 还有四立卿 崔也李谋犯 陛下 朕以下旨 统统格杀误论 可是 这些人是杀不完的 朕要诛心 武则天狠狠地甩了一下长长的牡丹文大秀 一步步举着龙族走向沁殿神处 他的声音也越来越远 有一个叫做如春酒楼的地方 朕和你提过 你及早做好布置 三日之后 话音落到这里时 天子的身影 已是拐过了一个红漆大众 消失在了上官婉儿的眼帘 臣遵旨 上官婉儿朝着幽深的寝殿深处 面若秋水 四日一大清早 上官婉儿出宫 陛下 杏林如春酒楼 这是天大的事 身为女官 必须要再劝一番 最重要的是 那个秦少游 一看就不是什么善类 若是到时候冲撞了圣架 那可就糟糕了 再一次来到这如春酒楼 原来的门可罗雀 如今总算稀疏地有了一些生意 上官婉儿是做好了功课的 知道这是周家官司输了 立即受到官府的打压 因而变卖了不少产业 使得如春酒楼 总算有了一些生意 只是站在门口 却是一个家伙插着手在吆喝 大叫着 如春酒楼好 如春酒楼的饭菜挺呱呱 看这个家伙一脸垂头丧气 嗓子喊得冒烟 上官婉儿上前一步 你这是做什么 站在这儿的便是瞪见 等见哭散着脸 只在一个小妞凑上来和自己说话 而且这小妞生得真是美艳 只是 看到上官婉儿身后的十几个虎辈熊腰的侍卫 她不禁暗暗则舌 小的来的是贵人 招揽生意 上官婉儿笑呵呵地说 哼 这个酒楼的东家信秦是吗 他买卖做得这样大了 竟舍得花钱 故人吆喝 邓剑的脸色很不好看 语言又致 上官婉儿是何等细心的人 你有什么话说 我欠的钱 自该肉肠 哦 你就是那个 总是在这里混吃混喝的泼皮 诶 你怎么知道 我怎会不知 这里都布满了我的眼前 上官婉儿心里想着 嘴上却说 你真是没用 说好了白吃白喝 却如何又欠了他的钱呢 邓剑双手一摊 很无耻地说 欺善怕饿呀 本以为他只是个善类 所以占他便宜 谁晓得他这样厉害 我左思右想 这白饭吃了之后睡不着 所以 上官婉儿的眼睛不用眯起来 是吗 正在这时 秦少游气势汹汹地 从里头探出头来 诶 邓剑 为何又不喊了 我这是造了哪门子你 才雇你做工 诶 他发现了上官婉儿 立即堆着笑 上前行了个礼 哈哈 不知尊可假道 有失远迎 还望恕罪 上官婉儿见他对自己 显得格外的彬彬有礼 便觉得他定是在打什么主意 索性撇了撇嘴 来一碗翡翠珍珠羹 好 我亲自下出 秦少游搓了搓手 心想 大主顾来了 他的眼睛 也不禁明亮了几番 上官婉儿进去 找了个僻静的位置 这里只有寥寥几个客人 不过做的饭菜 很是普通 料想是秦少游的 堂哥的手艺 他坐在胡凳上 心里乱七八糟地想着 过了一刻钟 秦少游便端了汤来 上官婉儿见了汤 顿时眼睛放光 秦少游说了一句 尊客慢慢吃 便要回柜台去 上官婉儿伸出了鲜鲜细质 勾了勾 诶 你坐着 这 不好吧 秦少游很有节操 很有底线的样子 要另收费的 坐下 好 秦少游坐下 然后用手 长着下巴 看着上官婉儿 大快朵鱼 上官婉儿的胃口很好 即便是顾忌形象 可是这堂用了半柱像 却还是一扫而空 然后 他抬起头 我今日打开天窗 和你说亮话 你仔细听好了 秦少游坐直身体 他对待客人的态度 还是很端正的 还请指教 上官婉儿深深地看了秦少游一眼 然后 也学着秦少游一样 用手长着下巴 这样做 只是觉得有趣 宫里的规矩太多了 一言一行 都马虎不得 这样帅性的行为 似乎有一点意思 大眼瞪小眼之后 上官婉儿说 你现在 在想什么 在想姑娘 要和我说什么 不对 怎么不对 上官婉儿朝着冷笑 你现在 一定在想 该怎么算我的汤钱 对不对 呃 有吗 姑娘太小看我了 我其实 不是资猪必较的人 上官婉儿起身 那就好极了 难得你这样大方 看来这顿汤 哎 且慢 秦少游飞快地站起来 吃霸王餐很可耻的 上官婉儿 用着鄙视的眼色 看着她 明明时文的汤 你却骗了我十五万 这难道不可耻 秦少游的脸顿时红了 她并不因为 宰了这傻妞而羞耻 可耻的是 居然被这小妞发现了 上官婉儿冷哼一声 哼 我来这里 倒不是要你退钱 只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三日之后 会有一个贵人 信灵这里 你好生招待 若是招待得好 自然会有好处 可是 招待得不好 性命也会难保 你这油嘴滑舌的本性 最好收一收 否则 小心你自己的脑袋 上官婉儿说完 营造了足够的胃口 便起身要走 对于这个讯息 秦少游愣了愣 上官婉儿心里想笑 毕竟这个人 只是个小户人家出身的 方才那番话 只怕吓着他了 他的心情变得愉悦起来 走出如春酒楼的时候 便情不自禁地背着手 他似乎很了解 秦少游的本性 这是个打破砂锅 问到底的人 很快 他应当会追上来 问名来龙去脉 于是乎他开始暗中莫属 十九八七二一 姑娘 姑娘 秦少游追了上来 上官婉儿宛如听到了天籁之音 有一种料是如神的痛快之感 他假作不解地回眸 你想问来的是哪个贵人 秦少游顿了一下 才可腼腆地说 你还没付汤钱 上官婉儿愣了一下 终于沉怒了 俗不可耐 贵人要来 亏得上官婉儿还卖关子 但以秦少游的智慧 岂会猜不出这个贵人是谁 来人是武则天嘛 那个传说中 英明神武 女天子 不管怎么说 秦少游很稀罕见到这位第一个女皇帝 因为他知道自己能不能发迹就要搏着一把了 周家谋划了几年 花费了无数的心机 更不是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 为的就是那块牌匾 而那块牌匾不就是为了要与女天子搭上线吗 而现在 秦少游决定 使出浑身解数 也要和那位传说中女汉子 搭上关系了 他手里拿着两罐汤钱 又不禁再想 方才那个小妞来告诫自己 那么他和武则天是什么关系呢 他大啦啦地回到酒楼 零星的客人已经结账走了 秦少和邓健正坐着一起吃饭 秦少游看了桌上的鸡 顿时勃然大怒 就知道吃 要被你们吃穷了 秦少和邓健不敢吃了 浸入寒蝉 而邓健没皮没脸地笑着说 不要这样嘛 秦哥 这是秦少专程做给你吃的 感谢你教的厨艺 是吗 秦少游走上前去 眯着眼 看着盆里的鸡 两只鸡腿呢 鸡翅膀呢 秦少和邓健 都举起筷子指向对方 秦少游 独丧烤鼻 这日子没法过了 秦少游带着几分委屈 唐爹 不要这样嘛 大不了 扣我工钱 秦少游的脸抽了抽 因为他压根就没打算给秦少工钱 叹了口气 秦少游坐下了 一旁的邓健 忙讨好似的 给他盛了饭 秦哥快试 嗯 秦少游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 却并不急于动筷子 而是对他们说 过两日 会有贵人来咱们久了吃饭 所以 我们得先做好准备 贵人 什么贵人 你知道的太多了 秦少游卖了个官司 总而言之 我们要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 定要让人兵质如归 所以第一件事 就是邓健 后日开始 你暂时不必来上工了 不用上工了 邓健喜情欲色 却又觉得好像哪里也不对 为何不用上工了 你长得太丑 没事不要吓人 邓健顿时依然苦涩 低头吃饭 除此之外 堂兄这两日 要进行采买 久了内外 要好好地打扫一遍 无必负力残皇 可是一尘不染 却是必须的 秦少连忙答应了 哎 可是现在最难办的 反是那贵人的喜好 你说 他喜欢吃什么呢 烹饪之道 固然讲究的是手艺 而秦少游 鸡精在手 也算是独门秘笈 再加上古今中外的食谱 他都了然于心 要知道 他前世出身厨艺世家 后来才做了美食家 而要做出称心如意的美食 得到赞赏 秦少游 还是很有底气的 不过美食 除了好坏之分 这对不对人的胃口 却也十分重要 秦少游的眼睛眯起来 心里打起小算盘 突然对邓剑 又客气起来 嘿 邓兄 邓剑冷横了一声 帮个忙好不好 不好 秦少游的脸 已经变了 把手一伸 还钱 饭钱全部还我 邓剑苦笑 本来他是来混饭吃的 之所以来混饭 只是因为秦呆子好欺负 谁晓得 这次突然转性 将周家打了个落花流水 邓剑是何等机灵的人 突然有些后怕了 这才决心还了饭钱 只是他没钱 只得肉肠 现在这次好不要脸 天天以此要挟 好吧 帮忙 秦少游笑了 和着下巴 一副老谋深算的样子说 你在神都朋友多 肚子广 帮忙打听一下 工围里的一些密室 这个 现在好像查得紧 所以要小心 还有 若是被官府查办 不要告诉他们 是我支持的 就算牵连了我 我也不会认 哎 门路倒是有 可是总要一些跑腿钱 秦少游也跟着叹了口气 嗯 要多少 一贯 那给你三百钱 事成之后 另个两百 好了 时间紧迫 我要吃了 赶紧去吧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畅读书城 这里有你的故事 第十五集 食材都是现成的 不过却还需要再买一些 至于邓建那边 也开始活动起来 他认识许多三角九流 其他的事或许办不来 可是负责收集消息 却是轻而易去 秦少游则是将许多小道消息 和留言汇总起来 同中提取有用的东西 甄别消息这种事 秦少游两世为人的经验 就变得弥足珍贵起来 只是邓建这等人 所打听到的消息 究竟有多少真实性 那也只有天知道了 前逢二年 陛下劝先帝种农丧 于神都郊野开垦 上元二年 太子李红见萧淑妃一女 易阳宣承二公主 因母亲得罪陛下 而被幽进宫中 严于三十而未嫁 奏请下嫁 先帝许之 午后大怒 不就太子死于何必宫 来俊臣 红武有力 出入宫进 这样的消息 足有数百 而为了剪出有用的 秦少游几乎熬红了眼睛 整整一天足不出户 他不是一个矫情的人 两世为人 淡泊名利 那都是狗屁 凭啥人家吃香喝辣 自己抱着一个酒楼 辛苦经营 勉强维持生计 凭啥人家一言足以断人生死 自己非要做个随时 可能被人侵害的大洲底层青年 现在一个天大的机会就在眼前 若是不去抓去 以这现在门法当道的时代背景 是怕秦少游这辈子都和功名利路无缘了 没有条件 也要创造条件 到了夜里 他拿了宣纸 举笔 做了密密麻麻的笔迹 等到天刚拂晓 这已经是第三日了 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直接决定了秦少游的命运 这对于一个有才华 其有几分自恋的底层青年来说 无疑足以改变一生的命运 没有穿越到王侯甲 就已经该死了 如果今日抓不到这个机会 那就更加比该死还要该死 秦少游推开窗 看着洛阳城里安详的街巷 一缕晨光洒落进来 他的眼中虽然不满血丝 却依旧精神异议 风采照人 秦少 秦少 秦少起得更早 忙小跑过来 他他他弟 有什么吩咐 去把灶材再洗一遍 已经擦擦过十 十七遍了呀 凑个双数吧 十八 吉利 哦 秦少苦之脸 乖乖地去了 卯时过去 宫里一点消息都没有 酒楼里连个鬼影都没有出现 这时候 秦少游有点心慌了 莫非不来了 这不应当吧 君无戏言哪 可是仔细一想 似乎又不对 武则天他没有见过 人家又没对自己说要来如春酒楼 哪里来得戏言 想到这里 秦少游有些心慌了 心想 完了 要被放鸽子了 正在此时 突然一队一甲鲜明的武士 簇拥着一个宦官出现 这宦官上前一步 很不客气地挪挪嘴 数十个武士迅速开始在酒楼搜索起来 而太监 自来到秦少游的跟前 打量秦少游 你是秦少游 正是 秦少游顿时心慌怒发 终于来了 不过 自己必须得假装不知道天子驾临 否则过于妖孽 必须得显露出自己没有起初心 啊 不知客官是来用饭吗 本店有 你这儿 从现在开始 不得招揽客人 本来此时这里就没有客人 平时也是连苍蝇都很少见 太监继续说 待会儿 陛下要在此用个便饭 你这小民 想来也不熟安理 现在教你规矩 也来不及了 记住 不可喧哗 举止要端庄 这太监 已止气实 当然没把秦少游放在眼里 哦 金少游 又轻描淡写地应了一句 他开始对太监印象 有些不太好了 话说他本人是很崇敬 说他本人是很崇敬阉人的 已经做太监 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呀 太监 微微一愣 他本来以为 自己提到天子 这个酒楼的小东家 肯定要一惊一炸 不是喜极而泣 就是惊得面如土色 嘿 谁晓得这丝轻描淡写 就这么嗷了一声 然后什么都没有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秦少游朝太监理开嘴 你叫我举止端庄的呀 太监比我脸去 哼 索性不理秦少游了 几十个武士 在检查一番之后 便占据了酒楼的一些位置 束手待命 过了一炷香 又有一只马对过来 那马蹄声轰隆隆地 宛若惊雷 不过骑士们并没有进楼 而是在外为数 一些宫女和太监 已经鱼挂入了 太监眼看时候差不多了 便这秦少游 没好气地说 还不快出去见驾 秦少游和秦少姨的兄弟 出了酒楼 便看到这酒楼外 一身里三层 外三层地被人围了个水泄不通 远处 在一对花架骑士的拥促下 一方绸缎青纱的龙年 由三十二个太监 徐徐抬了过来 在龙年一色半形的人 秦少游竟是认的 不是上官玩又是谁呢 秦少游心里叫苦 自己好像宰的是一个大人物啊 来得很不小嘛 不怕 不怕 他这样尊贵的人 肯定不会记仇 宰相肚里能撑船 这个小妞虽然不是宰相 应该撑个我 没有问题吧 一定要坚信 人性的美好 秦少游在心里面安慰着自己 等到龙年稳稳停住 那太监 朝秦少游使了个眼色 可是秦少游 却还是站着不动 他的眼睛不停地眨 很期待看一看 传说中的那位女汉子 到底长得什么样 太监急了 咳嗽一声 便索性先行拜道 恭迎圣驾 秦少游醒悟过来 也连忙行礼 草民秦少游 恭迎圣驾 龙年 一时掀开一脚 紧接着 武则天 踩着高凳下来 秦少游昂起头 须看武则天 乍见武则天 秦少游不游微微一愣 这个女人 一身脱离到半丈的程序 上面像有繁复华美的金色花纹 浅秀母丹 她身材微微有些风云 一头青丝 一头青丝反正高高的美人计 头上配戴精美的凤钗 积极配饰 这是个大美人 而且 坦上去 竟不过四十岁上下 这是她的神态 却与美丽并不关联 脸色冷峻 一双凤眸 顾盼自雄 漆黑的眸子 深不见底 显得主人的诚服 深不可测 站在一旁的上官碗 见秦少游呆滞的神态 又好气 又好笑 她早就隐隐觉得 这个家伙 有些不靠谱 所以才特意去提点几句 谁知 这个家伙还是失态了 于是上官碗 愤怒地看了秦少游 很想把她当作 珍珠翡翠羹一样吃了 而秦少游呢 却还是很放肆地 看着五色天 其实啊 她心里面在偷着乐呢 后世自从有了韩国人 在整形手术 什么样的美女 她没有见过 岂会因为一个 风韵游存的老女人而失态 她如此失态 是装的 女人嘛 总希望得到男人的关注 武则天保养得如此之好 难道是孤芳思赏吗 当然不是 她想尽一切办法保持青春 自然也需要有人关注 秦少游的目光 充满了欣赏 却绝没有亵渎 目的嘛 当然是基于武则天 制造出 某种满足感 上官玩 若是知道这个家伙 被弟弟打的是这个鬼主意 却不知是该哭 还是该笑呢 武则天下了年 这里当然是她的舞台 一个小小的九炉小东家 她本不该用正眼去看那么一眼 可是突然被秦少游这么一丝眸光落下来 被她察觉 她竟是微微有些动容 她是个女人 而这种目光 自她年纪轻轻时入宫 成为了财人之后 就不再有了 因为她曾是太宗皇帝的女人 也曾是先帝的女人 而现在更是君临天下的天子 宫里围绕她的 十有八九都是太监 这种人的品位 一般都比较特别 而至于那些个臣子 哪个敢抬头看得一眼 更别说是单纯的 只因为容颜而用欣赏的目光去看了 即便是那些后宫的面首 似乎也带着几分虚假情谊 可是这个少年 这种单纯且带着欣赏的眼神 却让他有一种久违的欢喜 他不由侧目 好好地打量这个家伙一下 物色天侧目 看了秦少游一眼 诶 这是什么样的眼神 那眼眸似是幽碎的身权 深不可测 却又清澈无比 秦少游恍然 这个手腕高明 杀人如麻的女皇帝 除了贵气逼人之外 那眼眸流转之间 嘴角微微勾起 艳然含笑 竟有少女般的神韵 我来个去 秦少游方才还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耍弄着他的心机 可是现在 却有点不知所措了 被一个女人盯着 竟让他不知所措 真是失败呀 武则天抿嘴 他的眼眸立即收了回去 你叫秦少游 秦少游一副受宠落惊的样子 啊 草民便是 哦 这事呕了一声 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武则天伸出仙仙玉手 上官马连忙上前 伸出臂膀来 武则天 则是将手轻轻地搭在了上官马的小臂上 然后徐步进入酒楼 上官马则是狠狠地朝秦少游瞪了一眼 显然对于秦少游的表现 甚为不满 可是秦少游却没工夫搭理上官马 他很纠结 有些灰心丧气 花费了这么多功夫 他娘的只换了一个哦 虽然女皇陛下竟然还记得自己的名字 这是一件值得可喜可贺的事 可是你们也不能把酒楼当成自己家呀 这是我的酒楼好吗 只怕 在女皇陛下眼里 自己和娄夷怕是没有多少分别吧 哎呦我的天哪 有点受打击了 不过 我怕 割脸皮厚 继续 秦少游要尾随进去 却被一个恐无有力的武士拦住 这武士挪挪嘴 这意思是滚一边去 秦少游怒了 这是我这酒楼 武士沉吟片刻 终究开始测了身 秦少游快步进去 便见此时 武则天 已经在一行工人 惯惯的拥促下 坐在了一张靠窗的弧凳上 他倚着桌子 脸微微侧向窗外 似乎在凝望什么 秦少游看不到他的脸 可是他那纹丝不动的胶躯 却如雕像 他在看什么 在想什么呢 这个背影 留给了秦少游很深的印象 背影虽是娇弱 却有一种别样的孤冷 天下万物 似乎只成了他的陪衬 秦少游叹口气 他突然意识到了 小人物的悲哀 这样的大人物 身边总有仆从万千 可是在他的眼里 却和草木没有什么区别 接下来 还是做菜吧 为了成为大人物 为了不被人当作草木 更该努力 秦少游索性直接去后厨 谁晓得这后厨 竟也有武师和宦官 这些人狐疑地看着秦少游 不过想来 也晓得秦少游的身份 而没有刁难 可秦少游进了后厨的时候 却发现这儿 竟被几个宦官包场了 一个老太监 已经记起了围裙 手里拿着勺子 其他几个小太监 切菜的切菜 热锅的热锅 一幅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 可是 秦少游火了 他娘的 这是我的酒楼 是我的厨房 是我的地盘 你们这样 还有没有天理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畅读书城 这里有你的故事 第十六集 秦少游正要上前 一个小换口推开他 闲杂人等 走开 走开 秦少游被他的气势 弄得莫名其妙 话说了 谁给你这样的地气 你们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什么时候 我成闲杂人等了 我是这里的东家 陛下大驾光临 领我来 那老宦官这才注意到了秦少游 他一手拿着勺子 一边侧目过来 宣经冷笑 哼 你是何人 本店东主监主厨 秦少游 是也 秦少游 没听过 你是什么东西 陛下来了这里 吃的也理当是寓言 你个小小刁民 也敢在这儿造词 陛下吃的东西 是你能做的吗 出去 秦少游 被说得目瞪口呆 我去 你居然还有理了 我若是不出去呢 来人 老宦官风淡云青 并不把秦少游放在眼里 只是慵懒地叫了一句 外头已经有侍卫 堵在了厨房门口 来意不善 秦少游 反而气定神贤起来 他很快 明白了原委 女皇陛下来这儿 只是将这里 当作一个舞台 吃饭是小事 可是追思仙太子 怀念自己的 亲生骨肉 才是关键 说穿了 今日他来这里 就是给天下人看的 是要破除那些 有心之人的流言蜚语 至于吃不吃东西 让谁来做菜 对于女皇陛下来说 这只是一件 微不足道的小事 既然微不足道 当然也不会过问 于是乎 宫里的大厨来了 陛下没有说谁做菜 他们却已默认为 女皇提供膳食 是他们的职责 如此一来 秦少游就被排除在外了 他的饭碗被抢了 哼 我若是不滚呢 老宦官眯着眼睛 你好大的胆子 莫非不怕死吗 他朝门口的侍卫挪嘴 侍卫会议 已是气势汹汹地进来 我去 你真当我是下大的 好啊 那么就看我们两个谁怕死 陛下来这儿 是来追思仙太子的 天下多少人在瞩目 这个时候 你们这些该死的奴才 就是闹出什么乱子 你们想想看 陛下会怎么样呢 我再小小地提醒一下你 待会儿 我会叫的 叫的声音有些大 可能会有些吵 老宦官的脸色变了 陛下的来意 他当然知道 他又岂会不知这是一出戏码 是演给天下人看的 陛下 陛下当然不在乎今日吃什么 可是若这闹出点事 传扬出去 眼前这个讨厌的家伙 虽然该死 可是难保陛下 不会坚弄自己 这个家伙 好不要脸 好大的胆子 只是偏偏 竟是拿得一点办法都没有 秦少游看着老宦官迟疑 便笑着自己的恫吓 走笑了 于是理直气壮地说 真想把事闹大 我可不怕你 这是我的地方 该滚的是你 嗯 你也懂做菜 我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经营酒楼 怎么会不懂做菜 你这是做给寻常小民吃的 陛下是什么人 怎能吃那些粗野的东西 先太子能吃 陛下为何吃不到 先太子都说我爹做的菜好吃 按理来说 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我是我爹的儿子 做出来的菜 为何就粗野了 你莫非是说先太子也粗野吗 老宦官答不上来了 他脸色发青 抽筑了老半天 竟有点难以着想 秦少游却是悠悠地叹了口气 哎 算了 我是个讲道理的人 咱们就更让一步吧 这菜嘛 咱们分开做 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索性就来赌一场 且看谁的手艺好 老宦官打起精神 现在秦少游给了台阶 他没有不下的道理 况且他是宫中主厨 当然是信心十足 于是冷笑了一声 哼 输了怎么办 赌钱不好 格调太低 若是谁输了 谁学狗叫 想来我是吃亏的 我是完人 你是宦官吗 说到这里 老宦官的脸抽了抽 很有一勺子下去 砸死秦少游的冲动 确定秦少游继续说 不妨如此 谁输了 谁就拜师吧 好 不去耍赖 现在开始 老宦官觉得自己吃了亏 自己可是堂堂欲出 即便赢了 还不是这小子占了便宜 不过他实在吃不消秦少游那张嘴 索性先赢了再说 于是二话不说 直接吩咐小宦官 杀鸡 倒水入锅 拿笋 秦少游听完 便晓得这老宦官要做什么了 鸡和笋 这老宦官要做的是如意羹 当年自己的爹 就是靠这个羹 使仙太子胃口大开 才提的字 这老宦官还真是不客气 直接就做这个羹 天子来这儿追思仙太子 是这当年仙太子 在这里吃过的羹 少不得要赶福万千 这道羹 且不说做得如何 首先就增加了不少的印象分 老东西 你没有运动精神哪 说好了有一第一 比赛第二的呢 潜艇 武则天的毛子收回了目光 这黑白分明的明眸 最后落在了上官婉儿的身上 后厨为何喧哗 毕竟只是小酒楼 后厨离这里并不远 稍微的响动 都可传达到前厅来 只是这不经意的一问 立即就成了头等的大事 过不多时 便有宦官小心翼地过来 拜走在地上 陛下 后厨发生了争执 武则天不喜不怒 轻描淡写地说 哦 该店的主厨秦少游 与玉出王安立了赌约 争相要给陛下准备膳食 一旁的上官婉儿说 真是胆大包天 陛下在此 他们也敢立赌约 上官婉儿是玲珑心 他自知那个无状的秦少游 其实并没有犯糊涂 恰恰相反 这个家伙多半是晓得 今日天子驾临这里 是做给别人看的 无论这家伙怎样胡闹 都不会受到责罚 总不能人家的爹 做了一手好菜 先太子赞予有加 转过头 陛下跑来怀念先太子 顺手就把他爹的儿子给宰了 所以 以武则天的心性 是绝不可能动怒 反而这种小争执 倒成为了今儿 无聊乏味地演出一点 小小的佐料 他故意冷吃 表面上是显露自己眼里 容不得沙子 却是故意要显露出 天子的宽容 这个世界 总该有人唱了红脸 再有人来唱白脸不是 顾则天果然抿嘴一笑 非但不怒 婉儿微笑着说 赌约 倒是有点意思 婉儿 这是好事 不须动怒 上官婉儿顺着梯子下来 是 他心里却是想 在后处里 老宦官王安 已经忙活开了 鸡肉已经下锅 水也已经煮沸 紧接着 竹笋已经削皮切块 像这样宫中培养的御厨 其实是最擅长火候的 不过到了这里 他的眉头 却是深深地皱起来 显然 宫里的灶 和这里的灶不同 宫中是大灶 火力更强 这里的灶台小 婴儿火候 有些拿捏不准 他只得不断掀开锅盖来 拿着勺子不断地观测 好不容易 他长吐了一口气 吩咐小太监 夏笋 竹笋丢入翻滚的鸡汤之中 犹如风暴中的一叶偏粥 在滚水中翻滚起来 王安开始放盐 葱姜等物 一旁的秦少游说 我这里有鸡精 若是放进去 不要 王安警惕地看着他 什么鸡精 天知道这小子 安的是什么坏心 这东西 王安可是听都不曾听说过 被王安拒绝了好意 难得做了一回好人的秦少游 撇了撇嘴 不以为然 等到万事俱备 王安命人下锅 小太监将汤水倒出来 取出笋和鸡肉 只撑一小碗如一根 王安像是好不容易输了口气 朝着秦少游冷笑 咱家先走一步 你慢慢地做 他端着如意更 小心翼翼地走了 这家伙 这家伙都是很懂先发炙人的道理 不过他这如意更 做得倒是不错 汤水金黄 香气一人 真是色香味之犬 秦少游懒得理他 确实说 秦少 秦少 秦少在外头不敢进来 听到吩咐 才战战兢兢地进了后厨 只听秦少游说 去看看刚才锅里煮的东西怎么样 再把刚里的蛋都取出来 秦少见堂弟自信满满 似是被他的气势所感染 倒也打起了几分精神 好嘞 一碗如意更 如今便落在武则天的面前 王安站在一旁 小心翼翼地看着 这碗汤 香味浓郁 即便是武则天 也有些动容了 他伸出手 取了一旁准备的银勺 小心地摇起一勺汤水 红唇掘起 吹凉了汤 随即放入口中 王安紧张地看着陛下 将汤喝下 嗓子眼都要冒出来了 一往 他这等御厨 是尚不得台面的 做了什么吃的 也不可能在旁伺候着天子吃下 所以无论好坏 都和他没有干系 手艺再好 那也是他的职责所在 可今日不同 其实他也是第一次伺候 我没有心紧张 古则天吃了一口 不仅玩儿笑了 这就是红尔 从前在这里吃的 如意羹吗 王安连忙说 是 好 别看只是一个轻描淡写的好字 可是作为想尽人间富贵的天子 能说出这样的评价 就足以让人感动了 王安连忙碍碍碍地说 陛下 老奴 老奴 上官玩儿在旁笑了 好了好了 不必你奉承 陛下称赞你 你乖乖硬了就是 是 是 武则天一边吃着如意羹 一边眼眸闪烁 这如意羹在这吃着 自是应景 仿佛就在数年之前 那位义气风发的先太子 也就是武则天的亲子 同样也是落作于此 在这里吃着如意羹 时光交错 物是人非 武则天凝望着他 突然停了手 他唏嘘一口气 却不知是有意为止 还是真情流露 拥促在旁的女官 宦官大气不敢出 纷纷垂头 整个大厅中 路啊真可闻 就在这静谧到极点的 氛围之下 武则天又拿起了银勺 天地之间 只剩下他轻轻咬动 汤水的细微声响 没过多久 脚步声传来 这一次 是秦少游一对堂兄弟到了 王安得了天子的褒奖 意气风发 一见到秦少游那小子过来时 不免得得意洋洋 他在不经意的时候 故意朝秦少游略过挑衅的眼神 而秦少游 假装没有看到 不过当所有人看到秦少游 手里端着的东西时 不少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那是什么 小米粥 粥水这东西 上至达官贵人 下到饭夫走足 都是常吃的主食之一 本来秦少游拿来 倒有无搞厚非 可问题就在于 这普普通通的小米粥 居然也敢承造军钱 陛下会稀罕你一碗粥吗 即便对秦少游有些信心的上官碗 此时也不禁有些失望了 秦少游旁若无人 要将手里的粥 断到武则天岸前 却有个小太监拦住 秦少游指得将粥交给他 这宦官在江州转成到武则天的面前 单说这碗粥 其实无论是从卖相 还是从那空气中 弥漫着淡淡的粥香 却也说得上是上乘 只是里头并没有添加 其他任何东西 即便是连葱姜都不曾有 不免让人觉得 做粥的这个家伙 实在是脑子进了水 亵渎了天字 上官碗忍不住说 秦少游 陛下稀罕你清糖寡水吗 吃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好吃 莫非姑娘不知 好不好吃 当然陛下说了算 这家伙 好大的胆子 上官碗咬了咬唇 被秦少游狠狠奚落了一顿 却是无力反驳 都是一旁到王安乐了 这个家伙是作死啊 顶撞了戴赵的女官 做了一碗粥水给陛下吃 居然还如此理直气壮 古则天不以为意 既然来了这里 尝一尝民间的粥水 倒也无妨 他处处显露出自己的宽容 这和秦少游的猜测是一致的 越是杀伐果断的人 其实越是容易相处 因为在政敌面前 作为一个女皇帝 古则天必须用最残酷的手段 打击他的敌人 维护自己的统治基础 可也正因为如此 对于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反而能保持宽容的态度 古则天 民嘴笑了笑 他的眼眸 很不经意地扫射了秦少游一眼 对这个家伙印象 变得有些深刻了 随即拿起了银勺 浅尝一口 许多人紧张地看着武则天 待武则天将粥吃下 在口里细嚼之后 他慢悠悠地放下了勺子 秀没一扬 从他口里又吐出了一个字 好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畅读书城 这里有你的故事 第十七集 武则天的这个好字 当然不是空穴来风 均无戏言嘛 当然不可能有假 这口粥入口后 第一感觉便是香甜无比 且滑而不腻 只是一碗小小的米粥 再稀稀不过的东西 可是吃到口里 却有一种润滑 却有一种润滑爽快的感觉 武则天平时也吃粥 负责宫中食物公寄的人 有一千六百只多 阵容庞大 平时他吃的粥品种繁多 可是今至这平淡无奇的白粥 却总有一种不同 而熬粥 其实最考验的 就是火候的功夫 那些御厨并非不懂得火候的掌控 大家各自有一套自己的经验 可秦少游不同 厨艺到了后世 已经成为了一门科学 在饮食界 甚至多大火量 烧什么柴 都有精确的数据支撑 要熬出一锅好粥 出现任何的误差 口感也就天差地别了 况且秦少游熬粥的水 乃是高汤 高汤乃是用大骨熬制 同时放入一些虾仁 香菇 再去其残渣 使取其浓郁的香味 再下面熬制 这种粥若是在后世 遍布大街小巷 并不出奇 可是放到了这个时代 却是一番不同的风味 正如甜奶 若是成年人吃 大多不觉得稀奇 可是一个只曾吃过母乳的婴儿吃 这味道可就大大不同了 所以许多人的印象之中 小孩子往往好吃 什么东西都能吃得津津有味 这其实并非好吃 只是他们的胃感较为敏感 并没有尝过百味 任何一种新的零食 都足以让他们垂涎几日 因而饮食界必须要随时推陈出心 因为再好吃的东西 吃得多了也就渐渐乏味 秦少游这碗粥 看上去平淡无奇 可是这种口感 对于武则田来说 却是头一遭 更不必说 他作粥的记忆确实紧张 出场之下完全给人一种 颠覆味觉的鲜美 武则田正在要继续吃粥 秦少游确实说 陛下 要吃这粥 还得配菜 女人嘛 其实多少都有好吃的甜心 即便是武则田也是如此 武则田来了兴趣 哦 什么配菜 秦少游身后的禽兽 忙端了一节菜出来 是剥了壳的黑蛋 这黑蛋不大 和鸟蛋一般无啊 却是通体漆黑 可是蛋上 又有许多细细的纹理 看上去很是特别 这是什么 鞍唇蛋 一旁的御厨王安建陛下 也夸奖了秦少游 心里不仅有些发虚了 其实他自己清楚 从陛下吃了粥开始 他就已经输了 虽然二人都得到了好的评价 可秦少游做的是最平常不过的白肘 而他做的却是如意羹 明显是他占了便宜 谁知这秦少游又弄出一个蛋来 他有些不服气 忍不住说 既是鞍唇蛋 为何是通体有黑 这个嘛 秦少游笑了笑 然后说了一句令王安吐血的话 秘密 这样的东西 也敢给陛下吃 不能吃 我敢承送军前 陛下 这是草民的独门秘迹 陛下不妨试一试 那王安还有政变 武则天却只是玩儿一笑 拿来 武则天并不像那些大家闺秀 对于新鲜的事物带着戒备之心 居然一点都不侥幸 直接伸出细纸 拿起一个小小的松花安春蛋 掀着在手上 端详一番 见它有黑光亮 上面还有白色的花纹 闻一闻 自有一种特殊的香气扑边来 然后 它很是大气地直接放入口里 细嚼之下 先是皱眉 随即笑了 嗯 好吃 又有一个好字 这是这一次 多了一个吃 这松花蛋的源头 那是北魏时期的咸鸭蛋 到了明朝 松花蛋才开始出现 咽下在这里 这口味独特的食物 足以将武则天折服 更何况 武则天方才吃了香甜的米粥 再吃这松花蛋 这松花蛋的味道更加浓郁了 得了武则天赞赏 秦少游显得扭捏 很是谦虚地说 陛下言重了 其实宫中的御厨 都是烹饪的大师 草民不可是满足了 陛下新鲜感而已 本来王安还想抨击秦少游 谁知秦少游 忽然转而来夸奖了自己一番 让他微微恶然 这个时候 如果对秦少游刁难 在陛下面前 就显得自己有点尖酸刻薄了 武则天本来在这里 不过是做做样子 谁晓得居然还真尝到了 意想不到的美食 心情也就好转起来 想不到你一个市井少年 竟也懂得自迁 朕实在是想不到啊 他每一波流转 终于开始正眼看一看秦少游了 其实秦少游的粥和蛋做的再好 那也不过是个厨子 古则天说一声好也就是了 毕竟厨子的手艺再好 也不可能入得了古则天的法眼 可是方才秦少游一番自迁的话 却与这个时代的道德观念极为契合 一直于武则天重新审视秦少游 这个家伙 生得倒是颇为俊秀 小小年纪 却有一种别样的书卷气 不像是世景出身 尤其是他的眼睛 武则天看到秦少游这眼睛时 兴趣更增 这家伙眼睛里 似乎有一种与年龄不相符的深邃 小小年纪 心思很重 这倒是有点意思了 第三次得到了武则天的褒奖 秦少游不卑不亢 故意没有接武则天的话茶 而是笑呵呵的 其实说起来 这周还有一点来历 上官晚上在一旁看着 发现秦少游这个家伙 在天子面前一点惬意都没有 反而是侃侃而谈 也不禁有点惊诧 他是何等人 立即察觉出了里头的关键 许多人与天子说话 即便是出身再好的人 往往都是陛下说什么 他硬什么 主动权进阶在陛下手里 所以说了几句 陛下便没兴趣了 交代之后也就打发滚蛋了 可是这个家伙 却是不按常理出牌 陛下夸他 他没有顺着话去说 反而引发下一个话题 这不但需要胆量 而且需要极为缜密的心思 上官晚上细细地看着秦少游 心里不由想 这个家伙 自己竟还是小看了 他不但记载 而且心思还很深 翘身有些看不透啊 听秦少游要说粥的来历 古则天仔也显得兴趣浓厚 不由说 哦 小小的米粥也有来历吗 这粥的米产自神都郊外的梦西 本来江北一带极少产道 可是梦西那里却是水路纵横 其实那儿本是荒野 可是到了上元元年 先帝在的时候 陛下曾上表建言 要劝农丧 活富瑶 先帝准奏 不止如此 先帝和陛下 还一同到梦西 看了几亩荒田 有了先帝和陛下作为表率 于是百姓们争相汇聚于此 开荒松土 这短短数年 那里就已经造就了百里卧土 神都的人都说 梦西的稻米 比扬州的稻米口感更好 家父在世的时候 要尽食材 这稻米也只是认得梦西的 其他的地方往往口感差一些 秦少游将这前因后果说出来 还不忘摇头晃脑一番 他口才本来就好 逻辑清晰 一番话下来 眼睛轻轻往武则天那一瞄 然后心里轻松了 因为武则天的嘴角勾起 便是眼中都带着笑容 武则天卷宁神静听 他微微拖着下巴 手肘轻轻搭在桌案上 显得兴致勃勃 这让所有的太监和宫女都显得诧异 这可是破天荒的头一躁啊 很明显的是 武则天对秦少游的话题很感兴趣 秦少游说到的孟希 而孟希那儿 早在七八年之前 李治还在的时候 确实是一片荒芜 那里成为水乡 与武则天息息相关 这是当时武则天的善征 此事早已久远 甚至很多时候已被人遗忘 人就是如此 你做了什么事 减了多少付税 没有人会记得 反而令人津津乐道的 是那些恭维中的秘文 孟希的谜 而且还搭上了李治 武则天突然发现 眼前这个小家伙 有些可爱了 武则天仍不知说 是吗 孟希那里 朕已经许久没有去过了 你若是不说 朕还真的没有在意 现在再细细品味 这粥还真是有些 格外的香甜啊 上官玩儿见着 便晓得陛下 中了这贼子的奸计了 偏偏即便是他 也不敢戳穿 秦少游的胡说八道 孟希的盗米 那可是陛下的杰作 谁敢轻易反对 他不由愤怒地 瞪了秦少游一眼 对秦少游越发警惕了 这个家伙 确实要小心 秦少游笑呵呵的 本来神州一带 是不宜重道的 陛下轻抗后 孟希的盗米 就都遍布了 我爹从前将此事当作 义事来说 草民开始也不懂 后来读了书 渐渐明白了事理 也大致有了眉目 原来 天子有德 风调雨顺 天子无德 上苍将降落于百姓 这句话 并非这空穴来风 这家伙拍起马屁来 很有专业精神 他不像大臣那样谨慎慎微 反而带着一点放肆 有一种草莽之气 就比如说话的时候 他会直视武则天的眼睛 这当然是大逆不道之句 可是这种不规矩 反而给人一种 此人不安适适的书呆子形象 可是换句话来说 若是那些谨慎慎微的大臣 每天三呼几句万岁 也不过是口头禅罢了 谁知道那有多少真心 而秦少游 一副不明事理的样子 摇头晃脑 反而让武则天觉得 这个家伙不是虚情假意 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一个大胆放肆的人 一个不明事理糊里糊涂的人 他这一通吹破 反而让武则天感到十分惬意 每一个人都习以得到别人的真实评价 武则天更是如此 他身藏狡诈 孰安人性中的黑暗 对每一个人怀有戒心 更需要得到好评 武则天 敏敏敏敏嘴 忍不住吃了几口粥 又捏起一个小松啊蛋吃了 竟是感觉自己不须此行 良久 他猛地抬眸 奄然笑 这笑容如牡丹盛开 惊艳无比 好吃 很好吃 好吃得很 哈哈哈哈 连续三个好字 震惊四座 武则天今日来了兴致 话也多了一些 失了粥 口齿之中 还存着余香 朕听说你读过书 是 许多人都说读书无用 可是家福在世的时候 却是说读了书 才能明理 所以咬紧了牙关 散尽了家财 也要将草民供养出来 草民惭愧 自家福去世后 却是一无所成 便是连这酒楼 都经营不善 手艺不成 空手的祖业 勉强糊口 武则天问一句 他就答三句 如此一来 话匣子就打开了 武则天有点好奇 何以会经营不善呢 你做的菜肴 便是连朕也是喜欢的 桃明不懂人情世故罢了 不懂人情世故 看上去是自迁 可是在武则天看来 却是良好的品德 看着家伙 看着家伙滔滔不绝 武则天顿时 奄然笑了 如果秦少游 是那种 缝赢拍马的人 那么方才的 一美之词 岂不是都是 有意为之 而并不是 真实的民情 武则天叹了口气 不懂人情世故 也是好的 人情世故 懂得多了 反而不能保守出行 你不懂人情世故 却很明白事理 这是你的长处 陛下教会的事 武则天已是吃完了粥 口齿里还感受着 梦兮稻米的香甜 他见秦少游 一直策略着回话 不又说 来 给他一个胡瞪 让他坐着说话 这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却是让随护们 更嫌诧异 秦少游竟也不客气 大啦啦地坐下 他不懂事啊 女皇帝都说 不懂事才好 那么这个优良传统 必须要发扬 武则天见秦少游 随意的样子 便只当这个书呆子 发了呆信 非但没有觉得不妥 反而为之晚 并不见怪 武则天又问 你平时读的 都是什么书啊 家中并不富裕 所以涉猎的书 大多都是稀松平常 无非是周礼 论语之类 你有一些精识 哦 树叶有专攻 所学过杂 也不是什么好事啊 他转了念头 突然想起了什么 近日我听完 口中总是念一句诗 嗯 朕想想 对了 天地有正气 杂然复流行 下则为和月 胜则为日行 这句诗是极好的 却只觉得这诗 虎头蛇尾 你既然读过书 能否石漏不仪呢 这是考教了 可是当武则天念出 天地有正气的时候 秦少游微微一愣 他先惊诧地 看了上官玩一眼 紧不住想 玩 我去 他是上官玩 哎呀我的天哪 完了 我好像得罪他了 他会不会打击报复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畅读书城 这里有你的故事 第十八集 上官玩的大名 秦少游是知道的 这可是大周朝 最鼎鼎有名的人物之一 然后嘛 秦少游发现了一个 十分郁闷的问题 因为这首诗 好像是自己 被上官玩念的 想不到最后一拨三折 又从武则天口里出来 上官玩连忙说 陛下 这首诗 臣正是听自秦少游之口 武则天 微微恶然 宣机婉儿 原来竟是你 正是草民 那么 诗的下却是什么呀 秦少游心里想 自己算不算 剽窃后人的果实呢 只是到现在 他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 陛下 这首诗有些长 你不妨念来听请 秦少游便摇头晃脑地说 天地有正气 杂然复流行 下则为和月 上则为日星 与人约浩然 佩乎赛苍鸣 折人日一远 典型赛苏西 凤言斩书读 古道照颜色 秦少游很聪明 他故意隐去了 阴房田鬼火 春院避天黑 牛记同一造 几夕凤凰时这一件 毕竟自己没有 牢狱之灾的经历 其他的 大地都背诵了出来 武则天认真喜听 久久不语 此诗虽是直摆 文句落了下诚 却又大气磅礴 也不用说 想不到 小小一介草民 竟有这样的大气 秦少游心里叫苦 这首诗 其实与他的身份 并不相符 毕竟自己过于年轻 可是这样悲壮的事 不是经历过魔力 是很难有所感悟的 秦少游便说 草民丧父后 遇到许多刁难 那棵草民 只是手无腹肌之力的一介书上 却只好借此诗 为座右鸣 告诫自己 要报首本心 谷则天笑了 哼 这命人记下 这是好诗啊 你能报首初衷 那再好不过 天色已是晚了 你看 朕留在这里多有不便 你是主 朕是客 是不是 该礼送朕回宫啊 这绝对是开玩笑 堂堂女皇 还需秦少游来送 不过从邓剑打听来的各种消息来看 这位女皇帝 可是个不够言笑的人 一个平时不够言笑的人 开了这么一个 不嫌不淡的冷笑话 理由是什么 理由只有一个 她的心情很好 秦少游连忙起身 草民 恭送圣驾 酒楼外头 街道已经清空 有的只是乌鸦鸦 显意怒马的敬畏 武则天已经坐上了龙脸 他拉开了围蔓 看了一眼 站在念外相送的秦少游 然后 他抬起毛子 目光落在了 如春酒楼门脸 那巨大的牌匾上 李红的蚊子 被探印于此 刷了金漆 显得格外的醒目 除意无双 落日的余灰 将点点金黄 洒落下来 照在武则天 深邃的毛子里 这幽深不可测的目光 影射到影着光亮 他嘘了口气 悠悠长探 探声 宛如带走了满界的肃杀 抬年的宦官们 徐徐将龙脸抬起 龙脸启程 秦少游 朗声说 恭送圣下 那大队的人马 已经开始动了 骑甲分明 惊奇招战 大队的人马 宛如长蛇 渐渐地消失在了 秦少游的面前 秦少游没有项羽那样 见了秦始皇的大骂之后 由比尔全代之的豪迈 他自始至终都知道 自己不过是个小人物 一个想使自己生活 更好一些的小人物 仅此而已 该做的 他都已做了 所谓的近人事 便是如此 至少武则天 对他的印象是极好的 这一点 秦少游倒是可以保证 至于天命如何 那么就静心等待了 最悲催的结果就是 武则天这老娘们 回到宫里 转过头 就把今日愉快的经历 抛之脑后 然后嘛 再无音讯 秦少游摇摇头 背着手 叹过气 随驾队伍落在最后的 就是那些杂役宦馆了 其中就有王安 王安在队伍之中 却被秦少游拉住 王安脸色有点不太好看 堂堂御厨 却是被秦少游 一个不知名的小子 给打个落花流水 陛下对自己的厨艺 不过是一个好字 可是这秦少游 却先是好 再之后是好吃 最后又是好吃 很好吃 好吃得很 很明显 王安输了 于是本着愿赌不服输 输了也不认的原则 叫蒙混过关 可是秦少游 却是眼尖 看到了他 哎 小安 小安 秦少游朝他招手 王安夹挤脚步 把脸别到一边去 假装没有看到 可是他嘀咕了秦少游的毅力 秦少游一追上来 王安吓了一跳 他晓得这家伙 是胆大包天的 于是忙驻足 尴尬地朝秦少游迎上来 小安娜 你这么快就回宫啊 秦少游很亲密 海里边探着肩 呃 这 公中有规矩 是要赶着回去 王安欲哭无泪 他总是觉得 秦少游看他的眼神 像是东市里买罗马的表情 东瞧瞧 西看看 眼睛朝着自己的牙口看 这让他心里有些发毛 啊 公事不能耽搁 这是顶天的大事 你能够尽忠职守 为师很欣慰啊 呃 你既然要走了 为师也不能留你 不过 你我既是师徒 应有之礼 却还是要的 什么拜师礼就不用了 为师最讨厌那些凡文乳节 凡 钱啊之类的东西 也不用孝敬 钱再多 能取代师徒之情吗 这师徒 犹如父子 对不对 师父 王安不甘心地叫了一声 秦少游 朝远处的秦兽招手 秦兽 来 秦兽小跑过来 秦少游 又把手搭在王安的肩上 语中心长地说 我说 我说小安啊 既然你我师徒一场 为师有个堂兄 你就无论如何都要见一见 他叫秦兽 你理应称他为师伯 快 来见理 王安看了眼抠着鼻子的秦兽 浪浪荡荡地站在一边 还是一头雾水的样子 浑身上下 都透着一股傻气 王安的心开始天人交战 这一喊 显然不但淹了自己的身体 便连精神 也要阉割一道了 秦少游则是抱手在一边 笑了 小安啊 不要怕生嘛 凡事虽有过程 可是见过师伯 有什么扭捏的 一回生 二回熟嘛 来来来来 再不叫 为师可要生气的 师伯 王安很委屈地叫了一句 生意有若门银 秦兽手指 从鼻孔里伸出来 带着很可疑的一串东西 啪唧一声 弹出老远 笑呵呵地说 叫叫得我怪 怪不好意思的 师父 师伯 咱家 咱家还有事 有空咱家 再出宫来聆听教诲 眼下该回宫了 嗯 去吧 好好做菜 不要剁了为师的威名 我安逃 也似的跑了 堂哥 咱们又发财了 一听到发财两个字 秦兽就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话 他一听了不知多少遍 可是发了财 也不是自己的 从来不见这个堂弟 给自己付工钱 见秦兽懒洋洋的 秦少游便当机立断 你这个家伙 油言不尽 真是讨厌 赶紧的 去把他尖叫来 该做工了 让他躲了一天的懒 他的债 什么时候是个头 还有 你出去 去打个酒旗 旗上 就这样写 本店顾请 御厨王安师伯掌勺 欢迎莉莉 谁是 御厨师伯 是你啊 堂哥 啊 啊 秦兽猛地想起来了 不知不觉见 他的腰杆子 也挺着起来 是我吗 你这么一说 我倒是想起来了 他显得很兴奋 搓了搓手 我就怕做不好 哎 配料都是我给你挑好的 一教你做了不少菜 有什么做不好 你不要妄自费薄 好 我 我这就去 见秦兽兽兽的背影 秦少游又是摇头 老秦家的基因 堪忧啊 这个堂哥 为什么总感觉 智商有问题 几日之后 上食局内膳房 这里主要负责的 乃是内定的食物 按照汉制 天子一日吃四餐 而大臣一日吃三餐 平民吃两餐 所以此时 五食将近 内膳房 已经忙开了 今日乃是王安当职 王安的职位是主食 别看官名有点丢笨 这是石打石的上食局主要领导之一 他掌握着六十多个主膳 还有四十多名杂役 如春九楼的事 他已经忘了 反正自己是太监 一年到头 也出不了几回宫 那个什么师傅 他早已丢到了九霄云外 像平时一样 到了这内膳房 他便活脱脱像个大将军 背着手 在膳房里的各处勋寻 偶尔要叫骂几句 这饼 是这样蒸的吗 先事先热水 把饱饭好了没有 他一通训斥 那些个主膳们 个个不敢吭声 接着 他又开始扯起嗓子叫骂 采买的人为何还没有把新鲜的鲜果送来 没有鲜果 如何上菜 这些混账东西 每日多了 正说着 确实有几个宦官 抬着一筐蔬果进来 其中一个小主席 笑嘻嘻地上前 王主席 来迟了 实在该死 王安别过脸去 恶狠狠地说 下次再如此 只好秉明门下省了 别呀 这不是这几只阴雨绵绵吗 哦 王主席近日在宫外做了买卖 买卖 王安一头污水 什么买卖 咱家出宫的时候 买卖 买卖 有个酒楼 哦 如春酒楼 说是主持大人的师伯亲自掌勺 吸引了不少的食客去吃 那儿的生意倒是真好 门庭若是 据说连一些官员都去品尝了 大家都说味道不错呢 师伯 王安伸去一阵 整个人几乎垮了 就差一屁股瘫坐在地上 这是造的哪门子孽呀 打出了酒旗 如春酒楼的生意 果然好转了不少 玉处 对于寻常人来说 确实有莫大的吸引力 至于寻常的酒楼 他们倒也想拿这个来贴金 只是冒充玉处的师傅或者师伯 天知道会惹出什么麻烦 可是如春酒楼不同 因为秦寿乃是正牌子的玉处师伯 因而如春酒楼有这个底气 前来常先的人 先是聊聊几个 不过很快 他们就发现这里的菜色 别有一番风味 一传十 十传百之下 如春酒楼便高棚满座了 秦少游如今已没有心思 去顾虑其他了 他并不亲自下厨做菜 叫了秦寿这么久 自然是做甩手掌柜 把这个重刃 搅在秦寿的身上 邓剑则是负责跑堂 只是他的样子过于凶格 让秦少游大为不满 不满归不满 省钱最要紧 创业艰难嘛 钱都应当花在刀刃上 生意总算步入了正轨 让秦少游松了口气 可是他的心 却还是烙在宫里 他很郁闷啊 这都过了半个月 为个宫里还没有音讯呢 莫非自己的粥和松花蛋 还不足够打动人心 于是乎 这位少东家 便开始抑郁了 每到天色暗淡下来 时刻们纷纷走了 他兴匆匆地在柜前结了账 小心翼地把盈余收好 然后便郁郁寡欢地 回到自己房里 推开窗 看着窗外的暗淡天色 对着如钩的音乐 夜风扶着窗外的桂花树 然后便开始进入幽怨模式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幽幽 独创然而替下 秦少游怀着一种淡淡的忧伤 若是没有那块匾额 若是没有武则天的来访 秦少游的理想 或许只是把酒楼继续维持下去 小腹即安 找个妻子 那两个小妾 快快乐乐地做个小东家 可是当人生发生了变故 他的野心也就大了起来 他有些膨胀 等到一切化为泡影 又开始怅然若失 秦寿这些时 每人卖力地做菜 无意乐乎 并没有关注到堂弟的精神状态 可是邓剑却发现了一样 因为他发现这位少东家 必先更抠了 态度很是恶劣 有时无缘无故地发脾气 像是来了月事一样 只是这月事 也未免来得太久了一些吧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畅读书城 这里有你的故事 第十九集 长明宫 天色已是乌黑一片 无数紫色宫灯燃燃 将这大殿照得灯火通明 照例在这个时候 武则天总是穿着宽松的纱裙 半椅在榻上 头枕着红艳艳的丝枕 此时 他合着目 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 而上官婉儿 斜坐踏前 要被武则天的连足抵住 在上官婉儿面前 有个小红旗桌 桌上 是一个凤星的烛台 上官婉儿捧了一本 怀男子朗读 所谓无形者 一之未也 所谓一者 他已朗读了小半时辰 口干舍燥 于是不免美目一转 贴了榻上的武则天一眼 见武则天笔目 不为所动 便禁不住低声说 陛下 是不是该救浅了 见武则天没有反应 上官婉儿便放下书 捏手捏脚地起身 抄几个工人挪挪嘴 这几个工人会议 要上来给武则天盖上宝贝 婉儿 武则天 朱唇突然违章 低低地换了一声上官婉儿的名字 上官婉儿原以为天子已是睡了 于是连忙说 陛下 有何吩咐 朕在想事 上官婉儿便要重新 坐回他前 乃的淡笑说 陛下 可是还在想着 同凭张氏任之谷 死李卿 催乙李 陆州刺史 李四珍等人的 谋反案子吗 武则天的嘴角 微微勾起 可是眼眸并没有睁开 他们 不过是跳梁小丑 能成什么事 对付他们 我只需要一封圣旨就足够了 朕想的是梦西 梦西 上官婉儿想起来了 梦西是半个月之前 秦少游所提到的 自从回宫后 陛下只字未提秦少游 上官婉儿便以为 陛下已经遗忘了 其实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身为天子 每日要见这样多的人 要从无数的奏书里 看到那样多的资讯 一个小小的酒楼东家 无足轻重 本就不该停留在天子的脑海之中 可是现在 陛下突然提到了梦西 让上官婉儿不由微微恶然 陈不明白 武则天悠悠叹了口气 朕在想 梦西本是荒芜之地 如今却成了鱼米之乡 朕已命人前去探访一番 果然如秦少游所说的那样 这是朕的善证 可是 为何朕没有从朝中听到有人提起 反而是一介不一 却是清楚 朕在想 难道文武大臣都是瞎子 他们就都不知道吗 还是有人知道 却对此绝口不提 每日反反复复念诵的 都是太宗皇帝的英明神武 做女人 难哪 他这一阵唏嘘 竟也和秦少游一样 带着几分忧怨 甚至有些愤世嫉俗 上官婉儿一时答不上来 只得说 陛下多心了 武则天微微皱眉 这不是多心 这是顾全自己 尤其是到了朕这一步的女人 若是稍稍糊涂一些 又能落到什么下场 朕观察了满朝文武 竟是没有几个可用之人 竟是没有几个可用之人 而能用的 除来俊臣之辈 猴思纸这些人 却大多登不得大雅之堂 婉儿 若是都让女人来作官就好了 可以省却许多麻烦呢 上官婉儿一笑 眼眸闪动了一下 女人 也并非人人 如圣皇一样 武则天马儿笑了 他突然问 对了 秦少游做的粥 朕倒是至今怀念呢 让他入上十省的外膳房 做一个主食吧 玉膳房 有内外之分 内膳房 主要是由宦官承认 而外膳房 则是对外招揽 天下之名的厨师之手 主食的官职不高 不过是个小小的酒品 可是对于秦少游 一介草民来说 却是难得的殊荣 上官婉儿 却是有些犹豫地说 陛下 这个秦少游 你但说无妨 前些日子 他惹上了官司 侥幸达胜了 而后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 已经传开了 武则天 微微地随口说 哦 是吗 是什么话 上官婉儿深深地 看了武则天一眼 陛下 他说的是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稿 武则天方才还是和睦 可是当听到 这句话的时候 身躯不由一震 他张眸 这眸光宛若刀锋 直接在上官婉儿的身上扫过 说了多久 有什么人知道 陈觉得这句话有趣 便让人传了出去 整个神都 只怕已是路人皆知了 是吗 武则天竟是直接从踏上起来 急着鞋 身后的工人赶忙上前 拿着一件披风给他套上 武则天走到了一处鸡子边 先手伸出来 抵着鸡案 他变得越发地深沉起来 最后 腰身微悬 凤幕又落在上官婉儿的身上 一字一句地念着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稿 武则天的眼眸一转 落在了鸡子上的红烛上 红烛燃燃 映照着他的眸光闪闪生辉 他突然眯嘴一笑 有点意思 只是短短五个字 在这背后蕴含的 却是完全不同的意义 能让武则天说出 有点意思的话 本身就蕴含了 太多太多的意思 他注视着烛火 跳跃的火光 是他的脸色显得阴晴火定 正如他此时的心情一般 摇曳而起伏 良久 他闭上了眼睛 然后一字一句地说 朕奉天成运 得享江山 可是 自朕登基以来 却有无数艰难险祖 朕乃圣皇 可是国家的权柄 却要假守于人 以至于朕令不能通达 而小人迎朝 善政最后 总会变成恶政 早在仙随之时 文帝也认清了这些弊端 于是妄图历经图治 妄图革新 乃何事与愿违 到了太宗在时 太宗一有心改变 却也回天法术 他们错了 武则天的美眸猛地张开 面带肃杀 脸连生意也不禁开始颤抖 店中的女官 宦官 宫人见状 纷纷败倒 头垂于地 不敢发出半点声气 武则天猛地甩袖 身后的披风呼的一声 自她背脊滑落 她不以为意 快步在店中来回走动 那张娇媚的脸上 升上了一抹红巢 她朱唇一鸣 欲速加快 无论随文还是太宗 他们不可谓不胜明 可是他们依旧错了 他们治了本 却没有治根 只要那些人无可替代 那么任何措施 都不过是隔靴搔痒 朕理应比他们做得更好 朕要碾碎他们 连根拔起 武则天 渐渐平静下来 他眼角的余光 撇到了上官丸的身上 他的脸色也随之变得 意味深长起来 而上官丸脸色平静 很显然 他已经预料到了这个结果 当他知道 秦少游喊出了那句话 当他命人将消息传开的时候 他就已经预料到了今日 所以他十分平静 无紧无波 嘴角上带着些许微笑 武则天所说的他们 就是门法 自两汉到现在 门法历经了笑脸 再到九品中正 早已成为一头 青面獠牙的猛兽 他几乎折磨了 自汉武帝到现在 所有的统治者 汉武帝时 为了打击门法 制定了极为严苛的措施 此后 这些门法非但没有销声匿迹 反而日渐壮大 他们采取家族经营的方式 往往能延续数百 乃至于上千年 等到了隋朝建立 隋文帝破天荒地开了科举 为的就是想绕开门法 而直接提拔人才 表面上看 隋文帝胜利了 可是这个冥完不化的问题 其实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门法的力量依旧很大 于是 头卷制度诞生 所谓的客举 若是考生没有得到门法的认可 不可能告中 告中不了 自然做不了官 于是大家纷纷向豪足头卷 将自己的文章和诗词 送到这些延续了数代的 达官贵人们手里 一旦被精赖 立即便可惊云至上 可问题就在于 当考生投卷给这些显贵的同时 其实投的就是投名状 至此之后 你有了一官半职 最后便沦为了他们的门下走狗 天下的官员 满朝的文武说穿了 就是那么起家起兴的走狗 这些门法控制的科举 拥有无数的良田 奴仆 殿户成群 甚至还续养了私兵 从庙堂到寻常的州县 到处都是他们的门生子弟 都是他们引荐的人才 自然而然 就拥有了连天子都忌惮的权势 问题的根本就在这里 唐太宗在的时候 确实通过一些举措 打压了门法的气焰 可是这些老树 树大根深 还没有到伤筋动骨的地步 而武则天呢 所面临的问题更加严峻 因为他登基以来 形势更加糟糕 若说门法对于太宗时期的大唐 不过只是烂窗 可是门法毕竟与李氏宗亲的利益是一致的 双方固然有内部矛盾 可是也有共同的利益 即天子与门法共治天下 武家不一样 门法显然对武家并没有什么深厚的感情 以至于武则天登基之后 不少人与武则天唱反调 这也是为什么武则天重用的人往往都是一群下九流的原因 比如索元李 他是个胡人 莱俊臣和侯思直 从前则都是彻头彻尾的无赖 一群这样的货色 却成为了武则天的左膀右臂 这绝不是武则天识人不明 而是所有的人才几乎都被门法所垄断 读书人要做官 就必须依附门法 而门法为他们铺路 作为交换 这些人自然而然也就成了门法的附庸 一群高门大姓的奴才 武则天岂敢相信 而秦少游这一句无心之言 却是一下子透出了这个顽疾的本质 天生这些门法 天生就是武则天的反对者 他们站在了李氏那一边 凭这一点就足够让武则天无法容忍 武则天在安静许久之后 又一次将那句话念了出来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稿 他目光悠悠 最后一字一顿说 传赵 赵秦少游入宫进界 清晨的洛阳城 总是烟雨朦胧 秦少游清早起来 洗漱之后 便随手捡了本抄本 到柜台后显作 这样的抄本有很多 都是从前的秦少游 不知从哪里抄来的 这个时代书籍稀少 印刷术并不流行 而且效率很低 活字印刷还没有出现 因而想要读书 对于一个小富之家 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因为除了一些 有限的通俗书籍之外 绝大多数知识的或许 得先练就一副好脸皮 你得先去借书 借了书却是要还的 影印不可能 只有洞笔去抄了 秦少游为那个家伙 有些不值 你说你抄就抄了 居然还抄得这么公正 许度光阴哪 书呆子的恶名 看来也绝不是空穴来风 一个整日闭门读书 偶尔还厚着脸皮 四处借书去抄的家伙 名声能好到哪里去 这就好像一个电脓 怀揣着本不该属于 自己的美誉一样 即便没有人规律 大家也只会嘲笑 秦少游摇头 看着抄本 不又感到悲哀 现在的自己 就是个继承了 那个书呆子美誉的你腿子 上天无路 看来还是找个婆娘生娃过日子 比较实在 婆娘 秦少游突然眼睛放光 没心思读书了 他拖着腮 禁不住 浮想连篇 话说 一个人好寂寞呀 没有女人打理家业 秦少和邓剑这两个懒鬼 要没有人随时盯看 偷了懒 分分钟就是几个大钱的损失 这很糟糕啊 想着想着 秦少游便想到了上官娃儿 上官娃儿不错 很符合自己的审美观 看起来也很好生养 那啥也大 那啥大了 会不会很无脑 嗯 这是个问题 胡思乱想了一番 却是见秦少刚起 慌着膀子 晃晃悠悠地出来 秦少游满怀 阶级仇恨地看着他 哎 刷过了吗 秦少虎去一阵 完全清醒了 嗖地一下去了后厨 恰在这时 一个清衣黄门 却是出现在了九龙 哪个是秦少游 圣皇有旨 立即入宫觐见 入宫 秦少游胡去一阵 不由打了个机灵 这状况 似乎在他的预料之外 自己那做菜的手艺虽然高明 也博取了些许好感 可毕竟他还是个小人物罢了 他原先的预计 是自己有机会能进入上师局 若是运气好 能许个一官半职 可是现在 竟是入宫觐见 这意义就非同反响了 在半个月之后 女皇居然还能想到自己 自己到底留给她的是怎样的印象 连秦少游自己都糊涂了 在她的脑海中 瞬间想到了一个词 鸭子 我去 不会吧 难道是要用那种方式 去谋取福利 秦少游一阵恶寒 他不禁有点心虚起来 这种事毕竟 你懂的 哎呀 若是他要动墙怎么办 糟糕了 到时候 是不是该轻叫啊 要守身如玉 他太老了 无数个念头分他而至 而秦少游的脸色 却出人意料地显得很平静 不忧不惜 对那宦官说 啊 劳烦带路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畅读书城 这里有你的故事 第二十集 门外的车架 竟是事先已经准备好了 规格看上去挺高的 车架一路向着洛阳宫而去 秦少游在洛阳呆的时间 已有不少时候 一些宫中的事 大敌也知道一些 他本以为 此番入宫 必定是折到周宫庙 往明德门进去 据说 许多第一级官员 接受召见 都是从那里出入 可是令秦少游 没有想到的是 车架所行进的方向 竟不是西边的明德门 分明是洛阳宫的正门 择天门 我去 高规格招待 这时候 秦少游的心虚感 更强烈了 倒不是他受不起这个礼 只是他自认为 自己现在的身份和资格 实在没有出入 择天门的道理 择天门 是给一些众臣 还有外国的使节们出入的 自己一无一官半职 二不是外国有人 哎呀 好像 就剩下那点色相了 待会儿若是当真 嗯 非叫不可 富贵成可贵 真操价更高 他打定了主意 为自己鼓起 车架稳稳当当地 在择天门外停下 秦少游下了车 顿时便被这 威额雄伟的城楼 所吸引 在这巨大的城门之下 自己竟是渺小到 如尘埃的地步 远处的雀楼 以及冒出城墙的 亭械质笔林次 在阳光之下 屋架上的琉璃瓦闪动着光辉 看着那幽森的门洞 里头只隐约可看到白玉的栏杆和砖石铺就的地基 秦少游深吸一口气 一步步踏进去 神都乃是天下的中心 而这里则是神都的魂魄 进入这里的人 有的以刀斧加身 可是有的人也借此飞黄腾达 自然还有一种是淹了的 秦少游穿过了门洞 便看到在不远处 一个女人覆舍而立 此时正带着淡淡的笑意看着自己 又是上官玩 秦少游上前 行礼 草民见过上官 姑娘 不必夺礼 上官玩先是带笑 随即板起脸来 你还记得我和你说过 等你知道我是谁的时候 一定会吓一跳吗 啊 姑娘说笑了 其实我第一眼见了你 就吓了一跳 哦 上官玩有些恶然 他突然发现自己有点跟不上这小子的思维 莫非他第一眼就看穿了自己的身份 上官玩问 这是为何 秦少游正色说 草民第一眼看到上官姑娘 就以惊为天人 想不到这个世上就如此清新脱俗的美丽女子 小拍一情 偶尔拍拍马屁 无伤大牙 人家毕竟身份比自己高 权力比自己大 资源比自己多 为什么非要装出一副清高的样子 要表现自己有风骨 有种学戒子推一样 为了不做官 跑到山里去 被人放火烧死也不出来 上官玩扑斥一笑 那么女皇漂亮 还是我漂亮 秦少游呆了一下 他很快意识到了上官玩的恶毒用心 拿他和女皇对比 若是自己说女皇漂亮 那么方才的马屁就等于无效 可若是说他漂亮 好大的胆子 你敢说女皇不漂亮 那就喂狗 这是一个陷阱 若是秦少游不留神 就可能被这个脑容量很大的女人挖坑埋了 秦少游没有过多犹豫 把脸板起来 呵斥他 上官姑娘 我敬重于你 是因为我为你的智慧和美貌所打动 久闻上官姑娘对陛下忠心耿耿 这是我对你敬佩的地方 可是你 为何与陛下自比 陛下日理万机 操劳国事 为了黎明百姓 呕心沥血 哪里在乎自荣这样的小事 我是个正派的人 怎么能评价陛下的容貌 这是臣子应该做的事吗 上官娃顿时瞠目结舌 这个家伙不要脸起来 还真是叫人大开眼界 这一副正义凛然的气势 若不是上官娃早就摸起了他的底细 只怕还真被他骗了 上官娃尴尬一笑 唉 我和你玩笑罢了 你这人真是小气 好了 陛下已在前员殿等候 我带你过去 哦 原来是玩笑 我还真以为姑娘 是那种不知好歹的人 方才对我得罪 下次给你做更吃吧 对于秦少游所释放出来的善意 上官娃儿不为所动 他故意把俏脸别到一边去 显然方才被秦少游这次一声棒喝 让他有些挂不住脸 可是秦少游呢 心里却又是犯嘀咕了 不对劲哪 先是从泽天门入宫 随后又在前员殿召建 这前员殿据说是洛阳宫里最正式的场所 平时召建百官才在这里进行 以秦少游今时今日的地位 显然是不够资格的 这不是妄自菲薄 是知道自己几分几两 不过 还好 还好 至少没有在寝殿召建 秦少游先是心情一松 针操算是保住了 随即心里酸溜溜的 这不科学呀 自己好歹也算是英俊潇洒 体魄也还算强健 凭啥就看不上自己呢 秦少游很担心 武则天看来并没有识人之名 等到了前员殿 上官婉儿正带入内先行通报 却有个宦官跑过来说 姑姑 陛下摆驾去了怀远邑 上官婉儿诧异地说 怀远邑 这是何故 不是说好了要召见秦少游吗 出事了 王子病重 听到王子二字 上官婉儿似乎明白了什么 他眉宇伸锁 咬着背驰 或计说 情况如何 生死未知 似是心有成疾 陛下听罢之后大为震怒 旋即百驾前去探视 上官婉儿点点头 回退了这宦官 折身到了秦少游跟前说 你随我来 不是说觐见吗 秦少游诧异 上官婉儿冷笑着 哼 出了大事 你这家伙运气不太好 陛下百驾 去了怀远邑 那就是不见了 当然要见 陛下一直盼着见你 这样吧 我也要去怀远邑一趟 你若是不嫌麻烦 所以我一同去 或许陛下处置了那里的事 正好要你陪嫁 也是未必 这一句盼着见你 让秦少游心里发毛 完了 真操 还是有点不稳固啊 秦少游想要拒绝 可是上官婉儿 却不给他拒绝的机会 背着手 甩先走了 秦少游想了想 胆子倒是大了起来 自己一个大男人 何惧之由 赶紧跟着上官婉儿过去 到了宫外 已是准备了车架 只是却没有专门 为秦少游准备的车 没法 只得跟上官婉儿挤一挤了 二人同在乡车之中 秦少游微筋正坐 一副留下慧的模样 而上官婉儿 却是抱着手 和睦 假眉 秦少游见他睫毛微微颤动 便晓得他并没有真正入睡 多半是在小心翼着观察自己 秦少游索性说 别装了 上官姑娘 咱们研究一下王子吧 上官婉儿睁开眼 撇了撇嘴 研究什么 秦少游不满地说 你叫我去怀远疫 总会让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对不对 那个什么王子病重 这洛阳城里 王子多如狗 什么样的王子 还要劳动陛下亲自探望 上官婉儿慵懒地说 这王子不姓李 乃是波斯王子 哦 原来是国际友人呐 上官婉儿继续说 此人嘛 本是波斯国王的王孙 却因为父亲获罪 最后逃至洛阳 他还希望咱们大洲能够借兵给他 说是国王昏愧无能 而他的王叔 并不是真正的波斯宗室 而是小妾所生 却是巧言吝啬 得了太子之位 所以 想要借兵打回波斯 夺回本该属于他们父子的设计 秦少游笑了 国际有人似乎有点天真 借兵 上官婉儿露出了忧色 本来陛下对他也不看重 只是让怀也义倦养着 反正也糟蹋不了几口粮食 可就在数月之前传来了消息 说是波斯国王驾崩 而他的王叔本该登基 却遭致了国人的反对 引发了叛乱 叛军盈利了他的父王登基为王 这转眼之间 这王子殿下竟是成了太子 据说波斯国的使者 已经启程 要迎回这位王太子 要与新的波斯王团聚 秦少游目瞪口呆 好复杂的样子 这低级的国际友人 转眼之间就成了宝贝疙瘩 他即便不太了解 波斯国内部的情况 却也知道这位王子如今 必定已经成为了 波斯国的法定继承人 而波斯眼下也算是圣基石 东部的边境 甚至于大唐的安息都顾府接上 这孙子要发迹了 而对于大周来说 自从武则天登基之后 其实情况并不乐观 先有一些宗室和地方的刺史叛乱 虽然已经被镇压下去 可是许多宗室和封疆大吏 都是各怀鬼胎 逃窜至西部的突厥人和吐蕃人 就在两年前与大周发动了战争 古伯长是想趁乱火中取栗 想必对于此时的武则天来说 若是能与波斯国保持良好的关系 是极为重要的事 这也难怪了 那位王子殿下病重 若是死在了洛阳 这事儿谁说得清楚 若是此时再有吐蕃或者西突绝症 借此挑拨波斯和大周的关系 到时候是怕安息都护府 又要不可安宁了 而一旦朝廷集结重兵 维持西域的稳定 内部的一些宗室 还有支持李氏的力量 会放过这个机会吗 秦少游恍然大悟 读过书就是好啊 猛的一琢磨 居然发现一个屁大的事 都能造成如此可怕的后果 武则天当然明白着其中的关键 嘴好端端的 突然摆驾去了怀远邑 这位王子殿下 是死是活不重要 换句话说 你好死不死 可就是别死在洛阳就行 上官晚深看秦少游一眼 见秦少游时而皱眉 时而咬着手指头沉吟 见小的秦少游 似乎也明白了关节 他心里不有思量 这个家伙先是彻底打垮周家 而后甚至有了被陛下利用的价值 他那靠的绝不是运气 而是 而是什么呢 上官晚眼眸一转 想到了一个词 没过多久 怀远邑就到了 怀远邑 隶属于红炉寺 是红炉寺招待国际友人的机构 而这里占地很大 毕竟这是大洲 是圣堂的延续 国际友人比狗还多 秦少游若是寻个高塔 从上头丢下一个锤子 国际友人被砸死的几率 只怕不低于一城 当然 秦少游是个有素质的人 他最多也就是往塔下吐口水罢了 伤天害理的事 他是断然不肯去做的 门外禁卫重重 老远便看到龙年停在门前 这些禁卫见到是上官晚 自是不敢阻拦 上官晚在前 秦少游便一步一驱地跟着他 很快 闯过了无数重移门和角楼 远方便听到了施责的声音 你身为红鹿四卿 掌朱归义蛮夷之事 朱国王亲 使节大臣 拒都有你安排照顾 何以回到这个境地 卢盛 你知罪吗 顺着这个声音 上官晚已经步入了一处阁楼 而秦少游也跟了进去 在这小厅里 古则天盛装显得雍容大度 可是今日 他那失了粉黛的俏脸 却隐含着杀鸡 这不杀鸡 已让他脚下一个官员几乎贪了 陛下 毕露斯王子 新游故国 事宜忧患成疾 够了 古则天拂袖 冷笑着 哼 朕以你为复兴 托付大事 如今你还要狡辩什么 陈万死 大理四星卢盛 一脸惨然 古则天的眸光 只是轻轻一瞥 便看到了进来楼里的上官晚和秦少游 他在盛怒之中 并没有理会二人 而是将目光落在了楼内的一处长榻上 榻上的围脉 已经卷起 上头睡了一个人 高鼻深目 一看便是色母人 坐在榻前的是一个御医 他手搭着这色母人的脉搏 明眉不语 显然这位仁兄保持这样的坐姿很久了 也很显然 他拿捏不出一个确诊的方案来 更显然的是 他心里一定很害怕 生怕自己凑上去说 自己无能为力 古则天必定会把他剁碎了喂狗 所以 他继续保持着 大地是希望时间停止 自己的一生最好永远维持在这一秒里 武则天已夺步到了榻前 看着已是奄奄一息的波斯国王子 秀眉锁得更深 这个人对于武则天来说 极为重要 他关系到的 不只是整个西域的安定 更牵涉到皇位的文物 可是现在 武则天请发现 固然是自己富有四海 手掌万里江山 竟也是 无计可施 第二十一集 秦少游 看了大理寺青的倒霉蛋一眼 再看看武则天 又远远 眺望了那色目人的脸色 心里不由其意 于是忍不住 上前几步 继续观察 不自觉见 脚步又往前几步 而后 所有人都惊呆了 这个不知哪个野鹿子来的家伙 居然胆大包天 眼睛盯着那王子 脚步不断前移 一直距离武则天的后背 不过一寸远 秦少游 才意识到了什么 武则天感觉到了什么 猛的悬伸 便发现一个胆大包天的家伙 近在之耻 目光在如此近的距离之下 相对 让武则天有些诧异 而秦少游也吓了一跳 他已嗅到了武则天身上 那淡淡的体香 还有混杂着那不知名的胭脂气息 然后 他看到武则天一对如刀锋般的毛子 朝自己身上扫过 这是一种天子的威仪 被人侵犯之后所表现出来的羞怒之色 这 这是不是犯忍了 秦少游顿时冷汗淋漓 可是渐渐的 当武则天看到了他 那目中的锋利 终于软化了一些 哦 秦少游松口气 貌似自己在武则天面前的印象 是个书呆子 一个傻乎乎的书呆子 犯点糊涂 想必还是能理解的 若是换了别人 会不会被拉出去喂狗 不过 现场很尴尬 所有人大气不敢出 而武则天的目光 依旧严厉 秦少游身色像是定住一样 他决定 活络一下气氛 然后 善然一笑 陛下 这位王子殿下 饿了 听中所有人都呆住了 饿了 武则天也分了心 一时恍惚 眼眸里略过一丝难得的茫然 可是那大理寺清如圣 却像是踩到了尾巴一样 礼急大叫 啊 笑话 怎么可能是饿了 他是心有成疾 这红炉寺 还会少到比鲁斯王子殿下的吃喝吗 简直荒谬 卢胜不跳起来 就没天理了 秦少游娟说王子是饿运的 他作为大理寺清 属里怀远义 堂堂王子 差点饿死在这怀远一礼 那不是笑话吗 这何止是笑话 简直就是毒质 是失味素餐 连这样重要的国际友人都能饿成这样 他腰间的金鱼袋子 只怕药被人摘下了 可是心忧成疾不一样 简而言之 王子病了 是神经病 一个神经病患者 和他卢胜有什么感性 忽然此人很重要 可红炉寺毕竟只是客观因素 无负责医治心病啊 即便陛下怪罪 至多也就是个乏疯而已 其实作为大理寺清 王子会这样 到底是什么原因 卢胜也所知不多 毕竟红炉寺的业务很广泛 不但熟理怀远医 还要负责国家大典 焦庙 祭祀 朝会 宴祥 京言 策封等事 说起来 他也是受害者 因为他得知消息 并不比武则天要早 一听这边出了事 就没命地跑来 结果陛下也来了 紧接着 便是一顿痛妈 他自己都觉得冤枉 他自己都觉得冤枉 若是洪州发生了连环命案 莫非还和刑部上书有关系吗 这是作为主官 他是无可奈何 这个黑国 他不背 谁来背 而现在 秦少游居然说 这位王子殿下饿了 这简直就是背后拿刀子捅人哪 老夫和你素不相识 亏得你也下得了手 卢盛的反击还是很有道理的 这是什么地方 是怀远医啊 国际有人居住的地方 红卢寺的官吏再糊涂 敢克扣他们的用度 面对卢盛的反击 秦少游则只关注武则天 武则天在短暂的失神之后 反而变得淡定了 以他的至上 显然也不觉得和饥饿有关 可是秦少游却是坚持寄贱 色目人肤色白皙 是不是营养不良 确实难以分辨 可是毕竟两是伟人 后世的秦少游 见过的国际有人比狗还多 再加上他所擅长的 本就与食物相关 怎会出差错 于是他一口咬定 肯定是饿的 陛下 这是营养不良的典型症状 这王子殿下 只怕很久没有吃喝了 卢胜瞪大眼睛 老兄 我们近日无仇 往日无怨啊 我找你惹你了呀 他定睛一看 秦少游的腰间 并没有佩戴金银鱼带 这说明这个家伙 没有一官半职 又见他年纪轻轻 一脸书眷气 本以为他是什么贵族 可又不像 因为衣饰很朴实 这个家伙 到底是哪儿冒出来的 你是何人 这位卢死卿 显然是有些怒了 秦少游 失礼说 草民秦少游 没听过 卢胜很不高兴 区区草民 也敢言试 这倒不是卢胜放肆大胆 而是作为一个 不顾及的官员 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 毕竟是世家大族出身 进了官场 也是平步青云 现在见到一个 自称草民的家伙 跟自己抬杠 即便是武则天在场 那连锁流露出来的 鄙视之色 也收敛不住 秦少游很惊诧 哦 草民难道 不可以言试 我对你来说是草民 你在陛下面前 岂不是草民都不容 是不是大人也没有资格 在陛下面前言试 我还以为事情 只有对错之分 原来这人生一张嘴 还不能说话不成 即便是陛下都知道 防民之口 甚云防川 你不过是个 葫芦四卿而已 经常傲慢至此 卢上一时说不出话来 秦少游这家伙 大胆不说 居然把陛下都拉下了水 什么陛下都不计较 你计较个屁啊 单听这句话 他就无言以对了 武则天对秦少游的书呆子气 是早就见识过的 他既没有默许 也没有反对 反而是问那御医 到底是有心急 还是饿了 御医脸色蜡黄 因为他自己也分辨不清 从很多体征来看 是很有可能是营养不良 可问题在于 人家是亡死 怎么会饿 而且卢生一口咬死了 是心病 自己若是支持秦少游的说法 谁知往后 会不会招致打击报复 他指的说 陛下 小陈之间 可能是心病 只是心病 尚需心药医 解灵还需 细灵人 卢胜听了 顿是大喜 到这一旁的秦少游 忍不住说 哎 分明就是饿了 若是不信 就好叫凑他的小力来 这边争执不下 而武则天则是心忧如焚 他心里清楚 若是心病 是怕更加麻烦 便挥挥大笑 上官晚上会议 过不多时 便用小力过来 秦少游胆子大 直接就问 我问你 平时 他是不是茶饭不思 小力转着眼珠子 因为心忧故国 所以茶饭不思 扯淡 秦少游 断然大喝 本来这趟浑水 他是不愿意嚼的 可是这些人 沆瀉一气 实在然讨厌 秦少游冷笑着 哼 我看 是你们招待不周 他是波斯王子 你们平时给他吃什么 这个 这个 秦少游不带他回答 浑身上下 仿佛偷着 无以伦比的自信 这个那个 我敢拿是吗 你们说是心病 好 那么我就来治这个心病 你叫人去准备 你们这里可以有秋葱吗 还有胡椒 准备好新鲜的羊肉 陈音片刻 他又雷厉风行地说 除此之外 再准备些葡萄酒 大麦 葡萄酒有没有 这家伙 气势如虹 天生武则天在旁默许 小李哪敢悖逆他 有 有的 立即准备 再准备好 油盐酱醋 红炉寺里 可有厨房 叫几个人给我打下手 对了 再准备些芝麻 小李看了一眼武则天 见陛下沉默 连忙说 是 说完 急匆匆地走了 而卢胜死时 已经目瞪狗呆 他想不到这个家伙 不把自己当外人 在这腰三喝溜 再看女皇陛下 竟只是冷眼旁观 卢胜心里冷笑 陛下现在是病急乱透医 这个家伙不知死活 居然主动把此事揽在自己的身上 待会儿若是他的办法 不奏效最好 恰好撇清自己的关系 上官晚也不曾想到 秦少游突然像是变了个人似的 仿佛这红奴寺变成了他秦少游的家 一番呼喝 简直把自己当成了男主人 可是看着家伙自信满满的样子 那骨子认真的尽透 却仿佛有一种别样的气质 上官晚不禁心神恍惚了一下 而这时候秦少游二话不说 捋着袖子旁若无人地说 来 带我去厨房 叫人把厨房清洗几遍 秦少游已是走了 而在这小厅 大家却各怀心事 此时 武则天的心绪有些乱 王子的病重 使得好不容易掌控住的局面 突然增加了变数 秦少游是个书呆子 方才见他自信满满 让武则天生起一丝希望 可毕竟希望还是渺茫 连御医都办不到的事 一个书呆子 能指望吗 上官晚则是学那个借口 向厨房去了 一到那厨房 便远远听见秦少游的贺马声 做什么吃的 叫你们把球虫切细 重击切过 羊肉熟了吗 放胡椒 去味 喂 南文老兄 你站在这里什么吃都不做 这是什么意思 本官乃至怀远义的一尘 哦 劳烦一下 别挡到 这里已经够乱了 不要再来添乱了 你以为这里是你家 想站就站 你 你 本官熟理的就是还远义 这里的是 你既是还远义的人 那就太好了 来 帮忙记下围去 不要绑死 后面要记胡椒钱 你 你 你真是荒谬 这偌大的厨房 简直就成了秦少游的战场 踏入一个指挥若定的将军似的 以止气使 而怀远义的官吏呢 为他点得团团转 其实许多人都不知道 这个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 也不晓得他们现在在做什么 可是这个家伙出现 然后就是 腰三鹤四 对路人甲一阵痛骂 说什么吃干饭嘛 养着你们做什么吃的 你来这里 大家糊涂了 这人是谁呀 可这家伙底气十足的样子 比红炉四清的架子还大 虽然一身不一 可他娘的这副老子 就是你爹的做派 实在没人敢贸然质疑 于是大家稀里糊涂地忙活开了 那位方才还和秦少游半嘴的一程 挨挨胖胖 可是现在却也是卷起袖子 拿着一个秋葱 啪达啪达地用刀身拍碎 然后拿着手去擦眼睛 结果眼眶都红了 被熏的 上官晚一进来 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正在打去一句 秦少游却是瞥见了他 哎 正好缺个烧火的 你来烧火 我 上官晚呆住了 秦少游撇了撇嘴 不是你试试 这里现在就你一个吃闲饭的了 快快快 时间都给我添柴 这哪叫什么锅呀 铁壁都有半吃后 倒入不成 前面的话是命令 后面的话 就剩自言自语了 上官晚本来是看笑话的 谁晓得自己也成了笑话 他恼怒地看了秦少游一眼 你可莫忘了我是谁 秦少游还在观察着火候 听了他的话 我由悬身看他 忽然扶着恶爽 哎哟 我竟是忘了 姑娘 恕罪 恕罪 见他赔罪 上官晚这才气消了一些 他的心情刚刚平稳下来 却听那秦少游 嘀声嘀咕着 我竟是忘了 他是女人 为女人与女子难养也 这句话很对 他太小心眼了 喂喂 把羊肉捞起来 上官晚上很想杀人 他突然发现 这个家伙认真起来 并不太可爱 反而可恨 在小厅里 御医胆战心惊地 依旧在给王子把着脉搏 王子的脉相 已经跃渐衰弱了 御医的脸上 露出不容乐观的样子 却是不敢去看武则天 而武则天 则是感受到了他的心思 武则天皱着眉 他细细咬牙 来人 事到如今 是该做最坏的打算了 现在这王子奄奄一息 尽最后的努力 不然重要 可是急早做好布置 也已刻不容缓 卢胜拜道 臣在 武则天深吸口气 立刻给门下一道旨意 即令左武侯大将军 率部至西域 西域都护府各路军阵 加强守备 传礼部尚书吴成四 在宫中后见 还有门下 尚书 中书三省尚书令 一并进监 还有 武则天想到了一件事 假如当真西域发生了战事 那么朝廷调兵遣将 必定使得洛阳空虚 所以 一些剑翻各地的李氏诸王 可就更加让人放心不下了 他目光悠悠 谋中掠过了一丝杀机 命御使来俊臣 在一个时辰之后 致紫薇宫后驾 一个宦官听吧 急急忙忙地去了 一旁的卢盛听了 顿是魂不附体 当然清楚女皇陛下 突然寻上了莱俊臣 将意味着是什么 只怕用不了多久 又是一场血雨腥风了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唱读书城 这里有你的故事 第二十二集 整个小厅里 静谧地可怕 所有人都和木雕一样 大气不敢出 武则天坐在湖凳上 若有所思 可就在这时 却是有人进来了 秦少游提着个石盒 进入了小厅 所有人的目光 不自觉地落在了他的身上 秦少游 性聪聪聪地说 来了 快 无论如何 要把王子叫醒 叫醒 人都快死了 又上气 没了下气 这家伙 还有瞎睁得什么 可是秦少游 却是旁若无人 到了踏前 把他御医挤开 武则天不由战寝 快步走了踏前 想看看秦少游 到底要做什么 此时 便见秦少游 打开了石盒 顿时 一股奇怪的香味 弥漫了整个小厅 石盒里 只有一小碗 浓浓的羊汤 只是这羊汤的味道 却甚是古怪 怎么说呢 有点像大杂烩 倒是和西域那儿的食物 差不多 可又有些不同 羊肉的骚味是没有了 却有一股 很浓的芝麻和胡椒的气息 不止如此 在汤的一边 还摆着几个饼 这饼的样式 也有些古怪 洛阳 那是天下低档的 都城 饼本来就是主食 再加上这里 聚集了各国的 使节和商骨 所以各种胡饼都有 唯有这金灿灿的 狮饼 却是第一次遇见 秦少游正在要把 这什么王子摇醒 再让他小心翼地 把羊汤 喂进他的口里 可是这时候 变故发生了 王子突然张开了眼睛 本来没有声息的他 猴头竟是开始滚动 他的眼珠子 直勾勾地盯着羊汤 手指勉力地抬起来 直接在颤抖 他 这是要喝汤 这个时候 即便是武则天 也是觉得惊讶和神奇 他禁不住低呼一声 秦少游 轻轻舀了一勺羊汤 放到了王子的唇边 王子就像婴儿一般 嘴巴撅起来 开始疯狂地吸水 紧接着 第二哨 第三哨 到了半碗羊汤 下注的时候 王子的脸色 终于红润了一些 似乎恢复了些气力 猛地呼出一口浊气 口里咕弄了几声 眼睛却是看向了 石盒里的饼 想吃 王子重重点头 哈喇子都流下来了 秦少游 却是板着脸 妖宗说 不能吃 王子眼中满着失望 你刚刚恢复 现在只能喝汤 喝完之后 休息一两个时辰 才能吃饼 王子好不容易理解了 秦少游的汉话 他一时无语 竟是开始哽咽 德性啊 真是丢国际 有人的脸 我都为你难没请 秦少游虽然付费 可是脸上 却装出一副 很关心的样子 乖 是为了你好 王子指的 乖乖地舔了舔嘴 这才收起了 贪婪的目光 又重新垂涎起 他的羊汤 秦少游以没兴致去喂了 倒是边上一个宦官 跃跃欲诗 索性 便把汤交给他 站起了身 然后正色朝武则天行礼 陛下 王子吃了些汤 恢复了气力 几个时辰后 以此汤 合着饼喂下 再吸养个十天半个月 便可完好如初 武则天眼看着这个奇迹发生 他眼角的余光 还可看到那王子很不体面的 在吸水的羊汤的样子 多半身子是没有大碍了 只是武则天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本是一件天大的事 结果就这么转眼之见 悄然化解 武则天有些激动 在他深邃的眼眸 现实掠过一丝光芒后 旋即便是疑惑开始了 这个小子 怎么晓得王子是饿的 又怎么晓得王子喜欢吃的 是这稀奇古怪的羊肉羹 还有 这是什么饼 秦少游所带来的惊喜 让他始料不及 于是 在沉淫良久后 武则天竟是不急着去法闻 而是如老僧一般坐定了 眼皮子 这才慵懒地抬了抬 秦少游 天可怜见哪 秦少游心里不由震惊 女皇陛下居然还记得自己的名字 没有念错 很是难得 这倒不是他自己坐见自己 实在是 二人的地位过于悬殊 即便是在后世 公司的老总 也未必记得最底层员工的名字 更何况 是在这等级分明的大周朝 那么武则天没有念错自己的名字 唯一的理由 只有一个 那就是 这位女皇陛下 除了博文强纪之外 那便是自己留给了他很深的印象 武则天在换了秦少游的名字后 随地微笑起来 秦少游从不曾见过他的微笑 即便是笑的时候 那也不过嘴角勾起 可是背后就潜藏着巨人鱼千里之外的冷漠罢了 而现在 武则天竟是焕发于内心的微笑 这微笑 如暮春风 这让秦少游想到了阳光明媚的春日 这一切都看在了红炉四卿卢盛的眼里 完了 从王子苏醒 在他王子兴致勃勃地吃羊羹的时候 卢盛就知道 自己半辈子所换来的一切到此为止 他几乎是瘫坐在地 脑子里嗡嗡坐下 可是武则天 则是不欣赏地看着秦少游 慢悠悠地说 你是如何知道 王子是饿了 秦少游抿了抿嘴 真正的考验来了 方才救人的时候 绝不能谦虚 可是现在人已救了回来 也不能骄傲自满了 风淡云青 举重若轻 这是必须的 秦少游说 七 草民看他的样子确实像是饿了 其二 草民见御医犹豫不定 便不禁在想 此前大理寺卿 咬定了说是心病 即使心病 黑御医不敢确诊 他不敢确诊 只怕也是怀疑有水米未尽的可能 从而 拿不定主意 他又不敢反驳四清 草民想到了这个关节 这才一口咬定 武则天汗手点头 显得很是满意 朕在想 这里是红炉寺 朝廷拨付了这么多钱粮 为的 就是使外藩君臣们 能够得到妥善的招呼 可是现在 堂堂堂波斯王子 竟是差点 饿死在怀远意 卢圣 武则天意味深长地 看了卢圣一眼 你是不是该给朕 一个交代 卢圣面如土色 忙不迭地说 臣死罪 他此刻已经 魂不附体 亲知陛下此时 已动了杀念 于是浑身颤抖起来 败地不齐 陛下 其实 这并不能怪卢四卿 什么 现在已不止是 卢圣经差了 便是武则天和上官碼 也不由微微愣了一下 秦少游正色说 这位王子殿下 之所以饿肚子 倒不是红炉寺照料个粥 草民若是猜得没有错的话 王子殿下 从波斯国逃亡时 身边应该没有多少户从 卢圣方才还对秦少游 咬牙切齿 现在倒是对秦少游 有些感激了 连忙说 是 从者就寥寥一个武者 这就对了 他自幼在波斯王宫中长大 养尊处优 突遭了国难 不得以星夜出逃 陛下想想看 他是波斯人 来到这里 本就水土不服 而洛阳的食物 只怕也大多不合他的胃口 像波斯王子这样身份的人 对饮食该是十分挑剔的 再加上一路东逃 颠沛流离 又听说他的父皇登上了王位 于是又不免大喜 这大惊大喜 加上平日养尊处优之下 本就胃口不好 又吃不到家乡的美食 这才茶饭不思 所以他虽是饿极了 可说是心病 那也没有错 上官婉儿在一旁听着 却还是抓住了漏洞 红炉寺难道就没有 波斯人的菜肴吗 洛阳乃是天下各国的中心 每年不知有多少国家的 史臣和商骨汇聚 因而饮食也是包罗万象 比如各色的胡饼 就来自于天南地北 若说红炉寺 连基本的波斯菜肴都准备不上 实在说不过去 秦少游面露微笑 他并没有去回答上官婉儿 而是看向武则天 笑一吟淡 陛下平时的饮食 难道和寻常百姓一样吗 秦少游一鱼道破了天机 王族和寻常人的饮食 确实一个在天 一个在地 即便是在大吃果 宫廷的菜肴和民间 也是天壤之别 红炉寺确实能找到波斯厨子 可是对于波斯王子来说 这些波斯口味的东西 只怕和异族没有什么分别 秦少游又说 我想 平时各国王公贵族 到这洛阳来 只怕大多数 会带着无数的仆从和随户 这些人之中 想必就有专攻他们吃喝的厨子 可这位王子殿下 却是仓皇出逃 即便在出逃时带着这样的人 可是在半途 只怕也已失散 他决然一身 身边只有一个武士 到了洪庐寺 或许一开始 倒也能勉强适应 可是渐渐地思乡心切 怀念起波斯宫廷的美食 渐渐地落马寡欢 以至于身体越见消瘦 时间一久 才导致如此 若真要牵强一些 说他是病 那也确实是病 只不过是厌食之症 只是这厌食 却出自于心病 正因为陛下洪福 恰好照问草民 而草民又恰好涉猎过波斯宫廷的菜色 所以做了这羊羹 还有这波斯饼 王子殿下闻到了家乡的味道 开了胃口 想来好好调了一番 也就好了 武则天目瞪口呆 就这么容易 他不又问 这波斯宫廷的菜肴 觅而不宣 你又是如何得知 秦少游总不能告诉他 后世他对各国的菜肴 都有过涉猎 于是回答 草民读书 读书 武则天不由玩耳笑了 他险下忘了 这个家伙 确实是个学富武车之人 先是一个正气哥 之后再是一个万般皆下品 都叫人耳目一新 武则天不由重新审视起秦少游了 可是朕听说 君子远刨厨 厨子就是厨子 在这个讲究出身的年代 即便是大胆 没有来俊臣的武则天 也不能免俗 又是一重考验 秦少游 深吸一口气 他心里清楚 若是自己不能给予一个合理的解释 那么在武则天的眼里 自己永远都只是个厨子 也就是说 自己的未来 只在这一线之间了 他郑重其事的抬眸 竟是胆大包天的 却直视武则天的眼睛 目光交错 秦少游没有胆怯 一双清澈的眸子 依旧炯炯有神 他坦然一笑 陛下 君子远刨厨 出自孟子 这个典故 乃是孟子见齐宣王的故事 所谓君子远刨厨 不过是君子见到牛羊被杀 而心有不忍 索性眼不见为静 远离刨厨罢了 草民虽好厨艺 对此也身以为然 见到牛羊被杀 也是心有欺欺眼 可是草民出身于草莽 继承父业 正好赖以刨厨为生 草民何错之有 草民的先父 也是以刨厨为生 可是他经营酒楼 童走无期 为人忠厚 温良恭俭 在别人眼里 他虽然只是个厨子 可是在草民眼里 他也是君子 但是孟子在世 难道会比是先父这样的人吗 古则天听了他的话 会由汉手点头 秦少游的这番话里 既把这句话的出处说了出来 而且能理解贯通这句话的意思 可见他知识渊博 而另一方面 他搬出了自己的爹 自己的爹 自己的爹也是厨子 可是作为儿子 却对自己的父亲 给予了许多的赞美 这里头又将秦少游的孝顺 表现了出来 在这个百善孝为先的世界 秦少游只要说出这句话 无论他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也绝不会有人去反驳 而真正厉害的 却是最后一小段话 他搬出了孟子 孟子乃是圣人 秦少游无可辩驳地说 孟子在世 也会对自己的父亲赞美 前面预设好了自己的父亲 温良公俭 孟子既然是圣人 当然不会有什么恶言 否则人家就不是孟子了 而这句说起来 又是最没意义的 因为孟子不会复活 就算复活了 估摸着 也不会把秦少游的爹 放在眼里 可是这假设一出来 足以横扫一切质疑 最后 秦少游似乎还意犹未尽 他慢悠悠地接着说 况且 先生远刨除 是因为不忍牛羊被杀 而草民这一身刨除之意 却是旧人 就如方才那位王子殿下 起死回生 就是名正 感问陛下 难道一个旧人之人 却只因为用的是刨除之法 就不是君子了吗 不对 草民以为 人只要心怀善念 不作违背良知之事 无论他所操何业 什么样的出身 都可谓是君子 假如这样的人都不是君子 那么做着君子 又有什么意思 不作也罢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畅读书成 这里有你的故事 第二十三集 很合理 简直无可挑剔 看一个人说话 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水平 至少在单凭这番君子远刨除的解析上 秦少游是完美的 至少武则天十分满意 因为秦少游的话里 更印证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出身不好又怎么样 是厨子又如何 只要满腹经纶 这些都是浮云 而这一句话 却很对武则天的胃口 又或者说 这一句话 牵涉到的是武则天的根本利益 武则天笑了 你的父亲出身低微 却能供你读书 使你成才 朕相信 他确实有君子之风啊 若说一开始 武则天只是因为 唯有读书高这句话 想利用秦少游 而现在 却不由得起了 稀才之心 只是 武则天 有些犹豫了 他倒是想给亲少游一个机会 只是近年来 他提拔了来俊臣 这些草莽之人 早已招致了大量的反对 而来俊臣这些家伙 也并没有让武则天失望 就在数月之前 来俊臣等人诬告了许多人 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现在若是再用一个厨子作怪 只怕 武则天瞇着眼 他本来的打算是 秦少游以唯有读书高二文明 索性接见他 来试探 朝中的反应 天子突然召见秦少游这样的草民 当然是一件重大的事 等到群臣和勋贵们 打探这个草民的背景 这万般阶下品 唯有读书高 自然就天下皆知了 到了那时 武则天正好要看看 群臣乃至诸王的态度 若是他们沉默 那么接下来 相应的措施便可大力推行 可是一旦他们反应激烈 武则天大不了双手一摊 朕有说过庶民与朱青灯同吗 朕见秦少游 不过是爱他的厨艺而已 这种投石问路的把戏 而秦少游 不过是一枚棋子而已 可是现在 武则天转了念头 他很少对人抱有好感 况且这一次 秦少游立了大功 波斯王子一行 为他解决了一个天大的麻烦 只是 若是贸然给一个厨子鱼袋子 封官许愿 只怕到时 又不知有多少人抨击反对 如今百官已是沸腾 没有足够的理由 实在说不过去 武则天于是 飞眼看向秦少游 朕看你啊 也不尽然是书呆子 你满腹精伦 朕倒是想考教你 秦少游 秦少游 秦少游心里说 陛下 你已经讨教我很多次了 可是他还是打起精神 请陛下出题 武则天脸带淡笑 你来猜猜 你来猜猜看 朕现在在想什么 秦少游不是他肚中的蛔虫 可是为了今日的相见 他也有所准备 于是意味深长地说 臣知道 可是草民却不敢说 也不能说 武则天不由审然 不敢说 也不能说 这句话答得很好 你既然知道 朕所虑之事 那么朕再问你 可有解决 知道吗 又是一个难题 他作为天子 尚且为难的是 居然让秦少游 一个草民来解决 秦少游却是笑了 他笑的时候 并没有伪装 而是一种 发自内心的真诚笑容 虽然只是 三言两语的交往 但他已经摸透了 武则天的脾气 其实 这是一个 还算好相处的女人 只要不去触犯 他的底线 掐准了他的月事 不对 他现在还有月事吗 没有月事才好 秦少游 我又松了个气 省心呢 秦少游有时候觉得 自己的思维实在是发散 越是紧要的关头 反而总是胡思乱想 不过 不过 这似乎是一种不错的品质 至少 这能使他坦然 淡定地 面对一切 秦少游给出了答案 他的眼睛微微眯起来 然后朝一边 然后朝一边的卢盛 撇了撇 嘴角 弩起 向卢盛的方向一歪 武则天顺着他的目光 忍不住朝卢盛的方向 看过去 他先是有一丝不解 然后 他猛地恍然大悟 这个家伙 居然就这么简简单单地 又把一个问题解决了 武则天笑了 这一次 竟是朝秦少游 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双方没有用语言去交流 可指着一个眼神 一个小小的动作 竟是能无爱的交流 秦少游的意思是 解决这个问题的钥匙 就在这位 卢盛卢四卿的身上 武则天很喜欢 这样的交流方式 因为这种方式很巧妙 既像是一种游戏 同时又融会了许多机关 聪明人之间的交流 本该如此 她的脸色微微冷峻起来 然后长袖一摆 重新坐定 在这小厅之中 她永远都是所有人 瞩目的焦点 她的一言一行 一贫一笑 都足以让人 白爪挠心地去猜测 去细细体会 于是等她的脸色 微微拉下来的时候 厅中的气氛 骆轻轻轻轻轻 卢盛 武则天慢悠悠地说 卢盛见武则天 与秦少游一唱一和 一头雾水 眼下陛下喊着自己 他不敢怠慢 臣在 武则天抿了抿嘴 并不急着说话 而是拿着手指头 拳着轻轻在一旁的 机子上磕了磕 随时的宦官会议 盲友人将早已煮好的茶 小心翼地捧在了 武则天的手心上 武则天还手 轻抿了一口茶水 又拿着茶盖子 轻轻地拨动着 茶盏上的茶末 他的眼睛 注视着浮动的茶末 却是一字一句地说 依青之见 秦少游才学如何啊 秦少游有什么才学 卢盛怎么会晓得 天可怜见 这个家伙 他可是第一次见 反正有点不讨习 可是卢盛却不敢说不 顺着武则天的话说 年纪轻轻 已是不易了 他充分地展现了一个 老官游子圆滑的一面 他故意说年纪轻轻 这位秦少游将来是个草包 留下一个伏笔 后头一句不易 却又算是赞赏的意思 短短九个字 既为自己留了后路 同时又顺应了天子的心意 武则天 岂会让他就这样蒙混过关 却是板着脸 这么说 即便是卢青 也很欣赏他的才干 是吗 呃 是 波斯王子的生死 要紧吗 自然要紧 若是波斯王子死了 与国有益吗 有害 那么若非秦少游 只怕今日之事 要有害于国 如此说来 秦少游是有大功于潮啊 你既说他有大功 又说他很有才干 可见你 也不尽是糊涂 还是 颇小的是非的 卢盛有点想哭了 这可不是自己的意思 武则天明明嘴 嗯 千尼 这红炉寺上卿 尚且如此稀才 那么你看 该受于何种官职为好啊 卢盛目瞪口呆 他猛地明白了 武则天的意图 武则天想封 秦少游做官 可是又怕招致不满 毕竟有了来俊臣 这些人的前车之鉴 再直接将一切 白丁草民入室 不免会引起非议 那么 只有他 卢盛来顶纲了 这是你卢盛推荐的 和陛下当然无关 陛下不过因为 你的权力推荐 这才顺水推舟 要怪 当然怪你 卢盛去 可是现在的卢盛 已经无法回头了 首先 他已经有了过世 堂堂红如死青 可是治下的怀远义里 竟差点有王子饿死 若是追究起来 你这主官难辞其咎 其次 你已犯了大罪 而且此前对秦少游 冷言冷语 可是人家秦少游 到了后来不计前嫌 还为你开脱 你欠了秦少游一个人情 现在 若是他敢说一句 秦少游这个人 人品出身才干不好 这都属于 忘恩负义的范畴 一旦传出去 只怕又是一个笑话 路上纵然有万般的不肯 可是这时候 却也只能硬着头皮说 陛下圣明 古则剑玩儿一笑 他不由朝秦少游 使了个眼色 二人目光交错 会心一笑 都有一种阴谋 得逞的快感 那么依卢卿之间 秦少游 理应授予何止 方能人尽其才呢 卢胜一脸委屈 这时候 无言以对了 他可不是傻的 此前陛下提拔了 莱俊臣那些示警无奈 已经招致了无数的反对 现在自己举荐一个厨子 就得要做好被人喷死的准备 现在陛下 还来问该授予什么官职 这不是把人往火坑里推吗 卢胜深谙天竹人的 非暴礼不合作手段 索性就呆若目击着装傻 武则天抿嘴一笑 一眼看穿了他的心思 那么就封个店院示浴室 和好 卢胜愣了一下 随即魂飞魄散 这浴室台 别看只是个监察机构 可是在大周朝 却是极为重要 浴室台分社 台院 店院 茶院 各司其至 店院的施浴室 其实官职并不高 不过从欺骗而已 说实在的 这个官职按理来说 在卢胜眼里 却是狗都不如 而实际情况就不一样 施浴室负责监督百官 风文奏事 等到武则天登基 甚至成为了打击一己的工具 就比如现在 风头正盛的莱俊臣 现在任职的 就是台院 从六品施浴室 比店院的施浴室 级别高一点 可是全柄滔天 甚至有些宗室 都要争相霸解他 不敢服腻 现在陛下问自己 秦少游可不可以坐 店院施浴室 假若他点了这个头 谁知道会不会出现 第二个莱俊臣 到了那时 即便他是 红炉寺寺清 位已高权重 可是天下人 每人一口唾沫 也足以将他淹死了 卢胜正色说 殿下 不可 秦少游 年纪轻轻 不足以担任 监察重责 况且 他只是一介不一 这样的安排 实在操之过急 臣以为不可 武则田 露出遗憾之色 哎呀 不能做 是御史吗 这可就为难了 唉 那么朕就再思量思量 总之 你虽有小过 却也有为国家建材之功 算是功过相抵 不自天笑淫地站起来 他刻意提到了功了 而这功了 其实就是烫寿山芋 卢胜可不敢要 只是眼下 他竟无法反驳 唯一所能期待的 就是秦少游 比较靠谱一些 因为按照唐志 若是当真 赤井有贤才 卢胜这样的高官 是有资格局限的 不过为了 以防任用私人 所以就有了连坐制度 秦少游 若是无靠谱 卢胜的好日子 也不长久 秦少游若是犯罪 他的银鱼袋子 怕是不保了 若是这个家伙 丧心病狂 那更加糟糕 一家老小都要搭进去 吃一辈子劳饭 古则天已是长身而起 他唯唯一笑 对秦少游说 朕本该在宫中召结你的 不曾想 最后却在这里 与清长谈 你好自为之 草民遵旨 古则天动了身 起驾回宫 浩浩荡荡的宫人和侍卫 连绵树立 拥挫着天子 朝则天门去了 卢盛和秦少游 在怀远意外送驾 等到天子的鸾架 消失在了眼帘 两个人 同时吐出了一口酌气 真不容易啊 然后卢盛侧目 看秦少游 他心里有些担心 自己举荐了秦少游 这个人到底靠不靠谱呢 若是不靠谱 可是要人命啊 于是 他心里在琢磨 自己是不是该试探一下 摸摸笛 秦少游 少游是名 还是字 还未有字 卢盛心里鄙视他 果然是个草民 却还是带着淡淡的笑 你做的菜肴很好 可曾娶妻吗 不曾 卢盛皱眉 没娶妻的人不靠谱啊 光棍一条 哪天犯了魂 害人不前 卢盛已把他当作 不稳定的因素 重点的维稳目标 却还是继续勉强挤住笑容 看来还没有到婚配的年纪 年纪轻轻就有如此作为 很好 很好 老夫是最喜爱你这样的少年了 少年人不知愁滋味 哈哈哈哈 哎呀 老夫像你这样大的时候 也是年少轻狂 看到了你 老夫便想到了 从前的自己 卢盛一番爽朗大笑 骑尸埋了暗钉子 秦少游摇头 老是本分地说 大人有所不知 草民出身卑微 偶尔有些不知礼数是有的 可是轻款儿子 却是冤枉了草民 哦 是吗 卢盛心里却说 若是能老实本分就好 也算我卢家族上 积了大德了 见卢盛不信 秦少游蒙说 大人这就不知了 草民丧父之后 有人叫周文 隔三差五欺负草民 草民忍耐再三 还不是认他们击灵 卢盛心话怒放 原来这个家伙 还是小得天高地厚的 看来 不会添什么麻烦 那就再好不过了 他忍不住吕须 摇头晃脑 吃得苦中苦 仿为人上人 无法 无法 呃 那人 还欺凌你吗 你放心 老夫为你做主 秦少游却摇了摇头 啊 这倒不用了 本集播巧完毕 下集更精彩 畅读书城 这里有你的故事 第二十四集 听到这里 卢盛又是长吐口气 这个家伙啊 被虐孩虐上眼了 为他出头 他竟也不肯 天可怜见 看来这家伙 将来惹不出什么麻烦 可是秦少游 接下来的话 却让卢盛目瞪口呆 因为后来 草民狠狠告了他三状 不但请亲民父母官 狠狠打了他的板子 连他儿子也打断了腿 告了三状 诶 有点耳熟啊 为什么是三状呢 是了 卢盛猛地想起来了 前些日子 洛阳有些惊天动地的事 说是一个少年连续三次集明渊谷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震惊朝野 这是远近皆知 便是卢盛都不能免俗 当时偶尔也有一些官面上的聚会 大家说起那位洛阳令 都不禁嘲弄 说是这位县令 实在有个窝囊的 居然让一个刁民给耍了 于是很多人 很自觉地将那位告状的少年 归纳进了刁民的名单里 总而言之 此等刁民 必定是惹是生非的 若是遇到 少不得要狠狠诚挚 他 就是那个刁民 卢盛浑身打了一个机灵 老半天说不出话来 他的眼眶里 竟是微微有点湿了 于是他把自己的下巴扬高一些 以免失态 眼睛朝天四十五度角 直视着太阳 阳光湿入他的眸里 让他眼中的湿润 聚足了一汪实体的泪液 顺着他的眼角滑落下来 终于 他平复了心情 然后很意味深长地 看了看秦少游一眼 很亲密地拿手 打在他的背上 秦少游 你该取字了 嗯 老夫既是你的尊长 为之待劳 你不会见怪吧 秦少游 感激涕零 恳请尊长此次 卢胖 卢胜强忍背痛 吕须须 吕须摇头晃脑 笑音音地说 万事 万事 以何为贵 不如 叫何之 情何之 如何 傍晚时分的紫微宫 笼罩在霞光之中 电宇 电宇的所有门窗 全部打开 霞光洒落入电 武则天 以着窗台 凝视着 店外的牡丹花铺 争方夺艳的牡丹怒放 每当牡丹盛开的时候 牡丹的花香 便弥漫了整个洛阳城 这是一种罪人的想 武则天总是在这时候 依在这里沉吟 想着许多过往的事 可是今日 他的凤幕扑素 并没有追思过往 他的身后 几个宦官和工人 常跪于地 静候着武则天的坟墓 梁九 武则天诸传微章 依此一句地说 传玉至门下 趁闻市井有少年郎 秦少游 满腹经轮 忠孝无双 又得鸿庐四卿 卢胜举荐 设其为四门学助教 一字教化 秦少游回到了如春酒楼 倒头便睡 一觉醒来 他打了个机灵 阴阴觉得有什么天大的事没有办 二话不说 直接急写起来到了厅里 果然看到厅里空无一人 铺门也没开 果然 松懈了一日 就是这个样子 秦少游 心不住说 秦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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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少从自己卧房里 轻松地出来 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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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什么时候了 就这样多懒 秦少愣了一下 随即怒气冲冲 鸡 鸡都没打鸣呢 是吗 秦少游推开窗 看了看天色 天只是蒙蒙的亮 我我矮矮 秦少游叙了口气 摇摇头 为何要点蜡烛呢 这是糟蹋蜡烛啊 算了 你再去睡吧 睡饱了 才有精神干活 唐 唐爹 你没事吧 怎么进来 总看你失魂落魄的 秦少已是没心思睡了 直接在桌上 蒸了满水 滴到秦少游的手边 有吗 秦少游笑了 经秦少这么一提醒 他总算意识到了什么 自己似乎 太愣了 似乎是这样的 本来一个底层小青年 突然看到了一丝曙光 于是变得有了贪心 有了欲望 失魂落魄 这就是执念吧 犹如一盆冰水 淋了秦少游一个通彻 他渐渐冷静下来 心里告诫自己 要同如不惊 要淡定 财局东篱下 幽然见南山 那些功名利路之事 不过拂云而移 自己两世为人 难道还看不穿 于是一下子 秦少游从自己的执念里 解脱出来 他笑了 汤哥 给我煮点茶来吃 大清早的 反正也没什么生意 咱们喝茶 秦少点了点头 其实他有许多疑问 比如 昨天宫里照堂弟入宫 比如他很晚回来 秦少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不过确实知道 这位堂弟 已经是越来越 叫人看不透了 他煮了茶 送到了柜上 秦少游则 倒入茶盏吃了一口 口里扁起了一下 这茶不好 还是泡的茶好吃 以后 我叫你做茶 对了 邓健呢 今天都没有看到人 他只怕要迟 迟一些才能上工 他的性子闲不住的 一到晚上 就不知和哪些 呼 呼朋狗友私混了 秦少游乐了 其实活得简单一些也好 我现在也想简单地活着 开开心心 不去追逐那些自己不该有的东西 我给你念一句词 滚滚长江东是水 浪花淘尽英雄 观看秋月春风 一壹壮灾酒 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覆笑 谈中 秦少听不懂 有点大瞌睡 秦少游 鄙视着他 然后说 千金亦得 知音难觅 唉 此当高尚之事 你怎么会懂 哎 话又说回来 你若是懂了 我是什么 于是他摇头 一副清淡如水的样子 自得其乐 这时候 急促地敲门声响了 秦少就开了门 那门外 却是一个宦官装饰的人 高声说 门下有旨 勿依秦少游 听风 秦少游脸上的瓶颈 顿时打破 他先是微愣 然后是狂喜 圣旨来了 门下的圣旨 也就是说 这是门下省千发的 通常情况之下 都是家官进爵的 恩质 而且后头 还有听风二字 他脑子瞬间嗡嗡作响 要做官了 他娘的 我真要做官了 秦少游 请客之间 什么淡定 什么从容 什么古今之事的所谓笑谈之中 顿时都被秦少游 跑到了九霄云外 那啥那啥 写这首词的阳慎 这一丝倒是官做够了 官都没做 也配说 也配说复笑谈中吗 秦少游一个箭步 就绕过了柜台 一下子冲到了那宦官面前 草民皆知 那宦官只见眼前一花 然后恍然一下 便看到一个小家伙 出现在自己对面 呵呵地对自己笑 不依秦少游 满腹经轮 有才学 经红卢四卿 卢胜举荐 言其德才兼备 即日 征秦少游 入四门学 为助教 望其不负卢胜推举 不负国家 这是一封 非常平常的圣旨 没有太多花俏的言语 秦少游被提及到的机会也不多 倒是那位卢胜卢四卿 倒是被坑得不轻 话里话外 都是和皇帝没关系 这位秦厨子走的 乃是卢胜的门路 而秦少游听了直 却是一头雾水 助教 没听说过呀 好像也没有多少 优势的样子 单凭一个教子 多半就是个必马温 秦少游禁不住 有些失望 心里还在琢磨 这助教 是不是官呢 但接了旨意 那宦官走了 秦少游拿着圣旨 左看右看 秦少游走在一旁 探头探脑 秦少游禁不住说 助教是什么官 秦少游双手一摊 我 我不知道啊 要不 问问邓剑 秦少游笔试地看了他一眼 你都不知道 他能知道 有了 我找我的前辈去 前辈不是别人 就是那位大力推举 甚至拿自己身价 做宝的红炉寺青炉胜 不知道他找谁呀 官是他举荐的 还给自己赐了资 不赖着他 说不过去呀 秦少游说干就干 把圣旨一卷 塞进自己怀里 吩咐秦少 待会儿 把门打开来做生意 不用耽误了 邓剑若是来迟了 你给我记着啊 我得客户他工钱 我有大事要办 走了 说完 一溜烟地跑了 卢胜最近眼皮子老跳 不安心呢 他特意叫人 打听了一下秦少游 这不打听是睡不着 打听了 想上吊的心都有了 这么个家伙 明摆着是一个定时炸弹 据说门下那儿已经搬了纸 许多人也在打听 这个自己保举的人 看来有麻烦了 卢胜清早到了红炉寺 便搭了着脑袋 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昨晚 他是一宿未睡 一晚上只是背着手 在自己家庭里团团转 现在一闹着 就忍不住打瞌睡 大人 有个字称秦少游的球件 听到秦少游这三个字 卢胜的脸色顿时拉了下来 他来做什么 这关系撇都撇不清啊 他本想说不见 可是一个念头冒了出来 依这家伙 连累三痛明远古的性子 若是不见 会不会闹出事端来 到时候满洛阳都要笑的了 还是见吧 卢胜露出威严的样子 叫进来 最后 卢胜就看到了秦少游 那副欠奏的笑容 这家伙 居然还彬彬有礼 双手作一 下官见过前辈 前辈 卢胜有点打哆嗦 可是气势不能说 样子不能不做 他屡须 摇晃脑袋 照就还是一副 很欣赏的目光 看着秦少游 和颜悦色地说 何知啊 不知你所来何事啊 今日门下有恩旨来 下官觉得费解 他来赐教 说完 秦少游取出圣旨 交给了卢胜 卢胜只得将圣旨打开 这一看圣旨 呆住了 居然是助教 这个家伙 何德何能 就凭他也呸 完了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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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下子 麻烦更大了 卢胜差点没一口气抽不上来 直接瘫倒在地 见卢胜面带猪肝之色 沉默不渝 秦少游当然不肯放任这样下去 大老远跑来问你 你装深沉 这是什么道理 于是免不了再三追问 这追问之下 秦少游终于知道 助教是什么官了 助教还真是官 不但是官 而且远远超过了秦少游的预期 大洲的教育体制 其实很简单 至少在洛阳 国子健 总览教无 在国子健之下 则是下设国子学 太学 四门学 绿学 书学 算学 六大学堂 前头三所学堂 是综合学堂 也就是什么都学点 为朝廷培养综合性的人才 至于后头的绿学 书学 算学 则属于专科学堂 且不论专科 单说国子 太学 和四门学 这三所学堂 与后世的某清 某北相当 是朝廷的主要人才培养基地 国子学的博士 是正五品 助教 则是从六品 招揽了学生 当然是天下最顶级的权贵子弟 太学呢 博士为正五品 助教为从七品 五品以上的官员子弟 都可入学 四门学 再次一等 博士只有正七品 而助教 则为从八品上 所谓从八品上 就是已经摸到了七品 芝麻绿豆官的门槛了 在芝麻绿豆都不如 实在庆幸的是 从八品上 这个官阶质下 还有从八品下 还有九品 还有流外官 所以这个官质 其实还是能唬住人的 其实最重要的 反而不是官职的大小 这官职大小就和职称一样 虽然和自己的工资 福利息息相关 可是官的本质 其实就是权责 很不幸 助教没有权 其实他就是负责教书的 只不过教书的对象 是功勋官员子弟而已 值得庆幸的是 这个官很被人看重 为什么呢 因为按照大洲的理智规定 教化乃是重重之重 而教化是靠谁来推广呢 当然是老师 师者为父也 也就是说 做了你的老师 我就是你爹了 如果你很幸运 做了许多人的爹 那么值得鼓励的是 你会有很多很多的孩子 可是假如这些孩子 都是官宦和功勋子弟呢 这些孩子都有祖上的余印 将来在学堂里读了书 就可以直接做官呢 那么恭喜你 你的儿子们将来都是非富即贵 混得最刺最刺的 也能拼个武库署监视 上中县位 朱金城之类的职贤 混吃等死 开开朝廷的小游 搜刮一点明知明高的资格 还是有的 那么 这算不算厉害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畅读书城》 这里有你的故事 第25集 更厉害的是 这些人还有钦点 比如四门穴 虽然大多数的官职 其实并不高 最高也就无品罢了 都是建议大夫 御史忠诚 国子博士 己事忠 忠书社人之类 不上不下的老家伙 可是按照尊师重道的传统 他们见了你 态度也得客客气气 逢年过节 还得领着孩子送上树修 领着孩子 让他给你磕头行李 你要在京师帮忙 办个事 那还不简单 一句话招呼出去 立马有人抢着 把事情办得 妥妥荡荡 连人情都不必欠 为什么 应该的呀 尊师重道啊 老兄 晓得不 所以啊 这个助教 没有油水 可是很厉害 一般能混进教师队伍的 将来的仕途都会很风顺 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树敌 你一个做老师的 每天人一道德 不触及人家利益 清流中的清流 道德的楷模 大家都愿意提拔你 这样 才显得自己也和你一样 都是道德模范嘛 但凡是人 都晓得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的道理 你既是猪 我跟你凑近一些 提拔了你 我也说明 我也是猪吗 所谓国子 太学 四门 三所学堂的博士 助教名额 几乎都是无数人 抢个头破血流的对象 便是门下 上书 中书里头的那些大人物 也都对这些名额 虎视眈眈 卢胜 恨不得 垂胸顿足的事 想不到秦少游 居然成了四门学的助教 虽然这四门学 集不上国子和太学 可是单凭这样的资历 可是毫无疑问 这是一个轻贵无比的身份 也是万众瞩目的焦点 这就意味着 原先一个很不起眼的举荐 本来大家至多也就 哦 知道了 卢胜举荐了个厨子 然后呢 就该干嘛干嘛去了 现在则是 什么 卢胜举荐了个厨子 做四门学的助教 树打招风 招人恨哪 原来如此 秦少游收起了遗憾 然后乐了 显然他是不怕招风的 天塌下来 有举荐自己的红炉四星顶着呢 原来走助教 也可以如此嚣张狂拽 很好 很对自己的胃口 卢胜深吸一口气 他现在还没回过进来 这消息传出去的影响 他几乎可以遇见了 想夹起尾巴 怕也不成 所以 他必须得安住几句才好 于是眼珠子一转 呃 何知啊 啊 前辈 还有什么吩咐 前辈二字 又一次刺瞎了炉上的眼睛 他狠狠地用手抠着暗毒 好不容易 才让自己又一次地平复了心情 起初笑容 呃 前辈金鱼之言 下官 携耳恭听 何知啊 你看 这唯师者 首要是什么 受业解惑呀 卢胜摇头 憋红着脸 诶 不对 是要 制怒 制怒 卢胜 已经感觉秦少游 是鱼目脑的了 就是不要惹是生非 要 功顺平和 哦 这个 请前辈放心 下官最擅长的就是这个 卢胜要吐血 你最擅长的就是这个 还他娘的把明冤谷当自家玩具 敲着玩吗 做人要懂分寸 进退有据 不该做的事 不能做 什么是不该做的事 呃 卢胜愣住了 敢问前辈 有人向下官借钱 下官不借 是不是 不该做的事 不算 那 偶尔 下官说的是偶尔 去喝花酒呢 这 卢胜老脸一红 显然 他也是深谙辞道的高手 一时语色 羞于回答 过了老半天 他才说 嗯 老夫 最讨厌不三不四之人 尤其是那些 去了堂子里 叫十个八个 割击作伴的 秦少游 心里掐着一算 十个八个 吃不消 五六个够了 等等 十个八个 哪个秦少 这样天赋一饼 从红炉寺出来 秦少游 心情格外的好 做官了 还是助教 清贵不可言 道德楷模 劳动模范 好厉害的样子 他兴匆匆地回到了酒楼 心里琢磨着 什么时候走马上任 可是走马上任 自己的酒楼 该怎么办 交给秦少达理 若是如此 看来这些时日 得多教他一些 做菜技巧才好 还有一些 先进的管理经验 毕竟 自己是清流管 想要摊赃王法 怕也没什么机会 好遗憾啊 那以后还得靠酒楼来挤挤了 酒楼里的食客 比平时多了一些 口碑是慢慢积攒的 如今也有了一些熟客 邓健在内外忙活 端菜递茶 不逆乐乎 他见秦少游回来 满是愤恨 禁不住一堆牢骚 好歹我也是好汉 这般拿我当驴子使唤 是什么道理 我不干了 还怕你不成 秦少游 轻描淡写地看着他 然后憋出了一句话 直接将他秒杀 很好 赖本官的账不还 我这就去给洛阳县 打个招呼 本官 对 就是本官 红炉四清 卢老大人 慧眼识珠 举荐本官 陛下圣名 以自门下省下旨 进封为官 邓健啊 你的态度 很恶劣呀 邓健脖子一缩 哎呀 今日天色真不错 东家 你大老远回来 真是辛苦了 我给你倒点热水 按照规矩 京师的官员任命之后 必须半月之内 致户部 斯丰斯 点某接印 随即走马上任 而这半个月时间 对秦少游至关重要 酒楼的生意 虽然回暖 可是要 渐渐建立口碑 就必须要足够的压箱底功夫 鸡精的调制 秦少游已经交给了秦寿 除此之外 秦少游教了他一些特殊的菜色 还有一些结合了后世管理的经验 自然 招募人手是需要的 几日下来 总算是募了三个人 一个和邓建一起跑堂 一个是给秦寿打下手 负责一些简单的烹饪 再有 便是一个账房 账房是个外乡人 姓习名红 居然还有个字 叫超凡 读过一些书 粗通一些计算 而秦少游招募他 不只是因为他老实 而是因为他人在异乡 说穿了 决然一身 孤苦无依 好欺负 安排布置妥当 秦少游便走马上任了 先是去了吏部 私封死 有十几房 有负责外官入京报备的 有兽印的 有赐福的 还有造册之类的 很是繁琐 秦少游晕乎乎的 到各房转了一通 吏部的官 没有碰到一个 全是一群虚力 板着脸 腰三鹤六 压根就没把秦少游当干部 足足三个时辰 终于尘埃落定 秦少游的脑子嗡嗡响 老半天才回过神来 然后禁不住 冒出了一个感叹 我去 官僚主义害死人哪 怎么是人是鬼 都和二百五似的 然后 他开始念叨起 自己的前辈 卢盛的好来 看看人家 好歹也是腰间 系金鱼带子的人物 多么和蔼可亲 你是秦少游 四门学的占地 是最大的 有学生近千人 其中四百 都为七贫以上 即猴伯子男之字 六百人 为数人子弟之俊义者 有博士六人 助教六人 再有疏力若干 而博士 又各有职责 如五经博士 这是专门督导五经的 私业博士 这是专管学生考试的 还有训导博士 这是管理课堂纪律的 当然 现在坐在暗读前 眼眸打烂秦少游的 则是四门学最大的博士 都学博士 王伦 王伦的眼里 分明透着不屑 洛阳城里 其实早已传开了 说是一个厨子 居然入了四门学 举见人是红卢四清卢胜 这卢胜如今 已经成了笑柄 这自然不去提 可是四门学 又何尝不是成了笑话 在国子 太学 四门三学之中 四门学的师资力量 是最差的 虽然学生多 可是大多数子弟 只是低级官员之子 并没有太深厚的 家学渊源 至于所谓的平民俊杰子弟 那更是笑话 这里头 牵扯到的是另一个问题 所谓俊杰子弟 都是各州县举见的 不少人都是富家子弟 地位不高 却是拼了命钻营进来 质量更是参丝不起 三大学里 四门学本就最烂 我只见每次测考的成绩 都是垫底 惨不忍睹 学校烂 并不代表博士们服输 不管怎么说 王伦还是很有上进心的人 只要维持不算太烂 面子上至少过得去 可是现在 一个厨子都成了助教 真是岂有此理 这不是让人看效果吗 厨子可以做助教 那他这个博士 岂不是只要一个货郎 就可以胜任了 这何止是侮辱四门学 简直就是侮辱自己 王伦很冷漠 冷漠到了骨子里 他查验着秦少游从立部取来的文书 警惕地打量秦少游 很想从秦少游的身上跳出点刺来 可是他有点失望 因为这个家伙不像厨子 反而生得颇为俊秀 再配上一身轻衣官服 腰间扎个铜腰带 把身子竖紧 反而有点卓尔不群的潇洒 而且这次还彬彬有力 下官是秦少游 还望大人赐教 王伦斜着眼 轻轻冷哼一声 手带着暗毒 漫步惊心地说 你既是市井出身 这是你的机缘 可是步入了四门学 就要为人师表 万不可滋事生非 更不能将一些恶习 带到学里来 如今驻教有六人 分掌算学 绿学 武经 书学 史学 唯独有诗学一门 却是无人教授 本官会让虚立 先带你安顿 明日开始 至明经堂 传授诗学吧 唐朝很重诗 大周也不能例外 甚至所谓科举 还有专门的诗考 诗做得好 也能做官 亲少友想不到 王伦居然给他这样的重任 他现在不明就里 所以行了个离 告退出去 王伦则是捋着虚 看着他的背影 目光更加冷漠 过不多时 一个非一的博士 却从一旁的片房里走了出来 此人乃是督导博士 叫王延 他和王伦是同乡 又算是本家 平时走得最近 王延 禁不住皱眉 诗学 博大精深 岂可让一个厨子来传授 王公 这样不妥当 太儿戏吧 王伦履须 笑了 四门学的诗学如何 这 与国子和太学相比 则是相差甚远 相差甚远 都算是抬举了 其实是差之千里 这一点都清楚 道理很简单 一方面是师资差 而且学生良有不齐 与国子学和太学那种 动则家里就是宰相 尚书 侍郎出身的子弟相比 人家在入学前 就有专门的 宏儒传授知识 而国子学和太学的博士 助教 又都是天下有名的大儒 便是一头猪 耳濡目染 也能出口成章了 四门学 则是不同 大多数人底子差 基础薄 让他们学诗 学律 或者学武经 倒还勉强过着去 只要勤学 多少能勉强跟得上 可是诗这东西 凭着却是积累 绝不是凭空就能学的 所以四门学的诗学很差 每一次国子剑的测考 都是倒数第一 及格率连一成都没有 惨不忍睹 王伦又笑了 即使相差甚远 那么即便让此子来教授诗学 又能坏到什么地步 这 王岩待住了 然后点头 破罐子破摔嘛 四门学的特长本来就不是诗学 反正已经够烂了 再烂一些 又有什么关系 王伦又说 况且 就算倒是测考 又是落后于人 多少也有个推文的理由 不是吗 这两年 四门学的成绩 总是不甚理想 国子剑那儿屡屡斥责 从前总是无言以对 可是下次 大可以说 这非你我之罪 王岩也笑了 嗯 不错 国子剑 非要塞个厨子来受学 一塌糊涂 这又怪得了谁 王伦目光悠悠 最后冷冷地说 最紧要的 还是得把这个人赶走 此次在四门学一日 就是四门学的侄辱 你我之辈 尽都颜面扫地 他教授诗学 等到国子剑测考之时 若是惨不忍睹 正好可以寻个理由 把他打发出去 他走的是卢胜的门路 到哪里做官 这和你我无关 就是不能来四门学 如来学里的情欲 嗯 王公所言甚是 王岩想不到 王伦居然是一石三鸟 于是他放下心来 王伦转而一笑 可是感人是一回事 学里也不能排斥他 对得好一些 平时住宿饮食 都要心心一些 省得到时有人说 我等心胸狭隘 好了 你去看一看 安排妥当一些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唱读书成 这里有你的故事 第二十六集 在紫薇宫里 刚刚召见完三上的药员 武则天 已有些乏了 他照例地握在榻上 连枕着手甲妹 几个工人小心翼地 换了熏香 吹熄了树掌宫灯 是寝殿内昏暗了一些 上官玩 照例是要随事的 仅来正轻人和 所以陛下的心情 还算平静 这几日午时的小妹 让陛下睡得更沉了一些 突然 假妹中的武则天说 秦少游 上阵了吗 这个时候 问到了秦少游 让上官玩苦笑 陛下对这个人的印象很深 可见这个家伙 巧舍如簧到什么地步 其实 即便是上官玩 也深知那家伙在陛下面前的表现 可谓是精彩绝论 昨日到任了 被遣去教授诗文 诗文 武则天张开了眸子 为了沈然一笑 朕的大臣们 什么时候变得如此省心了 那些博士 居然也晓得不拘一格 怎么突然就不在乎 秦少游的出身了 大臣还是那些大臣 怎么会突然改了性子呢 只不过 你说吧 四门学的诗文 本就是糟糕透顶 少年国子尖尖考 合格者 连诗文之一二都没有 那些个博士 可精明着呢 让秦少游去教授诗文 不就是破罐子破摔吗 破罐子破摔 是啊 反正到时候 四门学的诗文糟糕 不正好可以让秦少游 做踢嘴羊 以臣于见 秦少游在四门学 是待不了多久了 是吗 要不要给国子尖打个招呼 想着陛下对秦少游的关注 上官晚也不由着对秦少游 有那么点同情了 那些个四门学的老官游子 哪一个不是鸡贼无比 静着呢 据说 他们对秦少游 很实照顾 破例给他安排在博士 才有资格享用的宿舍住宿 不止如此 还专门派了个虚例 照了他的起居 种种捧杀的手段 真是层出不穷 而秦少游在上官晚 这种明眼人看来 那就真正是弱势群体了 连上官晚都为秦少游 有些抱不平 武则田奄然一笑 他慵懒地伸了个懒腰 然后意味深长地 看了上官晚一眼 玄机眼眸闭上 继续假眉 良久 他突然低声呢喃 朕 是鸿炉四亲卢胜举荐的 可朕有什么感性 打招呼就不必了 免得受人以柄 朕看哪 着急上火的可不是朕 理应是卢胜才是 朕听说 近来许多的流言 都对他不利 举荐一个厨子做官 而且还入四门穴为助教 本身就是很有魄力的举动 朕今 他是人人寒打 若是到时 秦少游还是个草包 四门穴那里对秦少游致命一击 一举将他赶出四门穴 而卢胜 只怕也要准备迎接 这些暴风映穴 同僚的责难 还有御史的弹劾 所以 所以凡事都让该管的人去还 趁那 无为而知 睡了 你也下去歇了吧 上官玩心里摇头 他突然发现 自己同情秦少游 实在有点莫名其妙 这个家伙 该不会真的一笑大方吧 秦少游安顿下来 他下榻的地方 是一个小阁楼 本来住教是没有资格住的 不过反正空着也是空着 用和蔼可亲的 督导博士王妍的话来说 难得有年轻俊杰任教 学历上下 自该关怀备至才是 督导博士都是这样的态度 其余人当然不敢对秦少游 摆什么臭脸了 助教们 见他年轻 便心里都在猜测 这个家伙背景 肯定非同一般 所以夜里的时候 有个叫周阳的助教 在自己宿舍请了酒 把一些相好的人都请来 邀了秦少游 浅着了几位 秦少游假意是醉了 心里却是很清楚 这些家伙 都想从自己身上 打探点消息 偏偏就不让他们打听 他是初入广场 却晓得在任何一个社会 管你有没有背景 都绝不能把自己底牌泄露出去 未知的背景 其实才是真正战略界的威慑力量 越是如此 越是宾主尽欢 他醉熏熏地回到自己的下榻之处 转门调拨来风管他生活起居的虚立 无用给他脱了靴子 伺候他睡下 而天光起来 秦少游本要去授课 猛地想起 昨夜喝酒的时候 听人说到四门学上午是不讲课的 下午才讲一个时辰 好清闲的样子 秦少游摇摇头 这样的管 除了没有油水之外 倒当真不错 他穿衣集鞋 洗漱之后 无用给他拿来了早饭 唐人早上吃的当真是饭 按理 这里的人本该一日两餐 至少大多数平民是如此 可是官人或者妇人们不一样 因为早饭和晚饭相隔太远 所以就形成了三餐 早晚是正餐 中午则是茶点 饭菜当然很不可口 这让秦少游很想捋起袖子 去火房里让那些火妇们见识一下 华尔为什么这样红 可是最后 他还是忍住了 也罢 要为人使表 要有官的样子 承着剔个菜刀 成什么体统了 用过了饭 他决定上街去采买一些日常所需 因为入住的有些匆忙 许多生活用具并不完备 这里距离西市近 又靠着周王庙 据说那儿无汉混杂 什么东西对我兜售 出了四门雪 还未辨明方向 门口便停了一辆马车 一个仆役过来说 我家大人有请秦助教 你家大人是谁 秦助教上车便知 秦少游倒也不惧 光天化日 怕什么 他踩着高凳上了车 便看到一双死于眼镜 锋利的像是刀子一样看着自己 是卢胜 卢胜穿着一件便服 恶狠狠地瞪着秦少游 秦少游尴尬地说 哎 前辈怎么来了 卢胜想要抓狂 若不是事关到自己 他才不肯来呢 这段时间 他遭受了许多的抨击 甚至御史的茶院 那里也在搜罗他的黑材料 这让他的压力很大 本来他又透不过气来 得知秦少游 居然在四门学教授诗书 他当时就瘫坐在地 差点没有老血喷出来 卢胜后悔了 悔不当初 早知道当日 他索性置事回乡 这个官不做也罢 可是现在 举荐了一个厨子不算 这厨子还建了四门学 教授达 居然还是师叔 眼看着策考在即 一到岁中 就是三学联考 一旦结果揭晓 以四门学师叔的基础 再配上秦少游这么个不着调的家伙 到时候 肯定是一败涂地 他举荐了个厨子 可是至少举荐的时候 还说了一句 有才学 虽然饱数置疑 可是才学这东西 谁也说不清 就算要找他的毛病 暂时也找不到 可是一旦大家发现 秦少游是个草包 那可就真正完蛋了 官位肯定是保不住 可能还有声名狼藉 如过节老鼠一样 仍然喊打 他气呀 整整憋了几天的怒气 这时候见到了秦少游 居然还是发不出来 所以卢盛 还是露出了笑容 只是他的笑容 已经越来越伪劣了 实在很有必要 再恶不一下 演员的自我修养 学历如何 都很好 几位大人都很看重下官 有了前辈刮心 你教授的是师叔 是啊 下官蒙博士们看得起 教授的是师叔 何有把握吗 想来 是没有把握的 什么叫想来 亲辈 我不喜欢吹牛 所以说话自然 要自谦一些才是 总不能说老子天下第一吧 秦少游比他更委屈 卢盛火辣 这果无名夜火 已在他的肚子里 燃烧了很多很多天 现在看秦少游这样的态度 终于还是爆发出来 荒唐 不成就另想办法 什么叫想来 什么叫自谦 什么叫天下第一 你害死老夫了 知道吗 老夫就要成过街老鼠 你看看那些同僚背后 是怎样取消老夫的 老夫没了腰间的金鱼袋子 打不了回家去做富家翁 可是没了名上 便是连乡林都要取笑 老夫的女儿还嫁得出去吗 哟 前辈 你还有个女儿啊 秦少游虎居一阵 双眼发亮地看着卢盛 卢盛气得不轻 见秦少游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却是无可奈何 秦少游出生牛犊不怕狐 可他是老江湖 却实在是输不起 最后还是告诉自己 要平心静气 于是说 老夫这里有一些诗书的典籍 你拿去好好看看 或许有所避意 秦少游摇头 总算是正经了一些 卢盛找自己 当然有为他自己打算的缘故 可是终究还是为了他好 他成这个情 这是什么资料书 他确实不稀罕 前辈 书籍就不必了 学里有的是书 藏书有十万之多 想要看那还不容易 我只想问你件事 你说吧 若是我要教授学问 学生们不听怎么办 这才是秦少游最担心的事 卢生捋着虚说 诗者如父 言诗出高徒 若是不肯听 打就是了 这样也行 秦少游皱着眉头 这里是四门穴呀 按理来说 都是官宦子弟 多半是桀骜不驯 不敢乖乖听话的 而卢盛说得如此轻易 反而让秦少游对这个时代 有了新的体会 他猛地醒悟 这里可不是后世 在后世 做教师是不可体罚学生的 这时代 似乎流行的是棍棒底下出孝子 棍棒底下出人才 他放心了 笑呵呵的 前面放心 这个我很在行 只要肯听课就好 卢盛见他这样子 实在是无可奈何了 只得说 也罢 一切都有你 老夫不管了 把秦少游赶下车 卢盛 负气而去 秦少游也没把卢盛的话 放在心上 测考不是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吗 早着呢 他去周王庙那儿 卖了些生活用具 特意选了一根 又粗又长的戒尺 挥舞了几下 后卫衬手 然后兴致勃勃地回到了学历 下午便是教授诗书了 学历虽有学生千人 可是又有分类 有人侧中诗书 有人中诗 有人中武经 所以真正学诗书的 不过聊聊百人而已 而这百人之中 其实又有毛腻 有一些学生 其实只是挂名的 并没有亲身来学历 而是随着自己的爹 跑去异地上任 滚吃等死去了 只等科举到了 投在某个想跪门下 能得到举荐 所以秦少游到了明经堂 放眼看去 到了的学生 不过六七十人 大家各自跪着暗读后 却是叽叽喳喳 一个个好奇地看着秦少游 大家都知道 学里来了个厨子 来做诗学的助教 有人好奇 有人滋生不满 有人纯属 就是来凑热闹 秦少游到了奖经台 而后开始放东西 他没有带什么书 而是先抽出一根 三尺长的戒指 把戒指一放 连一板 都点卯了吗 点卯之事 是虚利负责的 在堂里 早有个虚利拿着花名册上前 大人 已经点卯了 总计生员六十三人 十到六十二人 还有一个呢 那位 秦少游 决定来了向马威 说 那是蔡周侯的世子 平时来的都会迟一些 秦少游皱眉 是吗 学里没人管 这 秦少游便要跪坐在暗读后 正经微坐 闭着嘴说 那就等吧 他不受课了 索性就在这里干等 足足等了一个时辰 那位蔡世子 还是不见踪影 不少声援都是烦躁了 有人禁不住说 恩师 为何还不受课 他不来 是他的事 与我们何干 难道 你就这样干等下去 秦少游 只是闭目 一声不吭 一直到了天色江晚 万丈晚霞落下来 瞎光透过窗格 扫了在秦少游的侧脸上 秦少游才尝事起 下课 而后夹着戒齿 扬上去 一天下来 竟是什么都没有教授 学历哗然 这位助教 还真是大爷呀 不愧教书的厨子 是个好官吗 秦少游对此 却是充耳不闻 回到自己的宿舍 倒头便睡 此日下午 依旧还是授课 让须利拿了花名册点卯 那位蔡周侯世子 依旧是不见踪影 秦少游 顾忌重施 跪坐在地 和睦打盾 他心里会有点感叹 在酒楼里 做掌柜的时候 每天睡觉 来了这里 又是睡觉 唉 人生如戏呀 生员们 已经开始不满了 有人质疑 秦少游只是咳嗽一声 然后拿起暗度上的 戒指 在手心上敲打 深时过去 蔡周侯世子 终于来了 这位世子 一脸蛮横的进来 无所谓的样子 直接学那个暗度 跪坐在后 须利小心翼地 走到秦少游的审边 低声说 大人 这位便是蔡周侯世子 杨婷 啊 秦少游汗受 然后脉悠悠地说 杨婷 上前 那杨婷却还是跪坐着 他身材鬼舞 胆子也很大 把脸别到一边去 脸上带着冷笑 杨婷 上前 助教叫我做什么 秦少游正思说 你屡屡旷课 这是何故 哼 我有事 何事 有事就是有事 好 是吗 可是家里有人过去 这句话出来 顿时让课堂里的气氛 充满了肃杀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唱读书城 这里有你的故事 第27集 许多声援都是恶然 然后一个个助教不知死的表情 看着秦少游 要知道 这位蔡周侯世子 别看只是个侯 可是他爹的食指 却很厉害 在御室台院里共干 不知如此 他爹 还有个忘年老友 叫周兴 周兴是谁 那可是和来俊臣一样齐名的人物 所以这位杨廷杨世子 早已拜了周兴做干爹 这样的身份 莫说一个四门学助教 便是博士来 只怕也要礼让他三分 杨廷果然怒了 他冷笑着 哼 秦厨子 我可知道你 就凭你也配教我 你是什么东西 木盒惯 再敢胡说八道 我扒了你的皮 那你来试试 秦厨游笑一阴地看着他 杨廷已是怒不可遏 他二话不说 竟果真起身 朝着蒋经台走过来 他杀气腾腾地说 你可知道 你得罪的是什么人 还要见笑 可是我干爹周兴吗 久闻大明 这个人乃是 大周朝有名的酷吏之一 秦厨游想不知道多难 杨廷走到秦厨游面前 竟是要扯秦厨游的一斤 秦厨游反应很快 身子一让 顺势起身 他面对着 咄咄逼人的杨廷 眼角的余光 扫过下头恶然的声援 然后说 我教授你学问 是指望你能够成才 你这样对为师 动手动脚 可是学习的态度吗 杨廷狂笑着 你不过是个厨子 哎呀 话说到一半 他的话戛然而至 因为秦厨游 已经一拳倒了过来 下一刻 拳都直接落在 他的面门上 他哪里闪避得及 要知道 秦厨游前世学厨 首先练的就是刀工 手提菜刀 手腕翻飞 务必做到一丝一毫 都不能出任何差错 而且速度极快 别看他身体瘦弱 可是手腕的力道 确实很大 这一拳直接打中了 杨廷的鼻头 啪哒 入肉的声音响起 鼻梁的软骨发着 微微的细碎声响 显然是断了 杨廷疼得呃呀一声 捂住鼻子向后连退 他的手指缝之间 稀里里的有鼻血渗出来 秦厨游收拳 一字一句地说 我不是厨子 是你的恩师 你敢打我 秦厨游撇撇嘴 不但要打 而且还要打得你干爹 都不认得你 接下来 秦厨游抄起了戒指 对着杨廷便是一通乱打 杨廷又是舞鼻 又是抱头 嗷嗷乱叫 打到一半 皆是硬声而断 秦厨游 禁不住怒骂 哼 糟蹋了我三文钱 杨廷一时瘫倒在地 只是呃呦呦呦地叫唤着 秦厨游则是拍背手 没事人一样 淡淡说 如此不可教也 明经堂里 所有这声员看得目瞪口呆 个个不含而立 秦厨游对杨廷呵斥 赶紧轨回位置上去 往后再敢吃到早退 不敬师长 少不得扒了你的皮 杨廷被打得满脸是血 颤颤巍巍地站起来 勾搂着身子 乖乖地回到了原位 一旁的虚立 战战兢兢地看着这位厨子 而不 理论上来说 是助教大人 秦厨游冷若寒霜 扫视了唐内的声员们一眼 漫步惊心地说 从今日起 我开始教授你们诗文 其实我是个很随性的人 只要大家肯用功 肯敬重师长 大家相处就能愉快 什么叫做敬重师长 他自问自答 就是我说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我让你们背诵 你们就背诵 叫你们听讲 你们就要听讲 谁若是不服 咱们就走着瞧 顿了一下 他才接着说 好了 现在开始授课 所有人都竖起耳朵来 大家尽着寒蝉 一个个打起精神 不敢吭一声 秦少游边拿着半截戒指 在手心上敲打 边说 所有人拿出纸笔 我念一句 你们便记一句 哗啦啦的 大家纷纷扑开了纸 拿笔战末 秦少游背着手 在这讲经堂上 慢悠悠地来回躲步 云对雨 他故意雨 说放得很慢 一字一句念出来 号叫声员们 有抄路的时间 等所有人落了笔 他才说 雪对风 晚照对晴空 来红对去燕 素鸟对鸣虫 三尺剑 六尺钩 陵北对江东 人间青鼠殿 天上广寒宫 两岸小烟 杨柳绿 一元春雨 杏花红 天对地 雨对风 大陆对长空 山花对海树 翅日对苍穹 声员们都恶然了 一个个停了笔 听到这里 他们感觉 这位助教所教的东西 似乎有点不太一样 从前的助教 都是拿一些诗词 来进行讲解 至于讲完之后 你的水平有没有提高 那就全凭自己的悟性了 毕竟 现在只是唐初 真正系统性的诗词训练 还处于摸索阶段 之所以做诗难 一方面 使这个时代的学习成本太高 想要做诗 就必须得有坚实的基础 要自幼开始读书 并且还需要一定的悟性 这也是为何四门学 这些低级官吏贵族子弟 还有寒门子弟 在这方面 有极大缺失的原因 而秦少游的办法 却很有系统性 那就是采用明清时期的教育方式 作对 这对子的训练 在明清时期 几乎达到了高潮 明清时期的学子通过背诵 一边掌握队偶的基本范式 一边培养对音乐 和队偶的敏感度 这是一种系统性的教授办法 很有效果 至少比现在的学子 全凭悟性去领悟 要强得多 事实证明 通过死记硬背 其实也是可以做诗的 绝对可以量产诗人 只是 培养出来的人 诗才是有那么点 可要人人都成为李白白居易 那就是异想天开了 好在秦少游的任务 也不是培养白居易 而是让他们成为师将 成为考爸而已 方才牵扯到了秦少游的凶狠 这些生员们都很乖 就算是那个杨婷 虽然做出一副不服状 却还是乖乖占了墨 将秦少游念诵的话记下来 念了寥寥白语 秦少游觉得应当让他们消化了 所以不再继续念诵 罗布到了蒋经台边 今日之内 我所念的 你们统统都要牢记于心 务必做到滚瓜烂熟 待会儿 我要你们一个个背诵 背诵不过的 今日就不要走了 大家进入寒蝉 谁也不敢依 秦少游意味深长地看了大家一眼 半截戒齿啪的一声 丢在讲台上 会有几分 邓县那等好汉的好迈 做老师还真好 他眯着眼 开始打盹了 耳畔竟是朗朗读书上 在明伦堂里 博士王伦趴在暗读后 批阅了几分 虚力送来的文书 此时 这件督导博士王颜 气冲冲地进来 太不像话了 实的太不像话了 这成了什么梯头 王伦的眼睛 依旧落在暗读上的文书上 嘴里轻描淡写 怎么了 岂有此理 那个秦少游 昨日下午 他授课时 一言不发 今日更好 竟然直接与声援殴动 打得人鼻青脸肿 这哪里有为人师表的样子 声援有错 先师以教化没有错 若是冥顽不灵 大不了动着一戒齿 可他倒好 学的是泼皮的做法 就因为这个 还有 他授课时 既不解析诗文 又不教阴韵之法 却是弄个什么云 什么雨的下三了 只是教人背诵 这学理 真是乌烟瘴气了 王公 我看哪 秦少游在这了一日 咱们四门学 时早要成为天下笑柄 哦 王公 这是什么意思 为何如此淡漠 王伦终于抬头 他笑了笑 这样不是很好吗 他越是这样遭见 将来测考 这黑锅背在他身上 就越是有理有据 诗文本就不是四门学的强项 无法和太学 国子学一较高下 那么 就不妨让他遭见去吧 而且 现在我们就算要改人 理由 也并不充足 在这说 此人终究是 红炉四卿 卢盛 炉 拒见的 近来 他的声望 是不好 可毕竟 他也是九经之一 此时改人 也是舍了他的面子 所以 就游着秦少游吧 不过这些奇闻异事 你大可以让几个虚利 传扬出去 到时候 一旦考砸了 大家就都晓得 这是秦少游之过 王炎剁了剁脚 虽然还是不愤 却觉得王伦的话 也有道理 只得点点头 哎 且看他张狂到几时 秦少游是个很苛刻的人 这洋洋百言的短句 足足让声员们 背诵了一个下午 而后 拉了条胡凳坐在门口 让声员一个个背诵 背诵了的 才放出去 让他们吃饭 背诵不过的 再让他们流堂 继续背诵 结果天色晚了 流堂的 只剩下一个人 那就是鼻青脸肿的杨婷 杨婷再次来背 却还是把三尺剑 六尺钩背错了 秦少游和睦 脉悠悠地说 把脸伸来 杨婷一脸委屈 眼眶里有泪水 要躲快而出 都已经肿了 他乖乖地 把脸凑上去 秦少游伸手 杨婷条件反射似的 要躲避 秦少游摆出了 郁怒这色 吓得杨婷魂飞魄散 忙一咬牙 把脸又伸到了 秦少游的跟前 身如筛糠 瑟瑟作斗 秦少游 把手轻轻拍在他的脸上 温和地说 乖嘛 为师有这么可怕吗 真是的 你的天资 是蠢笨了一些 不过不要紧 好好用功不就成了 为师是讲道理的人 是不是 是 诶 这就对了 继续背吧 杨婷乖乖地回去 继续背诵 到了三更半夜 总算是一字不差地背出 哎 哎呀 秦少游伸了个懒腰 捡起他的半截戒指 下课 四门学里的夜晚 格外的漆黑 隐隐几盏灯火 也照不清露面 秦少游在前面走 杨婷则畏手畏脚地 在后头跟着 于是 秦少游驻足 杨婷吓了一跳 在黑暗中 立即动弹不得 一副惊恐不安的样子 秦少游说 你放学了 是住宿舍还是回家 回家 这么晚了 还是就在学里睡吧 我那有空房 这 这 不必 哦 行 那你仔细脚下 哎呀 秦少游打了个哈哈 走了 不会教书育人的厨子 不是个好官 此时已到了立夏时节 天气渐渐地燥热起来 秦少游每日挥汗如鱼 除了督促读书 就是吩咐虚吏们 前去藏书阁 摘抄诗句 现在是唐州时期 并非是诗词大放异彩的时代 可是前人的佳作也是不少 声绿的启蒙 早已让声员们 牢记于心 到滚瓜烂熟 倒背如流的地步 不过这还不够 秦少游只记着一句谚语 叫做书读唐诗三百首 不会作诗也会淫 若说此前四门学 对于声员们的教育 会有些后世的所谓素质教育 即所谓放养的方式 旁敲侧击 让你自己对诗词有所感悟 这种教育方式 确实能培养出精英 只是这样的精英 可能一千人才出一个 至于其他的 天资愚笨者 或是不堪用功者 还有对此 没有培养出兴趣之人 那水平 可就是惨不忍睹了 秦少游不负责 培养师圣师仙 他用的是田鸭式的教育 目标就是 便是一头猪 也让你淫出师来 一个师仙 加上九百九十九个宿目好 还是一千个基础功夫扎实的平庸诗人更好 这不是秦少游的目标 教育的本质 本就不是用来培养天才的 所以他继续填涯 经过虚历的努力 林选出来的两百多首诗 总算是贵编完成 秦少游拿着这厚厚一本编定的诗策 每日教授拾手 随即便开始跪坐在暗读后 打瞌睡了 朗朗的读书声 旋即响起 大家开始熟读背诵 日复一日 这些生员们早已烦躁不安 可是迫于秦少游的淫威 却是无可奈何 两百多首诗 再半个多月的功夫 便全部教授完成 紧接着 就是紧张地抽查 秦少游抽查一个个生员 念出一首诗的上阙 生员必须念出下阙出来 否则 少不得戒齿伺候 他这等标心礼仪 已让四门雪里哗然 这哪里是教书 分明就是赶压得上架呀 在四门雪里 日子过得其实还是很惬意的 最倒霉的人是卢胜 卢胜惨了 他举荐的人 居然打了周星的干儿子 这周星是什么人 如今任秋官侍郎 所谓秋官 按照周理 就是专门执掌刑狱之事的官员 侍郎 则是刑狱的二把手 这是武则天得天下之后 新增的官决 其实说穿了 就是刑部侍郎 而且又有传闻 说尚书省出了空缺 陛下有意让这位周大人接任 他和莱俊臣都是有名的酷吏 曾诬告人谋犯 多大上千人 也就是说 这位仁兄 平时就是以打小报告为社 别人不招惹他 他尚且还要惹到别人头上 现在居然有人敢摸老虎的屁股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畅读书城 这里有你的故事 第28集 其实周星不傻 对于秦少游的举动 他显现出了异常的沉默 因为从许若记下来看 这个秦少游和宫里不无关系 这便让他不由谨慎了 没有把秦少游的来路彻底摸清楚 他不会轻举妄动 可是周星不作声 这并不代表他的徒子徒孙们 能咽得下这口气 御史台终于有了动作 台院有御史直接弹劾卢盛 任用私人 相关的各种谋反证据 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消息一出 神都哗然 大家都知道 一旦御史动了手 在大周朝 就意味着身败名裂 甚至可能最后落个谋反之罪 合足拒死的下场 强倒众人推 卢盛的各种劣迹 开始被翻出来 而卢盛这家伙 居然缩了 他是个老油条 绝对是没有节操的 为了保住自己 他毫不犹豫地上书 承认了自己 任用私人的罪行 如此一来 四门学里 秦少游的处境 就不太友好起来了 你看 你秦少游 是卢盛举荐的 他说你有才学 结果朝廷 委任了你官职 现在呢 现在卢盛自己 都承认任用私人 秦少游自然而然 也就成了私人 因为走了卢盛的门路 这才得了官位 那么秦少游 自然而然也就成为 一个人品低劣 不学无数的草包 无数双眼睛 阴侧侧地开始将目光 都落在秦少游的身上 恨不得立即发疯似的 冲上去撕咬一顿 只是唯一让他们忌惮的 不过是宫中的 不明态度罢了 因为至今 宫中都没有发表任何看法 只是沉默 沉默 再沉默 这种不合常理的沉默 让这些鸡肠碌碌的恶狼们 总算是存着一丝理智 只是四门学里 秦少游成了孤家寡人 他并不介意 只要自己还是助教 他便照旧 每日督促功课 当一切填鸭式的诗词 都让生员们消化的时候 课堂里就变得活跃起来 杨婷 杨婷起身 自暗读后站起来 秦少游腰间插着戒齿 慢悠悠地说 被启蒙第七章 耕对饭 柳对鱼 短袖对长裙 机关对凤尾 勺要对夫群 周有若 汉相如 秦少游汗手点头 嗯 不错 那么为师出题 看看你有没有长进 他抬头 沉淫片刻 一字一句地说 水水山山 处处明明秀秀 杨婷挠着头 老半天 才齐齐碍碍地说 晴晴雨雨 时时浩浩其其 秦少游脸上 露出了微笑 嗯 尚可 他看了看其他人 还有更好的吗 有人站起来 翠翠红红 处处 莺莺艳艳艳 又有人说 风风雨雨 年年暮暮朝朝 经过一个月的 针对性训练 那洋洋洒洒 数千言的 声韵启蒙 早已在 声援心里生了根 他们此前 虽然不善诗词 可是终究 还是有一定的 文化基础 因而现在的进步 可谓是神速 秦少游紧接着 又出题 声援们 一个个回答 有的人对得好 不但对仗公正 而且用词 也是机甲 即便是 愚钝一些的 也是挠着头 老半天 憋出一个答案 勉强也算是 说得过去 这时代 本就没什么娱乐 这对对子 竟也有 有趣的地方 有人绞尽脑汁 得到了一个答案 顿时神采飞扬 也有人落后于人 便想着 如何出一道题 将人难倒 兴趣就这样 培养起来了 四门学里的 诗学生员们 从一开始的枯燥 渐渐发现了 有趣 最重要的是 这种东西 会有一些竞争性 即便是那杨婷 也开始有了兴趣 他们不再拘泥于 学堂上作对 甚至放了学 有相熟的童窗 凑在一起 也各自出题 各自破题 有人回了家 吃着饭 对别人的话 也是心搏在焉 满脑子在想着对账 想着声誉 想着如何出一个难题 好在童窗面前 出一个风头 这种气氛 感染到了每一个人 秦少游却发现 自己的同僚 对自己越来越冷淡了 外头的事 他也听说过不少 可是他能力浅薄 却也是无计可施 自己 终究只是个 小小的助教啊 这一点 让秦少游 突然发现到一个道理 做了官 并非就是万事大吉的 仕途险恶 便如一片小粥 浮于汪洋之上 一切都不能自己主宰 凭得却是那些 上位者的心情好恶 一言而定人生死 这或许就是权力的本质吧 而自己 依旧还是过于弱效 秦少游下了学 便去藏书阁 摘抄一些觉得可用的诗句出来 值得庆幸的是 从前那个秦少游 虽是个书呆子 好处却是基础攻扎士 毕竟任何时代 一个完全脱离低级趣味的人 都是凤毛麟角 属于熊猫级别的稀罕物 大家都是云云众生 像吃喝嫖赌之类都不可避免 可一旦沾了这等恶习 就没啥高级一些的追求了 从前的秦少游不一样 他对任何低级趣味的娱乐 都嗤之以鼻 并乘着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的精神 每日用功苦读 日夜不坠 幸好 现在的秦少游挽救了他 否则这个家伙 当真要活到老 学到老不可 这样的后果就是 秦少游的扎士基础攻 在藏书阁里很快显现出来 他发现 他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而且翻阅许多书籍 居然很快就能融会贯通 不容易呀 他不由感叹 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 幸好自己穿越的 不是一个砍树的假货 到时候哭都来不及 找到了一些好的诗作之后 秦少游便背诵下来 有时到了课堂 也可以讲解 秦少游的教学 到了第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是学子对声乐 有一定的掌握 第二阶段 则是让声援们 苦悲诗词 使他们潜移默化 第三阶段 让他们自由发挥 通过对对子的方式 培养他们的兴趣 加强他们的词汇运用能力 而现在就是讲解了 讲解的同时 让声援们尝试去做诗 就好像备考的考生一样 在最后一个阶段 进行突击式的训练 有一句话叫做 文山提海 现在秦少游用的 就是这个办法 每日开课 先讲解一首诗 随即要求每个声援 做出一首诗来 题目暂时秦少游来选 做不出 抄写随唐诗词 两百首一遍 不服气 这个不要紧 秦少游的刀工一向是了得的 声援们 终于开始要经历一场噩梦了 每日绞尽脑汁 做出一首诗来 还要当着所有的 同窗面前朗读的 那些有物性的 做得好的 当然是得意洋洋 而那些后劲 自然免不了如丧考笔 丢人哪 少年人 其实是最爱面子的 而秦少游 其实营造了一个学习的氛围 即所谓的心理战 在后世 学校往往有好坏之分 好的学校营造了一个氛围 使得学生们都以高分为荣 于是这里的学生 即便再烂 也烂不到哪里去 反观那些烂校 却难以培养出这样的氛围 学生们急要不逊 都以谁更时尚 谁斗欧厉害为标榜 结果就是 一锅粥里 只剩下了老鼠屎了 要培养这样的氛围 其实很简单 秦少游两室为人 本来就是老狐狸 比如杨婷这个家伙 家里有权有势 便不免标心里 经常穿着华服来上课 秦少游绝不会严厉地去斥责他 而是笑阴阴地看着他 冷嘲热讽 哟 这衣衫的用料真是鲜艳 小杨啊 这是你娘卖的 说话的时候 声音一定要拖着尾音 语气一定要带着几分计较 尤其是要把你娘二字 当作重点高声说出来 于是效果就来了 众人哄笑 杨婷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到了第二日 就不敢穿这样的衣衫来了 反而和那些寒门子弟一样 只穿一件朴素的长衫 再有对于学习不够用功的 秦少游则是故意让他们留堂 让他们清洁课堂 那些刻苦的人 便笑嘻嘻地以哄而散 不免要故意朝那些厚进者 挤眉弄眼 而留下的人 则是满是羞愧 氛围已经有了 教学的计划步步推进 而终于 宫中下了门下旨意 致国子建 年终的策考终于来了 无论是太学 国子学还是四门学 这里都是大洲最重要的官员储备基地 从这些学堂出来的生员 将来毫无疑问的 都将成为大洲的官吏 其地位只怕和后世明清时的举人差不多 因此 每年策考 例行都是门下省以宫中名义制国子建 由国子建选定良辰吉日开考 以现实公众对人才的重视 当国子建开考的消息传到了四门学 督导博士王岩 便兴匆匆地抵达明轮堂 掌教博士王伦 压了压手 直接示意王岩坐下 外界的情形如何了 消息传出去 秦少有殴打声援 胡乱教学 已经传至朝野 如今洛阳内外 已是沸沸扬扬 至于朝中 御史台屡屡上书 矛头直指红卢寺卿卢盛 有人搜罗了证据 卢盛固然已经承认任用私人 可是这一次 只怕也是再接难逃 据说 在这背后 红卢寺里的少卿也出了力 整块了卢盛 他并有机会做正卿 因此在御史台 已经寻了关系 看来这次测卡出来 等到卢盛和秦少有二人原形毕露 就可以收网了 而市井那儿也是议论不休 王伦笑了笑 吕虚打断了他的话 还要等测考出来吗 王公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该表态了 你看 现在朝野震动 天下人的矛头 都直指秦少有和卢盛 卢盛这人位高权重 你我奈何不了 可是秦少有 在四门穴里肆意胡为 扰乱刚进 若是要等到御史台那儿先动了手 你我二人 只怕也会被斥作 庸入无为 现在 是展现风骨的时候了 王眼眼睛一亮 王公的意思是说 王伦撇撇嘴 淡淡地说 传秦少有 掌教博士王伦想掌 秦少有自然不能怠慢 等他到了明轮堂 却再也看不到 这几个博士的笑脸了 六个博士 排字论背地坐成一排 一个个冷眼看着秦少有 秦少有行礼 王眼冷地站起来 呵斥 你的礼 老夫可当不得 秦少有 你可知罪吗 下官不知 王眼怒斥 你扰乱钢器 不学无术 死亦胡为 坏人心术 秦少有健壮 明白了 策考在即 联想到学堂外的腥风血雨 这些人 已经急不可难地跳出来 想要展现出自己 极恶如仇的一面 他心里感叹 大洲人民鸡贼 做官的 也不是什么好鸟啊 想到这里 他心里夹杂了一些愤怒 抬起头 直视的王眼 一字一句地说 王博士 何出此言 你殴打声援 无乱教学 据我所知 四门学在此之前 诗学本就不张 上年测考 合格者 十之一二都没有 六十多个声援 能通过国子建考试的 不过区区四人 敢问王博士 这是谁教的学 又是谁在糟蹋这些声援 我教的好不好 暂且不论 可是此前所教授的方法 简直就是可笑至极 那时候 诸位博士为何无人置之 这一问 反倒让王延傻眼了 因为从前那个教师的助教 如今已生了博士 而这个博士 就是王延自己 王延顿时恼羞成怒 恶狠狠地说 秦少游 你放肆 他本以为自己的一番大意凛然 能让秦少游屈服 谁想着这家伙竟敢反击 秦少游泯嘴笑了 即便是放肆 那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你们的意思 我当然明白 无非就是听到了 外间的一些闲言闲语而已 见风使舵 强倒众人推 若是如此 那么我放肆又如何 我奉旨在此助教 不敢说担惊竭力 却也算是不敢枉费朝廷的恩责 这几个月来 我没什么对不起声援 也没什么对不起诸位博士的 你们今日既然已经挑明 无非就是想赶我走 我能说一句话吗 你还要狡辩什么 秦少游沉默了一下 一字一句地说 去你娘的 博士们恶然 此等粗鄙之语 他们万万想不到 竟是被人用在自己的身上 而这时 秦少游已是扬长而去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畅读书成 这里有你的故事 第二十九集 就这么从学历出来 又不甘 又有点愤怒 秦少游走到四门学的一门之外 深深地看了那一门一眼 心里暗暗发誓 哼 我还会回来的 他转过身 身后落下一抹夕阳的余晖 余晖之下 衣门上的牌匾 依旧闪闪生辉 那烫金的打字 照旧炙热人心 秦少游背着包袱 回到了酒楼 外见的是 秦少和邓健略有耳闻 见到秦少游回来 便晓得怎么回事 于是 邓健笑呵呵地上前 狠狠一拍 秦少游的肩膀说 嘿嘿嘿 回来了 秦少 秦少 加菜 我要吃 加个屁 是你回来还是我回来 就算街风起尘 也该问我想吃什么 秦少游怒了 邓健蓄了口气 唉 听了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天可怜见 我还真怕你想不开 秦少游见他这个样子 竟有那么点感动 鼻头一酸 喝醉一声 你信不信 迟早有一天 他们要用八台大轿来请我回去 信 信 信不信 我秦某人迟早 让他们屁滚尿流 后悔今日的所作所为 当然信 秦少游 有些狐疑了 那你信不信 我其实是穿越人士 从一千年后过来的 信 你说啥 我都信 秦少游对他冷笑 哼 我说什么 你都信 我这不是哄你吗 你心情不好 那个忙活了一天 该吃饭了 我饿了 就知道吃吃吃吃 秦少游称怪一句 可是今日的语气 却没有以往那样严厉 天色已经晚了 食客们早已不见踪影 秦少游找了张胡顿坐下 嗨着桌子 喝酒 我要喝酒 好嘞 秦少从后堂探出头来 笑嘻嘻地高声应诺 这一夜 秦少游醉了 迷迷糊糊的 只记得自己显一怒马 起了高楼 无数宾客作陪 音歌艳舞 灯火通明 可是瞬间 那高楼塌了 一切都在自己跟前粉碎 只剩下一地的灰烬 秦少游惊醒 发现自己趴在秦寿圆滚滚的肚皮上 这家伙 汗声真大呀 他顿时惊醒 突然笑了 这几个月的经历 不正是黄粱一梦吗 可是 他心里又有些难过 即便是梦 那也该化为真实 因为 惊扰别人美梦的人是最可恶 秦少游是个小心眼 他绝不会原谅那些家伙 所以呢 秦少游告诉自己 不要颓废 要振作起来 自己还有机会 这个世上 打败自己的人 只有自己 于是 他静下心来 回到卧房睡了过去 四日清早起来 他像是无视人一样 照旧开了店门 站在柜台后 那个请来的掌柜 自然是请他回家歇上几天 省几天工钱才好 能省则赏吗 酒楼的生意还可以 这让秦少游很是欣慰 于是更加振作精神 用他的诗喉 将邓剑和秦少二人 点得团团转 时刻们 陆陆续续来了 秦少游则撑着脑袋 继续在柜台后打盹 不少闲言碎语 则都落在他儿里 哎 那位四门学的助教 据说被博士们赶出来了 哦 是吗 那人走的不是红炉四清的关系吗 哎呀 博士是什么人 哪一个不是满腹经伦 德行无双的大儒 他们岂会容忍这样的人 辱了学堂 更不必说那红炉四清 卢盛也是自身难保 据说 御史台的茶院 已经叫他去应训了 主持此事的 乃是施玉史张文 施玉史不过区区欺品 而卢盛 终究是九卿 他们请得动卢盛去盘问 嗨 这可是大周朝 一时的权柄滔天 一个条子过去 卢盛赶不去吗 况且此事是证据确凿 卢盛这次 只怕真要完了 哼 活该 呸 堂堂一个九卿 却举荐厨子为官 还说什么才高八斗 哼 简直就是笑话 邓剑船才过来 听到这些话 忍不住怒斥 诶 瞎说什么 厨子怎么就不能做官 老子乃是街上的好汉 还不是在这里跑堂 两个时刻顿时脸色一变 起身要走 秦少游连忙上去 笑呵呵的 跑堂的不懂事 惊扰了两位 实在该死 本店正送暖酒一壶 误怪 误怪 好不容易安抚住了时刻 他把邓剑拉到一边 这的客宅 真可如此 邓剑奇怪地看着他 他们在骂你呀 哼 这是他们无知罢了 我为什么放在心上 唉 邓剑叹口气走了 到了傍晚 却来了许多客人 秦少游抬头 看到了乌鸦鸦的人 都在看着他 秦少游的脸色微红 这不是别人 是四门学的诗学生源 六十多人 乌鸦鸦的一片 连杨婷都来了 杨婷上前 他脸上鼻青脸肿 显然是挨揍了 杨婷苦笑着 唉 恩师 学历赶紧走 真的和我没关系 其他人 则是纷纷败道 一起说 拜见恩师 这几个月来 秦少游虽然严厉 可是大家朝夕相处 秦少游的教学方法 别人不知 可是这些生源 却是知道 他们每一个人 都长进了许多 秦少游突然被逐出了四门学 生源们很不客气地 先一起胖揍了杨婷一顿 然后放了学 便一起寻来了 秦少游笑呵呵地 扶起钱托了几个人 不要多礼 我现在 已经不是你们的恩师了 开考再急 大家功课怎么样 恩师 我们虽然有时胡闹一些 却总还知道 一日为师 终生为父的道理 大家伙都还好 每日都按照恩师的法子 温习功课 只是恩师 我 我 还好 还好 杨婷眼睛有些微红 也不知是挨了揍 还是有什么感触 他抹着泪 不知恩师 还有什么教诲 秦少游沉引了片刻 满怀希望地看着他们 只有一件事 要托付他家 好好考 让人刮目相看 送走了四门学的学子们 秦少游有些小小的感触 他们果然还只是孩子啊 测考终于开始了 国子游拿着旨意 还有密封的考题 前往国子学 太学 和四门学 一干师生在一门下 贵迎恩职 随即在国子游官吏的监督下 纷纷进入了各自的考场 为了防止作弊 国子游做了许多相应的措施 尤其是无关人的 绝不可靠近学堂 数百个武士 将三个学堂围得铁桶一般 水泄不同 在这禁区之外 则是许多阴阴期盼的家长 还有诸多的好事者 每年测考的成绩 是可以累积之一夜的 也就是说 若是屡年测考不合格的人 极有可能被逐出血堂 一些功勋子弟 甚至可能国夺掉恩印 一旦如此 那么前人的努力 便尽都成了落花流水了 这也是为何 每年测考 无数的家长心急火燎 一门相忘了原因 毕竟这关系到的 是家族的兴衰 是全市的继承 四门学者思考考场 距离学里的东门很近 许多的家长 再次候着自家的子弟 只是 这里和其他地方的阴阴期盼不同 却是惋惜感叹者居多 上一年的时候 一个师考 合格者 实不存一 许多生源的地位 本就岂岂可危 今年自己的子弟 若是再考杂 那可就真正地完了 可是 这希望 实在有些渺茫 诗词本就不是四门学的强项 今年又出了一个厨子教授诗书 临考时 厨子倒是赶了出去 可是即便临时抱佛脚 又有什么用 只怕这一次 连往年都不如 不晓得会有多少人 从学里被开格出去 连续策考了一日 国子健既旧无荣 命人收了卷子 随即乘入了宫廷 乘入宫廷 并不是让天子阅卷 这只是一个程序而已 显示三大学堂乃是天子门生 昭示了圣神皇帝的恩荣 在宫中存当一日之后 便开始下发国子健乐卷 历朝历代 对于人才都是极为重视的 因为只有重视人才 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而这些声援 就是未来大洲朝的希望所在 他们的才能 他们现在所学到的知识 都与整个国家息息相关 当然通俗意见来说 任用贤达 培养人才 乃是每一个明君的基础 这就好像皇帝的心意一样 缺一不可 所以历朝历代 每一个君王 无论他是秦皇汉武 还是商周随扬 这表面功夫 还是要做的 一箱箱卷子送到了紫薇宫 武则天先手捏着朱笔亲批 即日审卷 以则贤明把字 而后封条覆盖于箱上 他投笔 朱笔在铜砖上染下一抹烟红 武则天闷嘴不语 回归手 工人们将箱子抬走 这位圣神皇帝 不由轻絮一句 悬身留下了一个背影 这个背影 走出了紫薇宫 给跪了一地的宦官们 留下了一句话 和御史台打个招呼 不要为难卢盛 跪地的宦官 听到卢盛耳字 立即想到了一个传闻 一个卢盛 一个好似是叫秦少游的家伙 据说这两个人惹了麻烦 现在陛下开了金口 如此说来 这二人算是保住了 次日清早 卷子传至国子舰 国子舰数十个官吏 早已焚香沐浴 关进了密室之中 外头已是有人上所 在所有的卷子 批阅出来之前 里面的人是不能出入的 即便出宫 也必须内部解决 阅卷的工作 紧张地进行着 宫中的禁卫 已经将这里封锁 到处都是 极假鲜明的武士 各学的博士 此时都已在 国子卷的正堂里 焦灼地等待着 他们不耐烦地 吃着茶 偶尔有人传出咳嗽 却无人交谈 倒是四门学的博士 还算镇定 脸色并不算太坏 也没多少忐忑 无论是王伦 还是王岩 他们心里都有数 四门学的精识 无可挑剔 至少在太学 和国子学面前 并不落后 唯一的落相 就是诗词 不过 他们已经做了 最坏的准备 就算今年的诗考 一个声援都没有合格 不是还有个 已经赶出了学堂的 秦少游 来背这个黑锅吗 千错万错 都是卢胜的错 卢胜取见了秦少游 这个不学无数的草包 教坏了声援 而博士们及时制止 凛然正气地 将秦少游打发了出去 如此算来 他们非但无过 反而也对得起 这一身的清明 此时已到了证悟 密室中的国子剑官吏 已经开启了封条 然后开始跃卷 虚立周涛 用后世的说法 只是个临时工 他的文采是好 只不过 只不过在这个一切 都要看跌的年代 他的技艺并不好 好在国子剑里 有人爱惜他的才学 才让他在国子剑里 有了容身之地 虽然是力 此次月卷 却让他来做副手 一般的史卷 都是他这档虚立先月一遍 然后拟个出定的成绩 最后再交给那些老大人们 最后核定 他手里拿着一个蒸饼 吃了几口 而后在一旁的铜盆里 静了手 将按上蜡烛 向自己方向移了一些 拿出了一份试卷 随即 他先是愕然 然后开始摇头晃脑地 默念起来 嘴唇上下如动 整个人竟是恍惚起来 再之后 他皱眉 感觉到了某种非比寻常 于是连忙带着试卷 起身离岸 火速赶去了另一个房里 猴头滚动 朝着端坐在岸头之后的国子成说 大人 快看 国子成 那是国子见祭酒的左二观 他见周涛貌似的样子 不由皱眉 却还是把目光 落在了卷子上 最后 他竟也学周涛一样 摇头晃脑地 低声默念 另一边 又有虚里过来 那虚里说 大人 快看 又是一份试卷 拿过来之后 国子成脸色已是 骇然和错愕 最后禁不住说 噓 怎么会这样 如春酒楼里 就在月圈开始的一大清早 秦少游精神奕奕地起来了 他今日没有跑去柜台之后 而是寻来了铜镜 对着铜镜 开始穿起了自己 将写了很多遍的青色官衣 头上的长发 则用斧头纱束住 铜腰带紧紧地系在腰间 整个人顿时显得高挑起来 静中的自己 俊秀又带着几封官器 他尝试着微微一笑 然后踩着新靴子 秦少 叫车轿 秦少早已准备好了 门外停着的乃是一顶小官轿 为了雇这顶轿子 秦少游花了七十个钱 很多经官很轻苦 毕竟游水不多 于是有的人咬着牙 给自己背了轿子 也有的人 只有一匹奴马 有时候 若是去赋宴 或是去一些正式的场所 难免有些拿不出手 所以 就有专门的车轿行 专门出租官轿 价格不菲 秦少游坐进了轿子 对轿夫说 去洛阳县衙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畅读书城 这里有你的故事 第三十集 洛阳县衙到了 来到这阔别已久的地方 秦少游不禁有些恍惚 他眼睛落在了那明渊谷上 然后一步步走过去 这个世上 并非所有人都是 既吃不及打的 就比如 洛阳县的柳县历 就得到了教训 他特意在这明渊谷边上 加派了人手 为的就是 比方这个万一 秦少游上前 一个差役拦住了他 这差役认出了秦少游 先是恶然 随即开始戒备的大吼一声 是秦少游 这一声厉吼 整个洛阳县衙外头鸡飞狗跳 四五个差役 疯了一样 从四面八方冲了过来 可是秦少游 却是笑了 敏嘴 微笑 你们这是要做什么 公子 有话好说 秦少游脸色一板 谁要和你们说话 走开 你 又要敲鼓吗 你说呢 你们好好看看 看看我身上穿的是什么 是什么样的人 借了你们这么大的胆子 竟敢阻拦本官 你去让开 他的态度 气势十足 再加上他一声官矣 虽只是区区的八品辐色 却足以震慑这些差役 秦少游说完 便昂首阔步 朝那明元谷走去 差役们不敢阻拦 竟然生出了一种悲凉感 秦少游 秦少游已经走到了明元谷边 他目光落在地上 已没有了碎石 看来洛阳县的工作 又进了一步 秦少游却是笑了 他从袖子里掏 掏出了一根小棒子 倒高一尺 磨高一丈 小样的 没有完全准备 我会来吗 上堂的程序 秦少游闭着眼睛 都已经熟悉了 他落落大方地 抵达了县衙的清明堂 熟悉的味道 熟悉的人 端坐在暗后的柳县令 比以前憔悴了一些 柳县令看到了秦少游 然后发出了怒吼 啊 怎么又是你 秦少游没有败倒 而是助力在地 微微躬身 双手抱拳 行了个礼 大人 下官四门学助校 傅屈寒冤 还请大人做主 柳县令脸色 难看到了几点 他想揍人 可是看到这个家伙身上的官衣 却还是扼着了怒气 这一次 你要告谁 下官要告四门学博士王伦 王延 刘扬金 陈明海 邓华 曾子健六人 柳县令连 柳县令连已经拉下来了 你自己就是朝廷命官 所告之人 也是朝廷官吏 这种事 本县管不着 你难道不知 宫门外 就悬着登文谷吗 所谓登文谷 显然比明渊谷要高一个级别 就是若有更大的怨屈 所状告的人 又是权势滔天的人物 无论是官迷 都可垂谷 以身冤屈 武则天登基之后 曾专门下职 有人抓登文谷 主司急需为寿 不急受者 家罪一等 所以柳县令觉得 秦少游很可笑 你要告状的人 小小洛阳县管不着 你找我干什么 秦少游却是正色说 大人 登文谷有尽魅巴授 下官身子弱小 只怕打不过他们 这言外之意就是说呀 秦少游很想去敲登文谷 可是呢 既然连明渊谷 都有差一把手 为了和谐 登文谷想必 也是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了 那儿都是尽未林立 秦少游贸然过去 有可能消香欲允 不 是折己沉沙 这想来想去 洛阳县的明渊谷敲起来 没什么压力 你好欺负嘛 柳县令气得要吐血三声 这是什么道理呀 登文谷你不敢去敲 却跑来敲我这明渊谷 我招你惹你了吗 于是柳县令把脸拉了下来 可是 这并非是洛阳县全责之内 秦少游 你休要胡闹 本官竟你不是庶民 你我也算同朝为官 且不为难你 你速速退下 本以为秦少游自知自己胡闹 也会乖乖就范 可是他忘了 这个人 曾是三痛敲鸣冤骨的秦少游 从前秦少游 还是个草迷 就已经难缠了 现在好歹穿了一身官服 虽然被四门穴赶走 可是官身还在 怎会被这种恫吓之词吓住 秦少游 理直气壮 可是按律来说 凡有明明远古者 无论所告何人 主事官员 必须传照所告之人上堂 但身为庆民官 难道连这个都忘了吗 柳县令的脸都绿了 其实制度 经过许多朝代的修正 政策都是极好的 比如明远古 为了防止官员推诿 所以就有规定 无论你要告谁 都可以传唤这个人到堂 只是现实之中 这样的事 可谓凤毛麟角 秦少游若是铁了心 非要柳县令按律行事 若是柳县令不肯 说不定这家伙一转头 把他柳县令 告了都有可能 柳县令苦笑着 只得柔声细语地说 你所状告的 都是当今洛阳的 名氏大儒 他们位列丛六品 逃离满天下 秦少游啊 你自己想好 柳县令这番话 倒是有几分语重心肠 状告他们 将他们拉来 这清明堂的后果 几乎可以预料 一旦反噬起来 可真的要命的 秦少游的脸色沉着 却没有位子 事到如今 他已经无路可走 他有一个梦 而这个梦 却被这些 自诩博学的家伙们 敲了个粉碎 若是自己不站出来 讨还一个公道 那么自己又算什么呢 他不敢做一个 小小的厨子 不甘心去做一个庶人 两世为人 更不甘心一辈子 庸庸碌碌 而在这个千秋十笔 农人 工匠 商骨 几乎不见经传的时代 这个洋洋洒洒 数百万言的京史中 满篇都是市的时代 他想要的 也不过是在这三千 落水之中 求取一票而已 他们可以讥讽秦少游 可以说这是痴心妄想 是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 这些 秦少游都不计较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出身 知道自己的不足 可若是有人成为了一块石头 拦在了秦少游的脚下 那么 此时有一个声音 在秦少游的脑海中 疯狂地叫嚣 踢开他们 踢开他们 秦少游 深吸一口气 先是闭上眼睛 然后猛地张开眸来 眸中所带着的 只有一往无前的锐气 他干脆利落地说 下官想好了 告 非告不可 恳求大人 天上堂 刘先令的脸色苍白 一屁股 汤跪于地 两酒 他取出令签 投掷于地 来 传人 在国子剑的密室之中 国子城的脸色 已经大变 他已经搜罗到了六十多份诗卷 而每一个诗卷都有古怪 这是一起十分严重的事件 严重到他至少数十载都不曾遇到过 密室之中 十几个虚立 也是大汗淋漓 几个学官的目光 都落在这位奸诚的身上 他只能备着手 在密室之中来回躲步 最后 他猛地抬起头来 战钉截铁地说 不必理会这些 找旧批卷 于是须立们 各自回到自己的座位 而这位国子城 却是拿起了一份诡异的诗卷 目光落在诗卷的后尾处 他目光悠悠 瞳孔深处 闪流过了一丝沉重 大风起息 他喃喃地低声 说了这四个字 而在国子建的正堂 洛阳县的差异来了 什么 王妍拍阿而起 居然叫自己去洛阳县 接受询问 真是好笑 虽说洛阳县令 因为是京畿的县令 所以品级是在正无品 而他一个博士 不过从六品而已 可是博士素来是清流 与那着关相比 品级虽低 身份却更为尊贵 现在 洛阳县令 竟是派了几个粗浅的差异 传唤六位四门学的博士上他 疯了 这简直是疯了 其他几个博士的情绪 也好不到哪里去 有人咬牙切齿地说 秦少游区区一个助教 竟在洛阳县状告上官 此能不学无数之人 倒是各学的博士 却都是面带冷漠 四门学自己内讧 大家瞧热闹而已 况且这个热闹 也算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活了这么多年 未曾听说过 有下官跑去县里 敲明渊谷 告上官的 有博士说 要传唤我等 那么就请洛阳县令 亲自来吧 我倒看看 我们若是不去 他区区一个县令 该怎么办 博士亡伦 还算镇定 眼眸一闪 淡淡地说 去 什么 为何要去 去了 就是被告之人 王延起了 王伦平静地说 可是不去 就是畏罪 我等堂堂正正 何罪之由 秦少游敢来告 他不要斯文 那么索性就 与死网破 且要看看 他能猖獗到几时 网伦说完 已是长山而起 率先布出了大堂 其他博士面面相去 有人跺脚 有人冷笑 有人犹豫 最后还是鱼灌着跟了出去 六位博士 为了迎接这六位博士 柳县令 也是够拼的 在听到六人抵达之后 他索性连规矩都不顾了 亲自迎来出去 直接了当地说 哎呀 诸位远来 有失远迎 其实 只是有些小事 需要澄清 竟还有劳动 诸位大驾 本官心里 实在难安 六人 都是冷着脸 不作声 王伦直接背着手 踏不进去 在这里 已经准备好了 六张湖灯 显然是柳县令 生怕慢带了这六人 所以事先做好了准备 他们不客气地坐上去 一字排开 然后一个个 用杀人的目光 看着秦少游 其实这场官司 无论谁输谁赢 对于六人的轻欲 就已经造成了影响 尤其是王伦 本来在四门学里 掌学一年半载 就有机会平步青云 可是突然出了 这么个犹如斯文的事 只怕上头 也会有所顾虑 所以此时的王伦 对秦少游可谓恨之入骨 只是他是内脸之人 倒是没有显露出 伯仁大怒之思 流线令回的原位 看了众人的脸色 心里焦苦 秦少游 你所告的六人 都已在堂下 你还有何话可说 又有何缘屈 秦少游说 我要状告的 那是几个博士 识人不明 知法犯法 无故驱逐学中助教 王延性子急 忍不住笑了起来 哦 我等实人不明 如此说来 是你秦少游才高八斗 在学里助教 没有误人子弟 反倒是我等 极度贤能 大话音落下 其他几个博士 纷纷屡须嘲笑起来 柳县令心里之要头 你们四门学的家事 闹到我这来 算个什么事 你既然要告 有何证据 他们将我逐出四门学 便是明证 我乃门下指 所封的四门助教 几个博士 听信方间流言 说是驱赶就驱赶 敢问大人 这是不是极度贤能 是不是抗旨不遵 最后一句抗旨不遵 实在有够诛心的 柳县令眼都傻了 他心里知道 这是一场糊涂官司 这个官司 他没有能力 也没有意愿去审 可是偏偏碰到 秦少游这阵 胡搅蛮缠的家伙 却只能硬着头皮 僵持下去 所以 他索性充当木头人 不管了 他不作声 亡言 已是大笑不止 极度贤能 秦少游 你一个厨子 也敢自称是贤能 你在学里胡作非为 殴打声援 可是有的吗 子不教 父之过 教不言 师之舵也 言识出高途 这有什么错 这是犹如斯文之举 若是有斯文 你们却又为何 无故指摘我的出身 我士厨子没有错 可是我这助教之位 那是朝廷恩准了的 朝廷为财事举 你们既是清流博士 却为何计较出身 你也配合老夫说斯文 你 你口出粗鄙之词 秦少游慢吞吞地说 粗鄙之词 什么粗鄙之词 王延确实说不出 逼了老半天才说 你说呢 去你妈的 王延勃然打怒 你 你又口出粗鄙之词 秦少游冷笑着 这是你让我说的 你非让我说 我能有什么办法 你 你 你再说一遍 去你妈的 王延已是气得 瑟瑟发抖 而暗头上的流线令 已是闭上了眼睛 悲剧啊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畅读书成 这里有你的故事 第三十一集 此时在紫薇宫里 一身长裙的武则天 跪坐于地 从玉门关送来的葡萄美酒 在她的珠唇上 仍有余像 她的脸上 已是染上了一层红蕴 仙手上所握的夜光杯 晶莹剔透 她爱死了这透明的壁子 因为从外向内看 杯中的酒水一览无余 她突然奄然笑 这世上最可怕的东西 就是看不透 有些东西是如此 人心更是如此 周星上报 说楚王有谋反的嫌疑 华儿啊 你说楚王的心 是怎么样的呢 上官婉儿不又笑了 那得剖开才知道啊 是吗 那么就传旨 让周星把楚王的心 剖开来看看 上官婉儿不又微微了 她不曾想到一句玩笑 最后 武则田见她的模样 又是笑了 你呀 朕不过是玩笑而已 上官婉儿善善一笑 她突然想到什么 陛下 我听说 秦少游尖早出门了 哦 去了洛阳县 状告四门学的博士了 武则田十几夜光碑 将残余的葡萄酒引进 尾眸一闪 是吗 本以为武则田 此时会有所动辱 可是上官婉儿耳中 听来的下一句却是 朕知道了 很轻松的一句话 然后武则田 然后武则田招着手 来 这玉门送来的葡萄梅酒 真是甘甜 婉儿 你也来尝尝 上官婉儿上前 她发现自己 犯了魔症了 秦少游的事 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可是偏偏 她还是说了出来 心里竟是隐隐 期盼陛下能够干涉 可是 陛下的轻松背后 让熟知陛下的上官婉儿 意识到 陛下似乎 像要随波逐流 这绝不是个好兆头 秦少游 这一次怕是要触眉头了 他在心里琢磨武则田 突然地漠不关心 或许是此次反弹的力量太强 牵扯到了太多的博士 而这些博士 都是素有极大的声誉 逃离满天下 除此之外 他还听说过一些风声 说是秋冠侍郎周兴 似乎已经吹了一些风 这周兴 素来受陛下信重 被视为公骨之臣 由他表态 陛下只怕 上官婉儿 变得心事重重起来 竟有点为秦少游惋惜 婉儿啊 你有心事 武则田 看了上官婉儿一眼 突然说 没有 可是你的眼眶 为何有些红了呀 上官婉儿 直接将一杯葡萄酒引进 微臣 微臣 不知道 而此时 国子剑密室的门 终于开了 重见天日的一杆月卷官吏 却并不像往年那样轻松 脸色最沉重的 就是国子诚 他目光悠悠 竟是没有第一时间跑去前堂汇报成绩 而是直接叫了人抽出几份试卷 吩咐说 立即送入宫中 请圣皇预览 然后 他像是了却了一件心事一样 长长的 出了一口气 一个宦官 弓身碎步 走进紫薇殿 他小心翼的 向前竖步 旋即败道 陛下 国子剑有奏 武则天此时 有了几分危罪 他的鬓角处 有几丝白丝滑发 眼角也有些许细纹 可是他这罪态 竟依旧还是如此的好看 他美眸一转 所奏何事 是几封试卷 试卷 武则天 闭嘴不语 上官婉儿觉得蹊跷 按理说 国子剑在批阅了试卷后 第二天才会乘入宫中 而且只是禀告成绩 怎么今日送来了试卷 上官婉儿晓得武则天的心思 承上 太监起身 躬身至案头 小心翼的将几张试卷铺开 武则天的目光 便不由自主地落在几张试卷上 他的目光 先是带着天然 然后逐渐地 却是深邃起来 紧接着便是诧异 即便是他不动如山的心性 接下来也不由低声 发出了一声惊叹 婉儿 你看 上官婉儿也随之看去 他低声开始嘀喃 目光中的震惊 更甚于武则天 最后他看第二封 第三封试卷 相间一颤 抬起眸来 恶然地看向武则天 武则天脸上的罪态还被消散 口里还吐着葡萄酒的酒香 可是那微醉后的慵懒 却猛地消散 二人四目相对 都从对方的毛中 读出了惊叹 武则天的先手 已扶在了案头上 他四顾一眼 突然立声说 来人 拜价 是在洛阳县吗 陛下 是在洛阳县 武则天目光一冷 一驾 遵旨 宫中的平静 宛如巨石投入了湖面 顿时波澜四起 因为临行仓促 所以随缘并不多 只有寥寥数百人 等到了洛阳县 一听到圣驾到了 原本还在县衙里的争论不休的人 此时他们口里的咆哮都假然而止 柳县令 吓得脸都绿了 圣驾来了 六个博士 有些一头雾水 不晓得这里的事怎么突然上达天厅 连宫中也开始干涉 好在无论是王伦还是王妍 心态倒还平和 自己这边六个博士 陛下怎么会因为包庇一个小小助教 而特意跑来与自己为难 唯一的理由就是 秦少游闹得太不像话了 以至于宫中前来干涉 秦少游的面色平静 随着大家一起在外接驾 古则天下年 他没有理会众人 竟直步入了县衙的清明堂 而后落了大方的跪坐月案头 众人指着鱼怪尔路 分战两侧 古则天没有说话 只是沉默 气氛不由变得尴尬下来 刘县令和遂声 不知圣驾 站在武则天身侧的上官碗 直接了当地打断他 这里发生什么事了 王妍上前说 助教秦少游不学无术 犹如斯文 秦少游也不是省油的灯 立即反唇相机 四万二次 王博士也配提吗 王妍打怒 可是陛下在此 却不得不遏制出怒气 武则天的唇角微微勾起 只是带着微笑 依旧沉默奸言 上官碗儿眼角的余光 落在武则天的身上 立即便与这位君王有所默契 他连足上前 走到了王妍跟前 你说 谁不学无术 犹如斯文了 秦少游 下一刻 上官碗儿养起鲜鲜欲熟 就在所有人防备不及的时候 一巴掌狠狠地杀了下去 干脆 干脆利落 啪的一声 王妍的脸上顿时留下 五根指印 脆声声的一巴掌 使着亲民堂内所有人的呼吸 瞬间止住 所有人 恶然地看向上官碗儿 而上官碗儿 冷若寒霜 哪里有半分娇小可爱的样子 他的目光 悠悠转寒 眸中蕴含着寒霜 仙手 以举重若轻地收了回去 依然矗立在王妍跟前 冷漠如一块尖冰 王妍愣愣住了 然后他下意识地 去捂住了自己的腮膀子 凉久 凉久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王妍终于反应过来 他面带羞愤 却并没有反击 而是立即败道在地 声音哽咽 陛下 陛下 臣蒙陛下信重 蒙起田间 身负教化之重 恩荣处于望外 如今 王妍的声言 已经开始哽咽 声音开始变得模糊不清 臣已年过 年过古戏 已衰病之身 子王且在眼前 赴庚何悉何记 恳请圣皇 念臣十寸苦劳 准云臣还想致事 说到这里 他老泪纵横 这番话里 没有回击上官晚方才的鲁莽举动 表面上是感恩戴德 是要请辞 而实际上 却只透露着一句话 臣不服 他当然不服 身为四门学博士 逃离满天下 清明传扬于神都内外 上官晚 动手打谁都可以 偏偏就不能打他 打了他 就是入了斯文 就是凌辱名士 这一击巴掌 与其说是惩罚 不如说是羞辱 而王岩这样的清流官 是绝不能受辱的 所以 他要致师 而致师的目的 就是要讨一个公道 凭什么打人 王岩话音落下 王伦为首的五个博士 二话不说 纷纷败道 上官晚打的 又何止是一个王岩 其他的博士 以凯默能外 甚至于太学 和国子学的清流博士 也尽都因此而受辱 太放肆了 臣等老迈 恳请陛下 许归田母 统统都要请辞致师 某种程度来说 他们这是要挟 上官晚儿居然 胆敢动手打博士 若是没有一个说法 大家不干了 到时候 必定天下震动 且看你上官晚儿 怎么收场 上官晚儿的嘴上 只是冷笑 他背着手 像做了一只 戏弄老鼠的猫 可是 博士们失望了 大失所望 武则天依旧坐在那里 无动于衷 方才上官晚儿 动手的时候 他的眼睛都不曾眨一眨 而现在面对 六个博士的请辞 他的表现 竟也只是雍雍碌碌 连眉毛都不曾挑动 他玉手浮暗 掌心拖着脸颊 做万罪之态 还手忘安 只留下一个完美的侧脸 除此之外 便是那颤颤的长长睫毛 这满怀忧怨的反击 居然无动于衷 六个博士的心 缠了下去 他们从未这样失落过 在这教化为重的天朝上国 作为学府中最耀眼的学官 他们突然发现 自己在君王面前 一钱不值 上官晚儿 奄然地笑了 新鲜欲滴的猪唇 宛如邪然 这笑声 虽是如银铃一样好听 可是在六个博士而盼 却如恶魔之音 上官晚儿 一字一句地说 此番测考 四门学 诗考考生 六十三人 进阶合格 其中更有四人 是佳品之作 六个博士 顿身满脸 错愕 进阶合格 上一年 合格者 不过实不存一 这这这 怎么可能 但凭这一个事实 就足以让他们 无地自容了 秦少游 是被他们 赶出去的 方才在亲民堂上 他们还在夸夸其词 说秦少游 是个不学无术的草包 可是转眼之间 这个草包 居然开创了一个奇迹 而这奇迹 足以震惊天下 短短数月 能有如此绩效 而几位博士 却是将秦少游 读出了血糖 还口口声声 说他是坏人心术 说他是个草包 但凭这一点 无论是王伦 还是王岩 识人不明 颠倒黑白的罪名 就跑不掉了 莫说是王岩 即便是沉着冷静的王伦 现在也有些慌了手脚 这怎么可能 他们的心底深处 冒出了寒意 所有的底气 都被四门学学子的 思考成绩彻底打散 你们还有什么话说 上官丸 似笑非笑 王岩 打不上来了 王伦深吸一口气 总算 枪还是老的辣 他立即意识到 自己确实理亏 可是 即便是理亏 上官丸 也不能打人 所以他必须反击 秦柱学 竟有这样的本事 若是如此 是乃四门学之姓氏 可喜可贺呀 他是老狐狸 立即转换了风向 然后 面不改色地说 秦柱教的教学 确实怪诞 可谓闻所未闻 出其至圣 确实有其长处 不过 也就仅此而已 这言外之意便是 秦少游教书教得好 只不过是 剑奏偏锋而已 他的教学方法 太过古怪 大家看走眼 也是在清理之中 凡是秦少游 这个家伙 即便能用 偏方教学 起了效果 可是这并不代表 他确实有才学 既然如此 说他不学无数 显然也不可指债 这便是王伦 厉害的地方 他们本就是清流 以文章和辩论健常 上官玩儿 虽然多才多艺 可是相比这些老油条 背面嫩了一些 不过 就在他们仿佛抓住了 救命稻草 自以为 可以以此为借口 进行反击的时候 上官玩儿 却是气定神贤 他慢悠悠地说 是吗 他一句反问 然后从袖中 拿出了一份试卷 将试卷打开 卖悠悠说 可是 每一个生员 在作诗之后 在试卷之下 揭写了一点东西 见六个博士 面带狐疑 上官玩儿笑了 秦少游在教学的时候 曾教授他们一些诗词 其中 有诗两则 乃是他的闲家之作 好叫生员们背诵 以解其意 这两首诗 生员们因为自己的助教 被逐出了学堂 所以 为其愤愤不平 不约而同地将秦少游的诗 写在了自己的试题之下 正好 六位博士都是博学之人 不妨我们一道品鉴吧 这一下 不只是六个博士 便是秦少游也愕然了 他猛地想起 自己在教授诗词的时候 因为编辑的前人诗作不多 所以索性 就把一些后人的诗 也编辑了一些进去 这时他慢慢想不到 这些生员因为自己的离开 竟是在考试的时候 用这种办法为自己冥冤 可是 到底是拿两首呢 秦少游这个时候 都糊涂了 上官婉儿却是拿着诗卷 一字一句地 开始念诵起来 金封清酒 斗十千 玉盘真修 值万贤 亭碑投注 不能识 拔进四步 心芒沾 玉渡黄河 冰塞川 江灯太行 雪满山 闲来垂吹调 闲来垂调 碧西上 呼覆成舟 梦日边 行路难 行路难 多其路 今安在 长风破浪 会有时 直挂云帆 寄沧海 一手念完 六个博士的脸色 已是苍白 而上官婉儿 已是不自觉地沉浸入诗中的意境之中 眼眸渐迷离起来 沉默地武则天一动 他的眼眸抬起 眸光之中 也闪略过了一丝迷离 此时 上官婉儿继续念第二首 大道如青天 我独不得出 修竹长安 涉中儿 赤姬白志 渡离肃 谈见作歌 奏苦生 夜居王门 不衬情 怀音市井 笑寒信 汉朝宫卿 记家生 君不见 昔时宴家 众锅围 雍惠者节 无闲猜 巨星月异 感恩分 书干剖胆 笑英才 赵王白骨 营曼草 水神更早 黄金台 行路难 归去来 王伦方才 还是直跪于地 当着最后一个来自念壁的时候 他整个人顿时瘫作于地 脸色苍白如纸 旋即 他的身躯开始颤抖 牙关咳咳咳作响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畅读书城 这里有你的故事 第三十二集 两则短诗 武则天已经读过 可是经由上官碗读出来时 带着微醉的他 像是被什么突然击中一样 香肩颤抖起来 金杯中的美酒 一斗价十钱 玉盘里的菜肴 珍贵值万钱 但心情愁烦 使得人放下杯快 不愿进餐 拔出宝剑环顾四周 心里一片茫然 只是短短两行字 便让武则天的内心 产生了共鸣 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美酒佳肴 荣华富贵 早已令他提不起兴致了 玉渡黄河 冰色川 江灯太行 雪满山 这是河灯伟大的理想 当年唐太宗在的时候 他不过是个无品财人 可是他自幼饱读诗书 绝非平常女子 虽知道自己能够养尊 处优的逍遥仪式 却如现在 颇有家业的秦少游一样 都怀有伟大的理想 他们都不甘心于现状 他们希望改变 也必须改变 一个人 若是不能做出伟业 那么和蝼蚁又有什么分别 所以 曾是财人的武则天 和曾是厨子的秦少游一样 都曾想渡过黄河 可是肩兵堵塞大川 想登太行山 可是大雪遍布高山 从前的武则天 很希望得到太宗皇帝的信重 他极力地表现 诚如现在的秦少游一样 可是 他们都失望了 自始至终 太宗皇帝在的时候 武则天依旧只是个财人 只是一个平凡的嫔妃罢了 而秦少游呢 秦少游虽然得到了官位 本以为 可以像西边垂掉的江太宫一样 受到文王的看重 又能像成州梦日的一眼一般 得到商汤芒的垂青 可是 行路难 行路难 多其路 今安在 人生的道路 何等艰难 何等艰难 其路分杂 真正的大道 究竟在哪边 他们都曾失望 作为财人的武则天如此 现在的秦少游又何尝不是如此 这是在这则短诗背后 当上官晚 一扬顿挫地念出最后一句 长风破浪 会有时 直挂云帆 几仓海时 武则天的身躯一阵 眼眸里 隐隐有了泪光 行路再难 又又何妨 现在的秦少游 相信自己的脚下 虽然其路分杂 可是迟早 他要阳气征翻 远渡避海青天 这是他的信念 诚如当年太宗驾崩 武则天削发维尼史一样 即便武则天 有再多的挫折 却还是暗中等候 以其东山再起 武则天深深地 看了秦少游一眼 这首诗 勾起了他太多 太多的回忆了 以至于第二首诗 念出来的时候 武则天终于动容了 人生道路如此宽广 唯独我没有出路 我不愿意追随 长安城中的富家四弟 去搞斗鸡走狗一类的赌博游戏 像冯轩那样 弹剑做歌发牢骚 在权贵之门卑躬曲解 是不合我心意的 当年怀音使人 积效韩信 怯怒无能 汉朝功金大臣 急度假意才能超群 你看 武石燕昭王 动用郭伟 拥会折劫 千功下士 毫不嫌疑猜忌 巨星和乐意 感激之欲的恩情 皆中尽之 以自己的才能 来报效君主 然燕昭王早就死了 还有谁能像他那样 重用闲事呢 这首诗 更像是秦少游 对武则天的心迹剖白 秦少游将自己 比作了韩信 假意 将那些嘲讽 和看不起他的人 当作是怀音使人 和汉朝功金大臣 他告诉武则天 我有假意 韩信之才 可是我的刘邦 文帝 又在哪里呢 武则天的目光 已经变得深沉起来 这两则诗 不但令他产生了 心中的共鸣 让他看到秦少游 想到了从前 曾郁郁不得志的自己 同时 他十分敏锐地察觉到 这两首诗的背后 有着很深的政治背景 秦少游有才吗 当然是有的 若是无才 为何他成为助教 只用了短短数月 就将一群生员 教育成才 他若是无才 这两首波澜起伏 跌踏多姿的小诗 何以能惊动四作 甚至于 六个博学的博士 在听到两首短诗后 仿佛一柄利剑 插入了他们的心口 纵使他们有 满肚子的狡辩之诗 却只是两首短诗 便令他们一切反抗 尽都烟消云散 这两首诗 可谓旷顾未有 虽然格律有所欠缺 可是用词和用意 都可谓是精彩绝伦 足以流芳千古 此番六十多个生员 不约而同地将两则 秦少游的短诗写在了诗卷上 经手诗卷之人 足有数十 而且很快就会流传出去 到了那时 洛阳就要震动 这意味着什么 秦少游的才华 已经无可辩驳 他自笔乐意 自笔假意 自笔寒信 或许在两则小时出现之前 会成为洛阳人的笑柄 可是当诗横空出世 这些嘲笑都尽要化为震惊 若是此时 古则天无动于衷 就意味着他不是周文王 也不是商汤王 他急不上刘邦 也远远不如汉门帝 因为这些至今为人称道的明君 都曾爱惜人才 也曾有闲人辅佐 闲人就在眼前了 古则天必须要在两则短时 流传出去之前做出决断 是选择做识人不明的商咒王 还是做任用闲人的商汤王 是要做宠幸石城市的汉陵帝 还是做慧眼石具的汉文帝 至于这六位博士 他们确实存有很大的影响力 他们是学官 是清流 是清流中的清流 他们逃离满天下 有很好的声望 这也是为什么 当他们对秦少游发难 悟则天生出忌惮之心 暗兵不动的原因 因为这些人 虽然官职卑微 可是影响太大了 为了一个秦少游 而引发天下人的口舌 这值得吗 只是现在 形势逆转 理由只有一个 当他们斥责秦少游 不学无数的时候 而诗作一出 他们就变成了一个笑话 他们自虚有才学 很受天下人的推崇 可是却是瞎了眼睛 连秦少游这样的才高八斗的人 都分辨不清 理由无非只有两个 其一 他们连最基本的眼光都没有 一个没有眼光的人 也配做学官 连辨明是非的能力都没有 将来如何区分学生的好坏 其二 那便是他们 污陷秦少游 极度贤能 这就牵涉到了 德行的问题了 身为学官 你学问再好 若是德行有所欠缺 这几乎是 致命的缺陷 武则天最忌惮的 无非是他们的清明而已 而一旦清明不在 区区几个从六瓶的芝麻官 在他眼里 已是一钱不值 而现在 他要么 站在一钱不值的芝麻官一边 成为天下最大的笑话 要么 他与秦少游站在一起 成就一段明君与才子的佳话 除此 已经没有其他路可走 所以在看到两行小事的时候 他已经做出了选择 在上官晚 将尸念完毕之后 当六位博士 各个面如土色 摊坐于地的时候 武则天甚至眼角的余光 都不曾在他们身上 停留片刻 因为他们一钱不值 那带着几分感动到肺腑的眼眸里 升起了一丝活物 他看着秦少游 朱唇清明 带着含蓄的笑意 他笑得很好看 温暖如春 如慈母看到了归家的游子 那一刹那的目光 充斥着温情 这两首诗 可有诗名吗 武则天说话了 就好似平常家人之间 唠嗑家常一样 没有惺惺作态 一切都那样的自然 秦少游心里唏嘘 他虽然已经有了反击的计划 可是这两则诗实在是个意外 他怎么会想到 那些声员们居然玩得这么大 很有自己的风格嘛 秦少游心里暗想 他上前一步 陛下 两则诗都叫行路难 行路难 武则天 悠悠地念了一句 随即 他奄然一笑 好 好一个行路难 这两则诗 实实动人心魄 既是你的写照 又何尝不是朕的写照呢 武则天深深地看了秦少游一眼 意味深长地说 其实朕和你一样 出身卑贱 家父 提到家父二字的时候 武则天的眼眸里 不由略过了一丝温情 其实他很少提及自己的家事 大抵是因为自己的父亲 确实不是门法子弟 因为家贫 而挑担子去各村卖过豆腐 又曾和同乡许文宝 经营过木材生意 虽然后来资助里渊起兵 最后有机会 能够封关尽决 可是武则天深知 在真正的门法心里 实在不值一提 可是今知 武则天卷兴致盎然起来 从前 他觉得有些事难以启齿 是因为受了门法的呈现 某种程度 也是被门法把持的意识形态所影响 而自从秦少游 提出万般阶下品 唯有读书高 再到今日 一个小小的厨子 卷能一鸣惊人 做出无数门法子弟 都望尘莫及的诗词时 武则天在这潜移默化之下 竟是发现有些事 也没什么难以启齿的 于是 这曾是人尽皆知 可是唯独武则天 对此三奸其口的事 如今 竟是非常轻快地 自这位 则天大地的口中说了出来 家父早年经商 也知道行路的艰难 于是便自觉 人生在世 靠人不如靠己 于是便 便对朕 遵遵教诲 现在想起 他的英雄小貌 实在是 叫朕眷恋啊 他不由板耳笑了 朕记得 家父还卖过豆腐 上官瓦儿惊诧地看着武则天 其实在暗中 确实有不少武则天的反对派 暗骂武则天的父亲是豆腐狼 所查的许多谋反案件里 都有这样的记录 而武则天对此 一向是忌讳莫深 所提到的 永远都是武士约 后半生的官宦生涯 我曾想到 武则天今天 竟是拿出这样的私隐 大大方方地说了出来 那两则诗 还有这个秦少游 似乎 已经开始影响陛下了 上官瓦儿心里咋舌 不过 他心里想 我喜欢吃豆腐 结果 秦少游接下来的话 让上官瓦儿吓了一跳 陛下 臣喜欢吃豆腐 上官瓦儿惊愕地看着他 原来他也喜欢吃 随即又觉得不妥 这句话 有点犯机会 武则天只是奄然一笑 是吗 朕也喜欢 武则天的心情 居然变得无比轻松起来 其实有些东西说出来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些政敌 用这个来攻击自己 而现在武则天明白 这并不是什么武器 自己的敌枕 其实不过是自己而已 他笑颖颖地说 好了 朕该回宫了 你的诗做得很好 这诗既能研制 朕很希望下一次 还能品读你的佳作 朕就做不得事 可是婉儿却是深暗此道 有空闲 朕让他向你讨教 上官瓦儿连忙说 讨教是不敢当的 陈礼当向秦助教学习才是 武则天咪咪嘴 四门学那里 秦助教继续教授诗学吧 望你为国家御才 教化之众 朕既旺在你的身上了 秦少游连忙许诺 微臣遵旨 心里忍不住失望 哎 原来没有官生啊 嗯 行路难 做官更难 他不是官迷 可是深知这个世道权力的重要 力熏心是有的 人活着 不就是希望自己过得好吗 所以并不交情 武则天的脸色 旋即拉了下来 走到了六位博士的面前 六位博士 则是个个面如土色 形势已经逆转 他们已经完了 即便陛下不惩处 自己的声誉也遭致了极大的打击 这辈子怕是都抬不起头来了 武则天只是淡淡一笑 而后护下一句话 朱青 一年岁老迈 既是要请辞至世 一养天年 朕若是夺情 不免有为伦理 人有生老病死 朕其忍心朱青 以衰病之身 而报效国家呢 明日起 朱青 可以回乡了 而后 无数人 随圣皇如潮水一般退出去 只留下六个万念俱焚的博士 他们的仕途之路 到此为止 最可笑的是 没了仕途 如今连声明都彻底葬送了干净 一辈子的努力 如今都付诸东柳 柳县陵木 邓口呆 老半天都没回过劲啊 可是秦少游不一样 他虽有痛打落水狗的传统 眼珠子一转 满肚子坏水的他 立即面带微笑 然后上前一步 要去搀扶跪在地上的王岩 王岩这个人 根据他的了解 是六位博士中最冲动 易怒的人物 这次遭受这样的打击 现在一定是恨透自己了 秦少游一副 为他们难受的样子 上前搀扶他 王公 地上寒 王岩回过劲来 他本是看不起秦少游 将来当作自己 博取清明的工具 本来以为这个家伙 自己只要一踩 便可以将他碾成肉酱 可是谁知最后失去一切的 反而是自己 现在看秦少游假惺惺的上前 他脑子嗡嗡作响 双目赤红 直接便是一句抱贺 秦少游 你这奸宁 勾贼 秦少游的手伸过来 他的手顺时便扯住了秦少游的秀白 秦少游笑了 他不是个心胸宽广的人 从这六位博士拿自己当棋子一样耍弄 最后再把他如垃圾一样踩在脚下开始 秦少游就知道 这些人一定不能有好结果 这不但是私仇 最重要的是 他要让那些胆敢招惹自己的人看看 自己虽是厨子出身 观之卑微 却绝不是好惹的 秦少游一把甩开了袖子 王妍毕竟年纪不小 哪里是秦少游的对手 于是打了个亮枪 他还没有站稳身子 秦少游也是反手一巴掌 狠狠地摔在了他的脸上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畅读书成 这里有你的故事 第三十三集 王妍呆住了 上官晚一巴掌 秦少游又是一巴掌 而这一巴掌更重 直接打落了他一颗门牙 他愤怒地 开起了母子 你 你一个厨子 竟敢打老夫 秦少游朝他轻蔑一笑 旋即目光落在了柳仙令的身上 柳仙令 何在 何在的 眼看着清明堂 鸡飞狗叫 柳仙令 真是万念俱焚 秦少游一换他 他下意识地回应 秦少游 正气凛然 方才的一幕 想必柳仙令 也看到了吧 这个老匹夫 如今没有一官半职 在公堂之上 竟敢率先对下官动手动脚 我大周朝 还有王法 还有法律吗 一声鹤问 让柳仙令的眼皮子一跳 怎么正说反说 都他娘这是你秦少游有理 可是仔细一琢磨 陛下说是准允了 六人之事 不过瞧那样子 其实就是罢官了 说这六人是草民 也没有错 况且 他们现在已经声名狼藉 在世人之中 再无影响 秦少游好心去搀扶王爷 王爷确实是先动了手 按理 就在他恍惚的时候 秦少游 目光悠悠地看着他 冷然说 大人自己看着办吧 不给下官一个交代 这县里的明渊谷 还是劝大人撤了没好 明渊谷 乃是各县的象征 怎么可能撤掉 秦少游的意思很明白 不给他一个公道 他刘县令也别想安生 刘县令看着秦少游 再看看王爷 连天子都已经做出了选择 他一个县令 还有什么扭捏的 下一刻 他立即竖眉 宛如怒目之金刚 力声打喝 左右 还不快将刁民王爷拿下 刚刚回到了宫中的武则天 带了几分倦意 他并没有急于休憩 而是沐浴一番 浑身浸在飘满了花瓣的浴桶之中 武则天惬意地向后仰他 只有卸了脸上的妆容 他那脸上的皱纹 才显得更深刻一些 他眯着毛子 淡淡说 婉儿 婉儿视力在一旁 在想心事 可还是听到了武则天的叫唤 武则天的目光 穿过了浴房中的薄雾 看向那亭亭玉丽的美丽女子 秦少游这个人 却是可造之才 上官玩带了几分淡笑 是啊陛下 他的诗做得真好 听背投注 不能识 拔剑四顾 心茫然 真不知他是如何想出来的 武则天的眼睛闭上 长长的睫毛 微微颤动 淡淡说 不 不是识 朕说的是他的心机 上官玩儿的双肩一震 经武则天提醒 猛地想到了什么 婉儿似乎也明白了 这秦少游的心机 确实比诗才 还要厉害一些 好似从头到尾 这一切 都是他的布置谋话一样 武则天叹了口气 是啊 他这是搭了一个戏台子 那些考试的生源 那洛阳县的县领 甚至是镇和你 都是这戏台子上的戏字 他一步步 先是在县衙 牵扯出六位博士 而后 再指望着那两则诗 还有诗考的成绩 把朕也牵扯进去 可怕 真是有些可怕 上官晚上回过味儿来的时候 后今也不由流出了冷汗 他醋没爽 这个家伙真是大胆 难道他不知道 圣皇何等聪慧 岂会洞悉不了 他的阴谋算计吗 真是不知死活的家伙 武则天摇摇头 想必在他的谋刑 他早就想到朕会洞悉他的算计的 可这又如何 他现在凭着两则诗 不是已经成为了 甲义和江太公了吗 朕要做明君 就绝不可能治他的罪 只能助用他 况且 这个小家伙很有意思 玩儿啊 这天下一晚观明 但凡有野心的人 却往往不够聪明 够聪明的人 有没有足够的胆破 有胆破的人 就未必 有求上进的心思 正观天下神 如土鸡瓦狗罢了 男人 他最后一句话里 声音拖得老长 语气之中 带着无尽的嘲讽 秦少游这个人不一样 他求上进 有才学 聪明伶俐 又极有胆破 这个人哪 很是不凡 你知道 他恨朕的样子吗 朕这辈子 不知有多少 将朕恨倒了骨子里的 可是这些人 在朕面前 眼里只有惶恐和惧怕 他们恨朕 却又怕朕 至于那些 庸庸碌碌之人 就更不必提了 秦少游的眼睛不一样 他在朕面前 虽然戴着恭敬 可是朕看他的眼睛 他的眼里 没有恐惧 就好像鼓井一样 清澈 却透着一股 忧神 啊 武则天的眼眸 微微张开了一线 慢悠悠地说 越来越有意思了 话音落下 他自御筒中站了起来 身子一旋 慢慢地踩着高凳 出了玉筒 双手伸出 工人立即将一件 轻薄如蝉翼的 丝裙给他披上 就这么光着脚丫子 武则天一面一步步走入里间的书洗房 一面吩咐 脚门下赦命 助教秦少游 教授声援有功 受通直郎 此银归待 上官晚常常地松了口气 方才一喜话 连他都不知道陛下 到底是什么心思 甚至他有过担心 不知什么时候 恼羞成怒的陛下 或许话锋一转 便是拿秦少游教周星 莱俊臣处置 而现在 这个赤命出来 秦少游终于安全下庄了 上官晚有些懊恼 自己为什么 总为那个家伙担心 真是疯了 秦少游 捕出洛阳县阳的时候 夕阳只遇现了 最后一抹迂晖 六个博士 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完蛋了 一切仿佛像是在做梦一样 秦少游叹了口气 并没有为之欢喜 他自己心里清楚 自己这孤注一掷的举动 狂妄之下的计算 迟早会让武则天 有所察觉 那个女人 秦少游从来不敢轻视 因为每一次看到她那 永远猜不透的眼神时 秦少游都有一种 法子内心的不安 她 一定能猜透吧 若是让她知道 自己牵涉她进来 不过是为了打击自己的一己 她会怎么样 虽然秦少游的梦首诗 给自己上了一道保险 让她有了更加可利用的价值 她一直审讯 人有了被利用的价值 才是最稳固的 可是秦少游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安 最后 她笑了 迎着落日的霞光 她步伐开始轻快 管她呢 人死鸟朝天 怕她个屁呀 武则天没砍了自己 自己倒是把自己吓个半死了 于是 她吹起了口哨 是妾女游魂的调子 回到了酒楼 邓剑和秦少 以门相叛 生怕她回不来 见秦少游一脸轻松 这才放下心 秦少 禁不住问 堂弟啊 是姐 邓剑捂住了她的嘴巴 嘘了一声 低声呵斥 你真是不小事 这个时候 还伺候你家堂弟睡觉 她乏了 去做一只鸡去 说不定她半夜起来 饿了要吃 秦少禁不住说 若是半夜 没有起来吃呢 邓家哈喇子流了一地 搜了 确实不可惜的 实在不成 我吃了吧 秦少愤怒地说 你就 就知道 吃 吃 愣见脸色一变 哎 你们姓秦的 怎么都一副德行 他们还在耍嘴皮子 秦少游 已是旁若无人地 回到了自己的卧房 她确实累了 睡觉 至于外头的良人 她实在不愿意 接触他们的盘问 理由很简单 以他们的智商 想必是很难理解 今日发生的事的 有代沟 夜里 邓剑吃了半只鸡 心满意足 秦少做了一只鸡 心流几分伤感 口里絮絮叨叨 再这样下去 真 真要穷了 邓剑笑呵呵地看了她 在晦暗不明的烛光下 她这笑容实在有点那么猥琐 你懂什么 我看这样子 你家堂弟的官 必定是保住了 只要有官身在 还会穷 你看洛阳县 还有河南县的官身 哪个穷呢 可是唐历师 是助教啊 邓剑顿时 身去一阵 你也不说 我竟是忘了 次日清早 宫中来人 秦少游 迷迷糊糊地 被秦少和邓剑拉起来 二人匆匆忙忙 给她穿衣衫 秦少游眼睛睁不开 做什么 门下有指 快接指 秦少游打了个机灵 顺时瞪大了眼睛 连忙穿戴整齐 到了堂中 便有太监大喝一声 秦少游接指 门下 四门学助教秦少游 教授声援有功 是通直郎 赐银归代 以事加勉 通直郎 秦少游有点糊涂 紧不住问 敢问 通直郎是什么 官啊 什么官 冠冠糊涂了 老半天才说 咱家只晓得光露大福 正义大福 中散大福 不曾听说过通直郎 秦少游泪流满面 你不晓得 那么多半 就不是什么大官了 他兴兴然地接了指 官官却依然不走 秦少游觉得有些好笑 难道还要留在这里 吃饭不成 邓剑似有所物 低声提响 给一点洗钱 洗钱 一杯子上 秦少游将登价拉到一边 都是几贯几十贯 五百钱的也有 秦少游心里了然 大叫声 秦少 取五十钱给朱月公公吃茶 他心在堂写 五十钱呢 二十多斤大米呢 通直郎 等到秦少游打听出来的时候 心里好受了一些 这属于散官 从六品下 对于自己来说 似乎也过着去 只可惜 他只是散官 散官是级别 而秦少游 依旧还是从八品上的助教 相当于后世 某个处级的科长 也就是说 他享受的是通知郎的待遇 干的 还是助教的活 当然 这并不是没有好处的 至少在四门学里 相比于那些 至多也就七品散官的助教来说 自己的级别 还是很高的 无形之中 他已经成为了 一 二三 四五六七 没错 至少是四门学的七把手 除了博士之外 就辱他最大了 哎呦 七把手 至少我两只手 还是数得过来 哎 还是有点惆怅 秦少游心里 只得安慰自己 至于银龟带子 却又让秦少游 有点糊涂了 银龟带 本该叫做银鱼带 暗衬他姓武 是玄武 就是灰了 便将配鱼 改为配鲑 总之 有资格配戴银鱼带的 必须是五品以上的官员 于是秦少游的身上 发生了一件 匪所思的事 他佩戴的是正五品的龟带 享受的是从六品的待遇 做的却是从八品的事 似乎 有那么点不科学 不过 秦少游兴致勃勃地 将银龟带 配在自己腰间 顿时感觉自己 多了几分威武不凡的气质 嗯 人靠衣装 官靠龟 高端大气 赏档子呀 秦少游乐了 连续乐了两天 而两天后 三学的成绩放榜出来 紧接着 秦少游的诗词 也流传开来 洛阳哗然 四门学往年的成绩 速来在三大学堂垫敌 可是这一次 却是逆势成长 新任的助教秦少游 自然就是其中最大的变数 至于那两手行路难 更是一时造成轰动 以至于整个洛阳疯狂地传钞 导致洛阳指挥 要知道 这两则是 是最容易让人引发共鸣的 无论是公卿 还是寻常诗人 他们都是人 诗人就有人性 人性最大的特点 就是不容易满足于现状 比如那些科举诗意的诗人 又何尝会倾鉴自己 哪个不觉得自己拥有才华 结果屡云屡落吧 报复不能得到施展 不能得到君王的看重 看到这一手行路难 顿时泪如鱼落 失了一惊 想到自己的命运多喘 那行路难三字 直透塌了心 等到全诗读完 不知生出多少感慨 即便是那些贵为公卿的权贵 他们固然富有四海 荣华富贵享用不尽 又有几人之族 也是为这首诗所感动 秦少游 这个名字被人记在了心底 以至于让人忘记了 他曾是一个厨子 更无人再敢狂妄地 指示秦少游不学无数了 六位黯然回乡的博士 已经没人关注了 他们已成了笑柄 再加上秦少游穿荣升通纸狼 刺了银龟带 秦少游顿时变得炙手可热起来 无数的门铁 都经由四门穴那儿 转递到秦少游的手里 这个请敷宴 那个要讨教 也有一些高门好俗 愿意来接触的 比如当今的户部尚书五成四 还有据说刚刚守寡了太平公主 甚至还有诗语室莱俊臣 金少游顿时头大 怎么请自己吃饭的都不是什么好人 那五成四是圣皇的侄儿不错 不过名声不好 裙带关系嘛 能好到哪里去 再有太平公主 据说是驸马刚刚获罪 一家都被砍了 理由很简单 圣皇觉得 这一家人配不上自己的女儿 而这位公主殿下 刚刚重获了自由之身 虽然现在的太平公主 还没有真正开始大肆宠进南宠 可是非议却还是有的 至于那莱俊臣 那就更不必说了 可是细细一想 却又恍然大悟 这年月 越是声名郎籍的人 才越是要附庸风雅才是 这才叫才子配野兽 反观那些朝中清贵的大臣 本就玉满天下 人人称颂 还需要你来陪衬吗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畅读书城 这里有你的故事 第三十四集 秦少游嗅到了一丝不太好的味道 橄榄枝 他们是抛来了 可是自己去还是不去呢 若是去了 哥俩好之后 虽然不至于烧黄纸做兄弟 可是趁热打体之下 少不得要做人家的狗腿子 劲不容易 可是名声只怕好不起来 丢人哪 可若是不去 就免不了扫人的面子 秦少游纠结了 当然 更坏的消息 却是秦寿朝自己一副苦瓜脸过来 唐爹 酒楼没 没钱了呀 没钱 怎么会没钱 这几日生意不是很好吗 听到这消息 秦少游的心开始淌血 秦少可怜巴巴地说 你想啊 生意虽是不错 可是毕竟一日才几贯的流水 刨去开支 也不过三百钱的进账 唐弟自从做官后 尤其是做了通知狼 名声失大了 可是花脚也大呀 这回人帖子 所费的笔墨要钱 唐弟嫌将来出去 和人走动不便 还顾了轿子 养着两个轿夫 还有 还有几身衣衫 都是绸缎的 秦少游深吸一口气 他沉引老半天 最后却是神秘兮兮的将邓剑拉到一遍 我仔细想了想 做青官男 男如上青天 而做贪官 总有那么点不太好 可是树挪死 人挪活 我这样有才华的人 总要活下去 这样才能为国为民 多做一些有益的事 于是痛定思痛 那个 全当是为了天下苍生吧 你可知道 这博士助教 有什么吃回扣的手段 邓剑挫着牙花子 懒痒痒地说 助教啊 助教活该受穷的 不穷教助教 什么官都有回扣 唯独助教 没听说过 秦少游怒了 一把抓住他的衣襟 还我这气 都在毛坑了 秦少游气得发抖 好不容易冷静下来 他仔细一想 花钱无非就是开源节流 节流是别想了 堂堂配盈归的高级干部 莫非还打补丁出门 关键还在于开源 如春酒楼的生意是好 可生意好 顾着人又多 来这里吃喝的又是凡夫俗子 几文几十文的话笑 这是活活把自己往贪磨的不归路上推呀 所以秦少游不甘地说 要挣钱 要挣大钱 酒楼必须进行产业升级 不能再指望一群泥腿子了 他苦思冥想 在一个薄雾蒙蒙的清晨 终于将计划制定了出来 其实想要挤入高端餐饮业 首先是要树立形象 其次是要内部进行一些改变 提升档次 最重要的是 吸引高端客流 什么样的人最高端 他眯着眼睛 滴溜溜地打着小算盘 然后 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请客吃饭 追求不是请客吃饭 可是混官场和赚钱 就得从请客吃饭做起 至于客人 他也早已想好了 既然是高端人群 恰好自己手里 有不少的门铁可以利用 他们不是想要附庸风雅吗 秦少游在两个时辰的时间里 已经写下了三十多个败帖 然后让邓剑送出去 这才松了口气 就在这么个清晨 黎明的曙光出路 秦少游推开窗 那一缕暖羊 洒落在他俊秀的脸庞上 他长眉微条 突然感觉自己精神得到了升华 千里做官只为财 而我秦柱叫身配盈归 却是两袖清风 围观数月 不曾拿百姓一针一线 到头来 还有一个人打两份工 来填饱自己肚子 佩服 佩服 真是佩服呀 古之贤俊 大敌也不过如此了 他诗性狂话 便摊开屋里的笔墨 写下 粉身碎骨魂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大游诗 然后心又淌写了 大号的宣纸 一张可是两文钱啊 唉 悲哀呀 在洛阳宫代照房里 上官瓦儿 接到一个奇怪的请柬 而下头的落款 让他心头一动 请上官代照 立临如春酒楼 于六月十九赋宴 通知郎秦少游敬上 上官瓦儿收了请柬 趁一片刻 回禀一下 就说我会去 秦少游请客吃饭 他是极有兴致的 因为这个家伙 实在有点神秘 上官瓦儿想看看 他又想故弄什么玄虚 太平公主的府邸 距离洛阳宫并不远 他的前任夫婿薛少 乃是万年线人 只是自薛家祸罪后 这殷亲也就断了 武则田将公主招到洛阳 在洛阳宫附近安住 所以啊 这位公主殿下 也就暂时窝居于此 说是窝居 其实这府邸站地很大 随时的嬷嬷 婢女 就有数百之多 公主殿下新近离婚 心情自然不好 虽说这时候的男女离婚 也算不得什么 改嫁 更是稀松平常的事 不过太平公主 毕竟是金枝玉叶 此时受了方先很大的争议 于是啊 公主殿下就有那么点难堪了 只得闭门不出 她的日子过得颇为惆怅 到这前几日 看了两则事后 竟是动了心 平碑投注不能食 拔剑四顾心茫然 这是正合她现在的心境 如今她窝居于此 虽然照样响尽荣华 却因为许多的流言蜚语 使得羞愧和难堪 连她都不禁生出了 行路难 行路难 多其路 金安在的感叹 她命人打听了这位诗人 才晓得作诗的人 竟是个少年人 而且如今明造一时 洛阳内外 上至公卿 下到寻常世人 都在抄录她的诗词 公主殿下二话不说 便叫人下了帖子 希望请秦少游 到府上一会 所谓一会 当然不是优惠 此时的太平公主 其实本质上 还没有变坏 只是得知此次名声大噪 想沾一沾她的财名 改变自己的形象而已 可是那该死的家伙 居然没有回音 公主殿下已经怒了 岂有此理 她愤愤不平 虽也晓得 财子都是嗜杂恶物 可是自己折截下交 这次居然不予理会 这是瞧不起自己吗 正在想着 怎么收拾这个家伙的时候 一份请柬送来了 老嬷嬷拿了请柬 送到了在亭下纳梁的 太平公主手里 因为这里是禁地 而天气炎炎 太平公主只穿着一件 极为宽松的道袍 她从前曾出家祈福 这禅一般的道服 穿在她的身上 竟引有几分 难以言喻的端庄感 亭外便是一汪池子 清澈的池水 倒映着她的俏脸 这位遗传了 武则天美貌的公主殿下 宛若落神 美艳到了极点 太平公主接了请柬 只是美貌一转 看了看 要赴宴 秦少游 太平公主 嫣然一笑 然后慵懒地伸了个懒腰 她腰身轻轻一旋 许久不曾出门了 她的诗做得很好呢 除了本宫 她还请了谁啊 听说有回音的 暂时只有上官待照 太平公主听到上官待照四次 眼里的兴趣更浓 哦 她也去 她和秦少游 早有渊源 是吗 太平公主的脸色 不太好看了 淡淡说 哦 本宫知道了 洛阳县里 发生了一件很是奇怪的事 最近大出风头的才子秦少游 居然开始大宴宾客 她的情节发出去了许多份 可是具体是谁 却不得而知 至少现在有回音的 只有两个人 而且都是女人 更可怕的是 这都是当今天下最有权势的女人 一个是上官晚 一个是太平公主 如此一来 许多人眼红了 大家很期待 下一个收到请柬的人是谁 又过了几日 消息越来越多了 当今户部尚书 陛下的亲侄子五成寺接到了请柬 并且愿意参加酒宴 再然后 是莱俊臣 紧随其后 是红炉寺清炉盛 这一下子 有些人就有些慌了 不对劲哪 自己也曾给秦少游明帖 为何秦少游的请柬没有来 大家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上官晚儿去了 太平公主去了 莱俊臣和五成寺 也在受邀之列 自己没理由接不到我 现在外间都是议论纷纷 颇有点把这请柬当作福布斯排行榜一样 仿佛这秦少游所发出的请柬 请的都是最权势滔天的人物 若是没有你的范儿 只能说明你格调还比较低 档次不太高 况且如此位高权重的参与 若是能入席 岂不是恰好有了与大人物结交的机会 于是那些高高在上之人 有点坐不住了 而地位较低的 又想从中谋取一次机会 这如春酒楼顿时热闹起来 各色人等都上门来旁敲侧击 秦少游自然不予理会 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假如人家随手一吩咐 这请柬就发出去 那么请柬可就一钱不值了 这一日正午 有人登门 来人是个武官 他倒是趾高气昂 进了酒楼来 便拍了拍柜台 哪个是秦少游 秦少游说 不知尊家是谁 武官冷冷看了他一眼 我是谁不要紧 可是你若知晓 我干爹是谁 那么可就要吓死你了 哦 你也有干爹 武官不耐烦了 我干爹便是 当今的秋官侍郎周兴 我去 又是他 秦少游哭笑不得 姓周的收干儿子还上瘾了 东以狼头西以狼头 莫非是将这个当作事业来干 他不由肃然起敬 把别人的儿子当作自己的儿子 这是什么样的精神啊 后世的接盘侠见了他 只怕也要跪拜他做祖师爷才行啊 哦 原来是周大人 施敬 施敬 而本官呢 士勋云其位 姓王明洪 我家干爹让我来 是来问请柬的 周兴这个人 秦少游是得罪不起的 秋官侍郎 品级和卢胜差不多 可是因为武则天在朝 大大加强了司法监督的权力 此人的权势 甚至还在莱俊臣之上 绝不好招惹 秦少游之所以也没有请他 只是因为 和他有过一点小芥蒂 况且周兴差点办了卢胜 而卢胜不管怎么说 也是自己的前辈 自己请了卢胜来 最好还是不要让周兴出场了 而如今人家来问 秦少游有一片刻 正在要屈服 却听见王红继续说 若是不给 本官拆了你这破酒楼 我却 嚣张啊 秦少游的脸顿是绿了 然后 他慢慢震地下来 本想说一句 请柬随后就到 而如今 却只是飘飘忽忽的一笑 是王 王什么齐备吗 王红冷冷说 有话就说 有屁就放 敢问 秦某和周大人熟吗 你不过是个芝麻小官 怎么会认得我干爹 既然不熟 我艳客与他何干 周兴 我不认识 所以 没有情节 快走快走 王红呆住了 他万万想不到 一个小小的助教 居然敢说出这样的话来 他先是瞠目结舌地 看了一眼秦少游 而后 勃然大怒 梦得一下 拿起跪上的算盘珠子 一副欲要朝秦少游 砸过去的架势 嘴里恶狠狠地说 你说什么 秦少游将下巴微微抬起 背着身 一字一句地说 周兴是谁 我不认识 秦某人请客吃饭 来的都是朋友 可不是什么甲乙丙丁 王红来的时候 本来以为一封情节 守到前来 万万想不到 居然遇到一个 不安适适的呆子 其实秦少游说 和他不熟倒也罢了 可是秦少游说的是 自己的爹呀 虽然这个爹是干的 可是侮辱干爹 实在比杀王红亲生父母 还要难受 于是呢 这王红就怒了 他是五人 二话不说 直接隔了柜台 伸出一只手 抓住了秦少游的衣襟 怒气冲冲地说 你这死 算什么东西 莫以为有了点小名 就敢桀骜不逊 在这洛阳城 得罪了我干爹 立即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秦少游被他拉扯 不由大怒 只知王红气力大 正突不开 哎 你看你后面是谁 王红禁不住 朝后看了一眼 后面空荡荡地没有人 他立即知道 自己上当了 等他气势冲冲地回过头来 秦少游已在他分心的时候 夺过了他另一只手中 拿着的算盘 而后狠狠地朝他的额头咋去 啪 算珠散落 王红的额角鱼青了一块 王红要疯了 这个家伙 居然敢对自己动手 自己堂堂云其位 一个小小的助教 竟敢摸老虎屁股 他举起拳头 便要往秦少游脸上撒去 秦少游扯不开他 抓住自己衣襟的手 便朝着大叫 快看 你后面是谁 到了现在 还敢戏耍本官 你当我是猪吗 你死定 啪 王红的后脑勺 突然被什么中击了一下 他的身子 不由自主地晃了晃 全都顿时松下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畅读书城 这里有你的故事